上一世爱丽莎被最爱的父皇下令出下双眼虐待之死 这一世她重生为敌国公主艾莎 当满一岁的艾莎扎头发的时候无比乖巧 但就是不愿意开口说话 看着家人们担忧的表情 艾莎心里知道 但是她担心在像上一世一样 对亲人付出真心后会被抛弃 就在艾莎担忧时 一只可爱的小精灵突然冒出 重生以后的艾莎成为传说中十分罕见的精灵师 精灵也劝艾莎放下过去 开口说话 可艾莎一想到上一世的家人 那些悲惨的遭遇一幕幕闪过 艾莎就害怕到闭上双眼 一双温柔的手抱住了艾莎 这是艾莎这一世的母亲 没关系 你很快就能学会说话 我可以一直等 直到你开口的那天 母亲让父皇抱抱艾莎 父皇虽然担心会弄伤幼小的艾莎 在她母妃的鼓励下将她抱起 艾莎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皇全身心的爱 她紧张地躺在特莱温怀里 这时 父皇提议要给艾莎举办一场生日宴会 一天后 艾莎的外公和外婆原本镇守北京 这次不远千里地过来替她庆生 本来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 但是她外公却带来了一个 对于艾莎来说非常坏的消息 北部边境恰好伊顿贝尔在签订和平契约 而伊顿贝尔正是艾莎上一世的国家 伊顿贝尔会派使臣过来参加艾莎的生命 艾莎一想到几天后 会见到曾经被自己的亲人艾莎 就害怕得浑身颤抖 这个女孩拥有卵绑石般的眼睛 是重生的敌国小公主艾莎 由于上一世的精灵 小公主艾莎非常害怕天黑 于是紧闭眼睛开始召唤精灵们 在星光中 精灵们围绕在艾莎的身边 也就在这时 窗帘飘动 艾莎看见窗外一个金色长发的陌生男人突然出现 这男人出场非常华丽 周围都围绕着金色光芒 他就是传说中的精灵王 精灵王俯视着小公主 看来你真的能看到精灵 此时的艾莎害怕不已 为什么他知道我能看见精灵 我要不要用哭声把仆人吸引过来 还是说我该为了活命而保持沉默呢 正当艾莎考虑要不要哭泣时 精灵王对他比了个虚的手势 仿佛看穿了艾莎的小子 你还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一直陪伴着艾莎的小精灵突然出现 对这个陌生男人行礼 艾莎一脸震惊 完全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居然是精灵王 精灵王叹了一口气说道 看样子是我来得太早了 随后伸出小手轻轻点了一下艾莎的额头 睡吧 把今天的事都忘掉吧 随着催眠魔法的释放 艾莎眼前的金发男人开始越来越魔 最后只留下沉睡的小公主艾莎 上一世艾莉莎被最爱的父皇下令戳瞎双眼虐待致死 这一世她重生为敌伯小公主艾莎 如今艾莎要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 那就是学走路 艾莎使出吃奶精知起身子 由于小腿无力 只能害怕地用双手支撑着地面 自己的母亲就在前方鼓励着艾莎 在仆人的帮助下总算能站立起身了 但每跨出一步都非常吃力 可能是遗传了皇后的基因 艾莎的个子比同龄人小得多 腿部力量根本不够 走起路来十分困难 现在的艾莎最多能靠自己走三步 不管是身边的仆人 还是自己的皇后 都很耐心地鼓励着艾莎 皇后充满期待地蹲下 艾莎 妈妈在这里 也就在这时 艾莎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上一世的记忆 艾莎重生之前的生母基本没有抱过她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除非是官方场合必须表现出母亲时 即便如此 艾莎依旧觉着那个短暂的怀抱很温暖 很幸福 画面回到现在 艾莎开始喘着气 脸上不禁冒着汗水 小腿也开始不禁发抖 旁边的女仆关心地问 公主殿下 您没事吧 艾莎心里坚信自己还能走几步 仆人和皇后都为艾莎加油 只要再往前走一点 我就能成功了 也就在这时 艾莎突然狡猾 呼吐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旁边的仆人吓坏 这时 艾莎把上半身趴在地上 用双手缓缓支撑起整个身子 没错 艾莎凭靠自己站起来 艾莎她知道 她不能就这样放弃 只要像现在这样 一步步往前走 自己总能投入她的怀抱中 这是艾莎重生以来 第一次看到外公外婆 艾莎睁大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外公外婆 由于艾莎的外公外婆镇守北边 导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这次外公外婆牵礼过来替艾莎庆生 外婆想抱抱艾莎 她用小手逗弄着小公主的脸蛋 满脸都是慈祥的威性 随后外公也高兴地伸出手指 挑逗着艾莎的小脸 紧接着 皇后一行人进入了房屋 外公显得非常担忧 因为伊顿贝尔国家最近签了和平协议 暂时安分不舍 但令人担忧的是 他们会派史权来参加艾莎的生日宴会 这可能是艾莎重生后听到的 最让人恐惧的消息 因为伊顿贝尔帝国是艾莎的国家 艾莎一想到上一世的悲剧就全身发抖 默默祈祷着 可千万别是伊顿贝尔的皇族过来啊 也就在此刻 艾莎好像听到了皇室成员的名字 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外公立马站起 怎么了 艾莎怎么了 这时 外婆直接批评起了外公 就是因为你的声音太大才这样 皇后连忙拍了拍艾莎的后背 没事的 艾莎 妈妈会教训外公的 艾莎紧紧抓住皇后的衣服 露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随即 外公就与艾莎道歉了 对不起 艾莎 不过这都是伊顿贝尔那帮家伙的 对吧 艾莎点了点头 原来艾莎也讨厌伊顿贝尔呀 随后 皇后一把艾莎举高高级绿 艾莎开心 小公主艾莎的一周年生日宴会终于开始了 城中的贵族都在讨论着艾莎公主的向往 她长得像陛下还是皇后呢 皇后和艾莎都换上了美丽的服装 女仆们看得都羡慕极了 皇后抱着艾莎来到了阳台前 眼前的景色惊呆艾莎了 城市上空装饰着五颜六色的修饰屋 全国人民都在为艾莎庆祝生日 这时 艾莎的哥哥来了 艾莎的哥哥围绕着艾莎转来转去 不停地夸赞艾莎 你今天真可爱 不愧是我的妹妹 真是太棒了 随后 艾莎的哥哥决定要把艾莎抱到宴会上 大厅内人声鼎吹 传出动听的音乐声 艾莎显得非常紧张 趴在哥哥胸前 小手紧紧抓住哥哥的衣服 哥哥看到紧张的妹妹便安慰道 艾莎 笑一笑吧 笑一笑就没那么紧张了 听着温柔的歌 艾莎舒展眉头笑了 随着大门打开 响亮的声音传来 有请爱丽丝皇后殿下 艾莎公主殿下入场 依稀丝皇太子殿下 艾莎他们入场后 观众的雀跃声响亮了整个会场 这个小公主在自己国家被陷害杀死 重生到敌国成为团主 可却看到了上一世的使臣 艾莎的生日宴会举办的热闹飞凡 贵族们都在期待着能近距离看到公主的容貌 也就在这时 皇太子抱着艾莎公主出场了 蓝宝石的眼睛搭配银白色的头发 那是爱及了 小公主一出场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突然一个男人站在皇太子面前伸出大神 原来是父皇也想抱抱艾莎 宴会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还向艾莎撒了光之圣殿带来的祈祷圣神 随后贵族们纷纷献上礼物 正当艾莎沉浸浸在收礼物的喜悦当中时 一句话让艾莎陷入了恐惧当中 接下来有请伊顿贝尔的使臣上前 艾莎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 伊顿贝尔帝国的使臣会是谁呢 万一是我认识的人怎么办 使臣上前走去逐渐献出真容 蓝色的眼眸 难道他是拉奇亚斯吗 伊顿贝尔的使臣摘下动脑 在明亮的宫殿下露出一张精致的脸庞 小公主艾莎不由难难道 阿尔森 此时的艾莎已经眼泪汪汪 原来这位使臣少年是艾莎唯一的青梅竹马 也是帝国最年轻的高级魔法师 艾莎也没想到伊顿贝尔会派他钱 这让艾莎感到很欣慰 一个哥哥可以有多宠爱妹妹 艾莎的哥哥就可以告诉你答案 只见他端着一个蓝色的盒子走上 艾莎看到那把香蓝宝石的盒子表示疑惑 是贱吗 哥哥缓缓抬起艾莎的小手 并给了一个深深的吻 我可爱的妹妹 祝你周岁快乐 陛下说道 伊须斯 你是想和艾莎定立骑士盟约吗 原来这是骑士帝国一种独一无二的盟约 这不同于一般的契约 骑士盟约一旦定下就要永远守护对方 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可上一世经历过背叛的艾莎不再相信任何人 人心很容易改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到背叛 随即艾莎哇哇大哭起来 伊须斯哥哥双手握住艾莎的小手 我以前也说过吧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保护你 而且你不仅是我的奇迹 还是我的心愿和信命 我以后也一定会变得更紧 这样才能好好保护你 所以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艾莎沉默了一回 随即露出了幸运的笑容 陛下拿起宝剑 好 现在进行宣誓仪式 这份宣誓不仅包含勇气 还包含了保护艾莎的心 伴随着宣誓结束 伊须斯也正式成为了艾莎的守护骑士 贵族们也分分鼓掌 伊须斯沐浴在热闹的掌声中 开心地跟大家打个招 艾莎看着自己的哥 也许我所有的不幸已经结束了 父皇身上传来的温柔 和母亲对我的关爱 还有哥哥的笑容 这些都让我觉得 说不定我也能很幸福 小公主艾莎的生日宴会 已经接近尾声了 哥哥带着艾莎一起看今晚的烟花大会 并找了一个最佳位置 随着一缕红光飞到空中 变成绚烂的花 夜空中生成的彩光 照亮了兄妹俩的脸蛋 让艾莎没想到的是 这种能够绽放出名字烟花十分难做 艾莎感受到大家为了这次宴会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沉浸在感动中的艾莎 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打开心扉了 艾莎轻轻地念出哥哥的名字 但烟花的巨声似乎掩盖了艾莎的声音 她听到了吗 早知道就早一点说了 艾莎偷偷看哥哥的反应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哥哥已经把头转过来了 是的 伊西斯听到了 并自己的左眼流出一道眼泪 艾莎 你刚才是不是叫了我的名字了 伊西斯非常激动 真的叫了我的名字对吧 艾莎露出无奈的表情 不过是叫了一次她的名字而已 至于喜极而泣吗 国王和皇后匆忙赶快 不知缘由的皇后问起伊西斯发生什么事 艾莎再次说话了 母亲 得知艾莎会说话的皇后特别激动 国王冲到艾莎面前 那我呢 你也快叫叫我 艾莎微微一笑 念出了父亲 激动的国王一把抱起艾莎 全家人都在为艾莎开口说话感到开心一点 没想到艾莎的上一世有这么好的青梅竹猛 就在全家人都在为艾莎开口说话感到开心时 楼下的阿尔森也不由想起了以前 那是伊顿贝尔帝国的美好时光 突然后面传来声音 原来是老师来了 老师感慨道 伊顿贝尔皇族内部乱的一塌糊涂 而艾米勒帝国这边却是其乐融融 真丢脸啊 阿尔森担忧说 万一被人听到的我 没等阿尔森说完 老师便打断了 听到又怎样 我都一把年纪了 阿尔森紧紧捏住拳头 他不明白是为什么艾莉莎一定要被处死 如果我提前知道的话 一定会有办法救她 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直到现在 每当早上睁开眼的一瞬间 我都仿佛能看到艾莉莎的身影 从窗户外走进来 说到这里 阿尔森已经泪流满面了 他紧紧咬住牙关 我没法原来那些处死他的人 老师无奈地表示 阿尔森啊 冷静点 不能在仇恨中迷失自我 阿尔森擦了擦眼泪 势必要查处真相 为艾莉莎成员教训 老师转身沉默了一会 那你就按你说的做 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阿尔森连忙感谢老师 随机抬头看着杨太 那个小公主是叫艾莎 对吧 多亏了她 我才下定决心 时间飞逝 如今小公主艾莎重生已经有七年了 此刻的艾莎正坐在树荫下认真读书 哥哥也正好凑过来 原来这是一本古语发展史 这是七岁小孩能看懂的书吗 伊西斯继续一边说 一边抚摸着艾莎的后脑勺 不过你打小就聪明 能看懂这些高深的书也不奇怪 原来 在艾莎三岁时 就逐渐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 是的 自从那次烟花大会时 艾莎就已经敞开心扉了 就这样 艾莎开始学习认字 准确来说是假装学习 哥哥高兴地向皇后展示艾莎写的名字 三岁就会写名字 这不得不使众人都认为艾莎是个天才 甚至艾莎还写了父亲和母亲 皇后非常感动 不久后艾莎便开始在阅读童话书了 除了语言 艾莎对精灵也格外感兴趣 随即研究有关精灵资料 但艾莎一直担心自己的天赋 会影响到哥哥继承人身份 直到现在艾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学习 其实艾莎学习有关精灵的知识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报复伊顿贝尔帝国 幸好在艾米勒也能轻松 获取伊顿贝尔帝国的消息 过去的几百年里 两国一直都是敌对关系 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和平相处 而拉西亚斯哥哥也将在今年分为皇太子 看来就算我死了 大家也还是过得很好 艾莎的帝国在每个季节 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 活动内容主要是敬拜神灵和举办庆祢 由于是一年中最大的活动 皇宫会花很多心思去准备 母亲身为皇后肯定会忙得团团转马 而这次母亲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来 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艾莎高兴地打开门 跑到母亲的面前 母亲 我好想您啊 最近身体还好吗 皇后双手握住艾莎的小手植入主题 挺好的 你还记得上次来过的艾敏教授吗 原来 埃里勒帝国学院的教授 要对艾莎进行测试学习能力 但有着上一世记忆的艾莎 在当时有点敷衍老师了 艾莎以为皇后会批评自己 却没想到皇后说了这样的话 艾莎 教授对你赞不绝口 说你非常优秀 简直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艾莎尴尬地笑了两声 心想 早知如此 在测试的时候 我应该表现得更差点才对 皇后露出欣慰的表情 一本正经地对艾莎说 你将来想做什么呢 你打小就聪明 那时给你上课的贵妇人 一直对你赞不绝口 其实听了教授的话之后 我反而有点苦难 不知自己还能帮你做些什么 很显然 艾莎过人的天赋 使皇后有些忧愁 听到这番话的艾莎 有些不知所措 我是不是太心急了 你慢慢考虑就好 皇后站起身 还多嘱咒了两句 在春季祭典的时候 你多交几个同龄朋友吧 有了朋友之后 说不定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将颇为受益 艾莎淘气的调侃 可是父亲和哥哥会答应吗 艾莎要对伊顿贝尔帝国 展开复仇计划 而精灵师的力量 会成为艾莎的秘密武器 艾莎她知道 要想复仇的话 光靠自己一个人 肯定是不行的 但又不想给家人们带来麻烦 只好自己研究精灵术 不一会 艾莎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 艾莎来到藏书阁 寻找有关精灵的资料 但是艾莎认识的字太少了 根本看不懂 也正因为艾莎昨天学完了初级古语 所以已经掌握了基本词汇 也知道了语言形成的原理 所以能通过文字的形状 猜出大概意思 但是就算汇集了帝国 所有书籍的皇家图书馆 古语书也不多见 艾莎只好挨个寻找 就在艾莎准备去别处寻找时 她突然发现了一本精灵的历史书 艾莎高兴坏了 看完这本书 她就能更加了解精灵了 看来精灵们也很开心 就在这时 精灵们突然说话 艾莎 你要不要看看这本书 原来这是一本关于魔法的书 如果艾莎学会魔法 说不定对她的复仇计划 起到重要的作用 艾莎点了点头 决定要学一下魔法 随后艾莎就离开了图书馆 却没料到会在半路遇到哥哥 哥哥对艾莎来此地 是好奇 艾莎紧张极了 赶忙把魔法书藏了起 却还是让哥哥看到了 深入学习一下补语 这时艾莎十分害怕会露线 不停地对着哥哥微笑 祈祷自己能蒙愤过关 哥哥突然大声叫艾莎的名字 这把艾莎吓坏了 哥哥用手抚摸着艾莎的头部 我都听说了 教授对你做出很高的评价 虽然皇后对你的未来很焦虑 但你不用太担心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说完 伊西斯便转身离开了 这使得艾莎怀疑 哥哥好像知道自己在隐藏什么 但自己重生和拥有精灵这么离谱 哥哥不可能知道吧 艾莎他知道 这种不现实的事根本没法告诉别人 回到房间内 艾莎正在阅读精灵的历史 书中的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精灵师是因为被迫 卷入了精灵剑的战争中消失的 但书中从未提过一出声 就能看到精灵的人 艾莎眨了眨眼 好奇地问 那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这事也不知道该问谁 我要怎么办呀 就在艾莎愁眉哭脸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了书中的信息 召唤精灵 艾莎十分高兴 这也是艾莎最想了解的一件事 艾莎仔细阅读后 发现召唤精灵最重要的是契约阵 这是艾莎第一次与光之精灵签订契约 这也是为艾莎的复仇计划奠定了基础 艾莎仔细地阅读精灵历史 发现召唤精灵要画一个魔法阵 而这本书并没有单独介绍这种阵子 但艾莎特别生气的是 书中竟然打起了广告 如果想要召唤精灵可以购买 堂堂埃米勒帝国公主哪受得了这种事 当机立断就把这本精灵历史书丢了 气喘吁吁的艾莎失望地趴在桌子上 我还以为自己能多了解一些有关精灵召唤的事 可恶的作者 为了推销还真是不择手段 就在艾莎埋怨时 身边的精灵们让艾莎冷静点 艾莎也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 不对 精灵让我读的那本书可能有线索 艾莎翻动着魔法书 果然如艾莎所料 虽然是低级的窃约阵 但总比没有好 艾莎迅速准备书中提示的材料 只和笔都全了 就插换魔法阵了 换完魔法阵就把手放在阵上 然后念出咒语 构造万物的精灵们来成为我的力量 随即 艾莎身旁发出一道道金色光芒 灿烂的金光难免有些要因 不一会 金色光芒凝结一团 一个可爱的金色精灵出现在艾莎眼前 精灵突然说话 艾莎 你召唤成功了 艾莎听到这个声音十分惊讶 因为这个精灵就是陪伴在艾莎身边的精灵 名为露儿 是一个低级的光芝精灵 从小陪伴在艾莎身边的精灵化成了实体 艾莎也没想到和精灵签订签约这么简单 光芝精灵告诉艾莎 要想召唤更高级的精灵可就没那么简单 由于艾莎还处于年幼的种子 身上的魔力值还比较少 所以要想召唤高级精灵就需要等魔力值增多 在低级精灵上面还有四个等级的精灵 最高级的就是艾莎之前所看到的精灵王露米内斯 说到露米内斯 艾莎也没想到艾莎帝国最崇拜的神竟是精灵王 他不仅象征着胜利和荣誉 还是生命之神 而艾莎帝国即将要举办的祭典 也是为了向露米内斯祈祷 光芝精灵继续叙说精灵王的历史 其实在很久以前 造物主创造了咒语业 精灵王们也由此诞生 从那之后 精灵王的称呼随着石流逝而不断变化 露米内斯之前就被称为咒的支配者 现在被称为了光之神 但并非所有的神都是精灵 神和精灵一起守护着世界 所以人类有时候会懂 而露米内斯并非是神 只是精灵而已 随后艾莎问起精灵王是什么样的 露尔非常激动 还表达了自己对精灵王的爱慕之气 不仅有白金色的头发 还有迷人的眼睛 艾莎沉默了一回 不对 我不可能见过精灵王 是的 艾莎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精灵王 至今依旧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 艾莎紧张地问 我有没有可能召唤精灵王呢 露尔放下手上的甜品 一本正经地和艾莎说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成功召唤精灵王 因为人类不可能拥有召唤精灵王的魔力 艾莎十分失落 也对 精灵王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被轻易召唤出来呢 就在这时 艾莎想起了自己的哥哥 嘀咕着 哥哥现在在做什么呢 随即艾莎问了一下乳母 由于皇太子热衷于练剑不小心感冒 艾莎担忧极了 哥哥现在还好吗 病得很严重吗 乳母这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 艾莎立马抱住乳母 可怜巴巴地求乳母告诉她 艾莎可怜兮兮地向乳母打探哥哥的情况 原来 皇太子担忧感冒会传染给艾莎 才下令不许告知自己生病的事情 但艾莎不希望哥哥对自己有所隐名 于是艾莎要写一封信给哥哥 决定要告诉他自己的性命 让哥哥不用过于担心自己 画面一准 感冒使艾莎测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鼻子像被目塞塞住一样只能用嘴呼吸 连声音都是闷闷的 盼望艾莎的是骑士团的贝温 贝温与艾莎的关系很好 贝温问艾莎为何要拼命练剑 艾莎低估地说 那当然是提高自己的剑术 以应对各种突发情 是的 自从艾莎许下骑士蒙约的那一刻起 艾莎就知道 只有不断提升实力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这时 仆人告知伊西斯 艾莎的侍女求见 伊西斯听到后立马就起身了 原来 这是艾莎送来的信 伊西斯拿起信封 愣了一下 这对于伊西斯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 伊西斯打开信封便念了起来 可没读两句就咳嗽 还有点摇摇晃晃 贝温关心皇太子 让殿下不要太激动 不然会烧得更严重 伊西斯非常无奈 贝温 你真劳胆 给我转过头去 信封提到艾莎表达了对哥哥的思念和关系 看完信的内容 伊西斯有些愧疚 虽然上次在图书馆发现艾莎对自己有疑问 但艾莎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作为哥哥应该信任并知识 这也使得伊西斯更加坚定自己要变强 看着伊西斯的贝温不理解 伊西斯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的面 可能是因为贝温是独生 所以实在无法理解他的心情 也多亏了艾莎 皇太子才能打起精神 记得太帝斯皇后刚去世的时候 伊西斯简直像一只发疯的小野兽 如果没有现在的皇后和公主 她又怎么会露出这样的笑容呢 这是艾莎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使用魔力 春季祭典开始的第一天 所有人都在向光之神露米纳斯祈祷 随后进行神官医治病人的仪式 丑陋的伤疤都会在魔力下得到恢复 在楼上观看的艾莎非常好奇 精灵王如果不是神的话 那神官使用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路尔向艾莎解释 准确来说他们用的并不是神力 而是光之精灵本来就有的自愈能力 神官因为追随着露米纳斯大人并帮他传教 所以得到了一些力量 艾莎突然发现 既然光之精灵天生就有治愈能力 那我自己是不是也能使用这种能力 精灵笑着回答 那当然了 您完全可以使用这种力量治愈病人 艾莎高兴坏了 但是艾莎的力量并不是很强 只跟那群神官差不多 只有等到艾莎召唤的精灵越高 治愈能力就越强 像艾莎这种一出生 就可以看到精灵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要是被别人知道艾莎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肯定会遭到别人的忌妒 目前只好先隐藏好这个能力 这样一来精灵师的能力就能成为自己的秘密武器 一想到精灵等级越高治愈能力就越强 艾莎就直打落 不知情的皇后还以为艾莎冷到 祭典仪式结束后 皇后为了让艾莎多交几个朋友 帮艾莎安排了茶话会 无法脱身的艾莎已经许久没和哥哥说话 由于上午的氛围很严肃 艾莎没法找哥哥聊天 只能在一旁偷瞄 而现在哥哥距离艾莎有些远 就算假装露博 悄悄跟他搭话也很困难 看到如今的哥哥已经恢复健康了 艾莎也露出开心的表情 而哥哥身边的是被温公子 不仅剑术抄群 还在魔法方面也很有天文 是公爵家的继承人 这时艾莎身边的女孩突然和他搭话 公主殿下会来参加刺秀会吧 刺秀 我不太擅长了 女孩显得非常热气 滔滔不绝地和艾莎解释 刺秀确实不简单 但万事开头难吗 只要经常练习就会熟能生巧 我记得上次 艾莎显得非常肝大立马打断了他 我还是算了吧 是的 艾莎十分抗拒和这些人在一起 而另一边的女孩已经自言自语说了半小时了 不知道其他人是比他地位低 还是被他的气势吓到 另一直在附和他 天哪 谁来救救我呀 艾莎十分期待有人帮他解闭 就在这时 北温突然出现 艾莎公主殿下 皇太子有话想对您说 但我来找您的 哥哥有话跟我说 那我肯定要去一趟 周围的女孩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艾莎也感觉如是重负了 艾莎在无聊的茶会里忍受了半小时 幸亏贝温及时帮艾莎解闭 要是再待下去的话 恐怕茶话会还没结束 艾莎就要虚脱了 贝温也吐槽 那茶话会看起来就很无聊 随即贝温与艾莎坦白 其实皇太子殿下并没有吩咐我带您过去 艾莎愣住了 哥哥没有叫我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出来呢 贝温转头与艾莎对视了一些 我在外面都看到 您好像很为您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带您出来 而且太子殿下似乎也很想见你 艾莎对贝温说的话非常震惊 心想刚才她离得明明很远 竟然还能察觉到我面露蓝色 看来她很会察言观色 而且她还豁达又坦率 艾莎满脸笑容看着贝温 虽然她骗了我 但我还是很感谢她 毕竟我真的不想再和那些侯爵小姐们聊聊下去 突然艾莎注意到了贝温胸前的花朵 得意地告诉贝温 你佩戴的胸花 还有我头上的花环 都是我出的主意哦 为了迎接春天并表达对精灵的感谢 我才建议用鲜花来做配饰的 是的 在春季祭典前 艾莎参与了这次的策划 每天都待在宫里写春节祭典的方案 并且还得到了父母夸赞 贝温很惊讶 这是七岁小孩能做出来的吗 贝温还看出了艾莎这次的策划中 主要是想突出精灵存在的重要性 是的 毕竟一般人很容易忘记精灵的存在 而艾莎每天都能看到精灵 所以并不觉得陌生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精灵应该是既遥远又神秘的存在 贝温从心底佩服艾莎 公主殿下 您果然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成熟稳重 若是在皇太子殿下跟前 我可能没有机会和你说话 所以能像这样跟你聊天 我倍感荣幸 艾莎非常疑惑 为什么你在哥哥面前就不能和我说话 贝温正想和艾莎解释 却没想到皇太子从老远的地方打断了贝温 皇太子显得十分热情 直接把贝温挤开了 艾莎也终于明白贝温为什么不能和自己说话 那根本就是差不上话 一旁的贝温十分无奈 只能默默地吃下了一顿狗粮 小公主艾莎实在是太幸福了 谁也没想到上一世艾莎被陷害杀死 这一世却重生为敌国公主当团宠 就在艾莎和哥哥聊得朝天火热的时候 母亲和外公外婆也来到了策划会 原来皇后殿下因为有事要忙 所以让艾莎带外公外婆在皇宫里四处转走 艾莎非常高兴 这也是一次难得可以和外公外婆相处多一点 不过让艾莎没想到的是 贝温也跟了过来 而外公在边境也带领了一个只强大的骑士团 贝温公子肯定也很向往成为外公这样擅长用剑的人了 艾莎一行人来到了后花园 后花园里有一条拱形长廊 上面长满了鲜花 伴随着一阵微风吹过 花瓣从空中掉落 艾莎抓住了花瓣 此刻的他从未感受到这么幸福 外公叫住了艾莎 你站在那里别动 艾莎有些困惑 外公从口袋拿出一个会发光的圆形 原来这是魔法师新研究出来的影像球 他由魔力师提供能量 能存储风景和声音 外公说的话艾莎难以置信 随后外公晃动了一下影像球 而刚刚艾莎抓住花瓣的动作被完全记录 艾莎害羞极了 同时外公外婆被艾莎的可爱萌化 皇太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影像球 祈求外公送他一个 很显然 皇太子这个媚痛肯定想天天盯着影像球里的艾莎 由于外公外婆常年在边境 而这个影像球就是外公外婆专门为了记录艾莎才满 怎么可能会给皇太子殿下 随后皇太子对外公撒起了娇 艾莎和贝温被这一幕整笑 艾莎和皇后子双双口吐鲜血中毒晕倒 投毒之人会是谁呢 今天是祭典的重头戏 大家都穿着白色衣服 艾莎也穿了白色礼服 来到伊西斯宫里 皇太子和贝温正好在闲聊 艾莎不经意间看到墙上有一幅肖像画 而画中的女人正是泰迪斯皇后 是伊西斯殿下的母亲 伊西斯平淡地看着那幅肖像画 如果母亲还健在的话 那她看到现在的我会做何感想 虽然这样想有点傻 说着 伊西斯耸耸肩笑了 艾莎安慰道 哥哥 你要振作起来呀 伊西斯摇了摇头 我没事 你别担心 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 伊西斯摸了一下艾莎的头发 她的话温暖了艾莎的心 艾莎也有同样的感受 随后一行人来到了后花园 倒茶的仆人也来了 这也许是个老练的仆人 每个举动都做得特别标准 仆人把茶杯端在了艾莎和哥哥面前 而被温却拒绝了喝茶 艾莎很疑惑 这仆人以前就在哥哥宫里做事吗 我怎么都没见过 也许是祭典活动人手不够吧 艾莎没有多想就把茶杯的茶喝了 这时 精灵突然大声喊道 主人这茶不能喝 艾莎有点惊讶 精灵解释 直误精灵说这茶有点 艾莎还没搞清楚情况 鼻血就开始往下滴了 随之而来的是晕眩 艾莎看到伊西斯的脸十分苍白 用尽最后一丝口气告诉伊西斯 你别再喝这杯茶了 紧接着 艾莎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两人纷纷倒在了桌子上 艾莎和伊西斯中毒了 两人一起口吐鲜血倒在了桌子上 旁边唯一没有喝茶的被温方郎推开椅子 焦急地喊道 赶紧叫御医和神官过来 画面一转 所有贵族都在讨论 黄太子和公主中毒的事件 多亏有被温公子作证 投毒的侍从才能这么快被抓住 虽然被温得到了众人的夸赞 但他依旧十分愧疚 我明明就在旁边却什么都做不着 我为什么会如此无能 我一直以为想要守护别人的最好方法 就是主动出击 所以自己才每天学习 结果却在关键时刻束手无策 被温一直在埋怨自己 当时幸好皇后也在皇太子宫里 其实对皇太子做了应急措施 陛下的表情十分凝重 御医和陛下讲述了两人的情况 虽然公主殿下服下的伎量相对较少 但他年纪太小 所以中毒反应很强烈 另外 说到这里 御医开始支支吾吾 最后还是说出了最糟糕的情况 皇太子殿下摄入大量毒药 所以可能会有生命威胁 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贵族都吓倒 陛下低着头问 还有能救他们的办法吗 御医向陛下解释 现在关键是要弄清他们两人中了哪种 然后才能寻找解毒的办法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让神官用神力来为他们医治 但是大神官为迎接春季季 和高级神官们一起去寻理 陛下紧紧咬住嘴唇猜测 凶手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一年 寻理是春季祭典的惯例 把神官接回来至少需要三四天 陛下显得十分无助 难道艾莎和伊西斯要死了吗 是不是作者可以宣布全剧者 陛下十分不服下令全力救助两人 这时 其中一位伯爵低估者 在神圣的春季祭典当天 两位殿下竟然中毒了 这是不祥之兆吧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应该是诅咒吧 肯定是因为祭平省 神灵动怒了 皇太子没有资格成为继承员 陛下来到这位伯爵面前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儿子是不祥之人吗 伯爵立马弯腰解释 陛下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这是不祥的征兆 陛下彻底怒了 眼神不满的杀气 正如你所说 今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 所以我暂且放你一马 伯爵立马道谢 陛下接着说 但如果你还敢在我面前 侮辱皇族成员呢 我会割掉你的舌头去为乌鸦 这位伯爵吓坏了 我罪该万死都怪我可无遮拦 陛下没有追究转身离开了 但这位伯爵却偷偷地笑了 似乎所有事情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小公主艾莎中毒昏迷不醒 投毒的主谋依旧找不出 艾莎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 但还是需要借助神力 才能跟出体内的毒素 而大神官和高级司机 还需要两三天才能赶回来 皇后十分担忧艾莎 泪水已经布满了眼眶 而艾莎一直处于做噩梦的状态 话念一转来到了艾莎的梦境 漆黑的空间让年纪上小的艾莎很是恐惧 她本能的四处张望着这个陌生的地 似乎想寻找些什么 但脚下却被巨大的铁球绑住 很快 梦境的地点切换了 这是艾莎上一世的样子 被囚禁在地下监狱里 艾莎十分绝望 我的家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玛丽安呢 而完全不听我的解释呢 我好难过呀 艾莎全身全缩在一起 此时的她已经抱有轻声的想法 突然 艾莎的脑海中出现了另一个声音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你不是还有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吗 是的 艾莎很想问清楚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掉自己 不过 事到如今 在追求那些也毫无意义了 大家都讨厌我 而艾莎也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了 另一个声音安慰道 没关系了 因为相信你 爱你的人并不在这里 他们在等你回去 一个个回忆在艾莎眼前呈现 无论是哥哥还是父母 他们都爱着 相信着艾莎 艾莎擦了擦眼泪 内心坚信着自己已经不是艾莎莎 我是艾莎勒帝国唯一的公主 脚下的铁链逐渐消失 艾莎打破了心中的梦里 向着前方不断奔平 但无论艾莎怎么跑 好像都无法接近那道光 艾莎有些不知所措 扑通一声 艾莎躺在了草坪上 我还不能放弃 我要好好想想关于光的事 艾莎闭上眼睛享受着阳光 光对于我来说是家人吗 艾莎思考了一下 不对 家人的确是光 但那并不是全部 我也有光呀 一直以来疼爱着我的人 还有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光 这些都温暖了我的内心 伴随着一道道金色光 从胸口脱颖而出 艾莎记起来了 随后艾莎大喊了一声 光之精灵的名字 自信地朝着那道金光走去 昏迷不醒的艾莎终于醒了 而哥哥依然处于危险的状态 艾莎会暴露精灵之力拯救哥哥吗 刚从梦中醒来的艾莎 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母亲 皇后激动地直流眼泪 随后一边抱住艾莎 一边不停地念着艾莎的名字 被紧紧抱住的艾莎都快喘不过气了 皇后把御医叫了过来 御医表示 幸好公主殿下恢复意识醒了过来 不过她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 注意多加休息 好好调养 皇后伸出小手抚摸着艾莎的领带 没关系的 艾莎 你只要吃一段时间的药 再好好休息 很快就痊愈了 艾莎想起了哥哥 便向母亲问起哥哥的情况 皇后沉默不已 一边的御医告诉艾莎 依稀斯皇太子殿下摄入了大量毒药 目前情况很危险 要想治好依稀斯皇太子 就必须得大神官出面 但他现在正在进行医治学 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赶到 艾莎非常担忧 怎么会这样 虽然我中毒不神 但也是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而且这应该得益于光之精灵的帮助 可哥哥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 想到这里 艾莎开始忍不住泪手 艾莎赶紧从床上起来 皇后试图阻止艾莎 但艾莎的态度非常坚定 皇后也无可奈何 只能带着艾莎前往哥哥呢 艾莎的到来让陛下非常惊讶 艾莎 你怎么来这里 身体索歇了吗 艾莎并没有理会父亲 直接与陛下擦身而过直奔哥 皇后无奈地表示 我根本劝不动他 他非要亲自来看伊西斯 艾莎的状态并不好 走路的时候还有些摇摇晃晃 伊西斯的状态非常糟糕 就算是普通神官用权力 也没法让哥哥的情况变好 万一哥哥一直醒不过的话 艾莎想到这里哽咽了 随后召唤出光之精灵 路尔一出来就哭个不停 一直担忧自己的主人再也醒过来 艾莎突然严肃地问 我现在能召唤终极精灵吗 艾莎为了救哥哥不惜用命 召唤终极精灵 中毒刚醒的艾莎 还处于虚弱的状态 魔力值非常低 要是强行召唤终极精灵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但要是用上魔力时的话 说不定能成功 艾莎她知道 低级精灵的治愈能力 和普通四季的神力旗鼓相当 想要治好哥哥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中级精灵签订契约 哪怕暴露自己是精灵师的身份 艾莎拿起脖子的魔力石 用这块魔力石够吗 这是阿尔森在生日宴会上 送给艾莎的魔力石 自那之后 艾莎就一直戴在身上 路尔凑近瞧了瞧 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精美的蓝宝石十分好看 还带着微光闪烁 没想到的是 魔力石中的魔力 已经在你昏迷的时候全部耗尽 艾莎十分惊讶 怎么会这样 精灵向艾莎解释 之所以你这么快醒过来 应该就是这块魔力石中的 保护魔法起了作用 魔法一旦耗尽 魔力石就没用了 艾莎显微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的父母不知缘由 以为艾莎出现了精神错乱 一直在自言自语 皇后赶紧靠近艾莎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如果累的话就回房间休息 可能艾莎一直处于寂动的状态 她似乎没有听到母亲的话 一直想着要去哪里找魔力石 艾莎不经意间看到了贝温 似乎想起了什么 你能把魔力石借我用一下吗 贝温十分惊讶 原来艾莎知道贝温是魔剑师 之前的古语书也是借贝温的 看着艾莎画召唤阵的贝温 有些迟疑不绝 艾莎殿下应该还没有痊愈 就算这样做了恐怕也只是徒劳 艾莎为了哥哥强行召唤终极精灵 一个巨大的召唤阵赫然展现在众人面前 艾莎将魔力石放在召唤阵的中间 缓缓伸出右手放在咒术上 虽然现在还很脱力 但艾莎始终坚持着 构造万物的精灵们来成为我的力量 随即 魔法石的力量和召唤阵被触发 灿烂的魂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空气中还伴随着一道道雷电 这是成功召唤的征兆 但艾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力量在逐渐消失 一开始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但后面就像是水龙头被打开一样 体力哗哗的流失 召唤终极精灵比艾莎想象的还要难 艾莎开始有点呼吸困难 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滴 再坚持一下 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艾莎不停地自我鼓励 现在只有我能救哥哥了 艾莎用力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召唤阵的魔力逐渐增多 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出现在艾莎眼前 这就是终极光之精灵 她和路尔不一样 看起来像一位成熟的女士 平静又端庄 终极精灵和艾莎坐起来自我介绍 很高兴见到您 我叫利米爱 艾莎看着利米爱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缓缓站起身子 很高兴见到你 我叫艾莎 在艾莎站起的同时 感觉到了身体非常沉重 感觉像是做了大量的运动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艾莎年纪还行 也有可能是先天性不足 但是不管怎样 重要的是艾莎现在的体力和魔力都不足 在艾莎伸出左手的一瞬间 艾莎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看着利米爱 我们签订契约吧 利米爱从空中慢慢飘下 在艾莎的左手温柔的亲吻里下 代表了利米爱同意了契约 渐渐地 利米爱的身体开始呈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站在旁边的皇后 看着利米爱大吃一惊 艾莎 怎么回事 这是妖精吗 艾莎勉强清了青嗓子 她不是妖精 是一种精灵 看着妈妈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艾莎却无法再开口 如果有时间的话 艾莎想好好对母亲解释一下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告诉她自己的能力 但是没有时间了 艾莎的魔力太差了 仅仅召唤利米爱就足以让艾莎精神恍惚 艾莎现在要救哥哥 精灵的力量可以帮助她 艾莎使用精灵魔法治疗依西斯 如今艾莎要做的是怎样使用精灵之力 利米爱向艾莎解释 精灵和签约者从签订契约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共同体 所以不管相隔多月 您都可以使用精灵的力量 不过我们离得越近 治愈能力就越强 但现在艾莎体内的毒素还没清楚 还强行召唤了终极精灵和虚弱 利米爱只好附身在艾莎体内里提供力量 随即 利米爱化成一道金色光芒进入了艾莎的脑海里 艾莎的眼睛变成了黄宝石的颜色 伊西斯现在的状态并好 整个人脸色都十分苍白 艾莎握紧拳头 很好 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随后艾莎手伸向伊西斯上口 从未使用过的能力顺从地流进艾莎的身体中 随即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但艾莎发现治愈病人比想象中还要费力 伊西斯发出呻吟声 哥哥在精灵之力下得到了明显的笑容 艾莎高兴地笑了几人 但是在下一个瞬间 艾莎却开始绝望 因为艾莎的魔力就快要耗尽了 难道只召唤终极精灵还不够吗 艾莎想起了曾经与哥哥的回忆 他知道 他不能放弃 不能失去哥哥 不知不觉中 艾莎全身被汗水湿泡 还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哥哥 不能死 求求你睁开眼睛吧 我想看到你的笑容 滚烫的眼泪直往下掉 是的 艾莎感到了不安 感到了绝望 伊西斯或许会真的死掉 即使眼泪遮住了眼前的景象 艾莎也不敢擦眼泪 突然魔法渐渐消失 而艾莎亮亮呛呛地晕倒了 幸亏费温及时抱住了艾莎 父母非常担心艾莎 艾莎再次流下了眼泪 难道只靠我一个真的不够吗 治疗效果哪怕是只能坚持到大神观也好 就在这时 后方传来声音 这是死后的世界吗 是的 伊西斯殿下醒了 艾莎激动地跳到床上抱住了伊西斯 艾莎的精灵是身份暴露 但艾莎并没有把关于自己重生的事告诉众人 艾莎只是向神观解释了伊西斯是如何被唤醒 神观对艾莎能够召唤精灵感到惊讶 之前艾莎对伊西斯隐瞒的那本精灵书 是因为艾莎本身的存在就是特别的 这种能力给艾莎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好处 伊西斯能被救活证明艾莎他们都是幸运的 神观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犹豫了半天 几名神观和司机都没能唤醒皇太子 而公主殿下却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 难道说您是圣女吗 艾莎向神观解释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是精灵师 说完艾莎把路尔召唤了出来 被召唤的路尔似乎注意到了周围的人在看着 他轻轻地提起群角向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低级光之精灵路尔 看着可爱的精灵 大家都不禁敢看到 天哪 为了让大家都相信艾莎说的话 他只能先用这个办法想众人证明 神观钦佩地看着艾莎 公主殿下竟然有这种强大的能力 我承诺今后将全力支持您 神观的反应比艾莎想象的更积极 还被神观给予了圣女称号 之前艾莎还担心这个能力是否对自己有用 但看着神观对于精灵师的态度 艾莎的心稍微放下 陷害公主和皇太子的幕后凶手 被陛下下达最高承戒 承戒的手段极其残忍 强大的治愈能力使艾莎被神观给予最高称号 而这一切艾莎早料到有今天 但他不会因为这种力量而得到圣女称号就离开世俗 皈依神观的 他会留在皇宫 留在自己家人身边 但自己会好好利用这强大的治愈能力拯救更多人的 说完 北温向陛下说 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并且两位殿下也都有所好准 那我就先退下了 陛下同意了北温的情景 但关于今天所发生的是要暂时对外 就在这时 伊西斯叫住了陛下 告诉陛下事情还不能就此结束 您要抓住加害我和艾莎的人 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行 伊西斯露出了憎恨的表情 这也是艾莎第一次看到哥哥这么坚决又冷静的眼睛 陛下转身向伊西斯缓顾走去 当然 我会动用一切力量找出幕后主使 为了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 抓到他 我会割下他的舌头 弹下他的四肢 将他满门抄斩 最后把他的头挂在城门上为乌鸦 父亲把手放在伊西斯的头上安慰他 所以你们不用放心安心养兵 陛下的话使伊西斯放心了 还调侃了伊西斯父亲 您还要当着犯人的面 毒死他最爱的人 这样就算扯平了 是的 这招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确实有情 就连艾莎和贝温都觉得很无奈 他们真的好可怕 陛下笑着对伊西斯说 我会满足你这个愿望 由于艾莎不惜生命危险拯救了伊西斯 导致自己三周不能下庭 可爱的如母对艾莎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百般疼爱 一勺勺的为艾莎吃饭 艾莎十分不情愿 觉得自己并不是小孩子 只是不能下床走动 根本用不着这样为自己 如母安抚道 话不能这么说 现在您需要休息 一点都不能累着 您身体那么虚弱 甚至还吐了血 就让我来伺候您吧 艾莎只好无奈接受 一旁的精灵并没有理会任何人 只顾着自己吃点心 在就醒伊西斯的第二天下午 大神官赶了回来 并马上使用神力 对两位殿下进行了治理 所以并没有什么大碍 但御医可不敢待 每次都会在艾莎用过晚餐后来反派 还使用各种珍贵药材为自己熬制糖尿 药的气味和味道都很糟糕 每当这时 艾莎就格外憎恨下毒的人 但凶手已经被抓住了 皇帝并没有食言 他动用官员中所有的力量抓住了凶手 而凶手就是当天出言不信的伯爵 他是某个北方领地的伯爵 十分狂热地信奉着神明 在审问期间得知 他说自己之所以下毒 是因为不满伊西斯继承皇位 整件事的大概就是这样 艾莎叹了一口气 觉得这一切都像一场闹剧一样 艾莎中的毒竟然和上一世陷害的毒是一样的 而那个伯爵会不会是敌国派来的奸细呢 自从伯爵被抓后 犯人整个家族的人都被处以死刑 陛下对伯爵满门抄斩并没有满足 因为这和杀害皇族成员的罪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而那个伯爵真的只是因为 对伊西斯继承才下毒的 艾莎认为 毒害皇室成员的风险很大 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紧 而且犯人也没必要对自己下毒 哪怕他说自己是想读掉 艾米勒皇族的所有后代都比这个理由效果 艾莎坐在床上表情十分凝重 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底 因为他中的那种毒就是之前玛丽安内中的毒一样 这件事只有艾莎心里知道 但他不能贸然把重生的经历告诉所有人 这很容易引起贵族的动荡 一想到这里艾莎不禁握紧选择 脸上的冷汗不停地流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巧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莎的勺子掉落 这把乳母吓坏了 您为什么捂住胸口 是不是心脏不舒服 要不要我现在就叫医生过来 乳母的连续提问让艾莎都没办法插走 直到艾莎大声喊了一句 我真的没事才使乳母放下心来 但艾莎自己知道真正的幕后祖室并没有找到 艾莎在驾养并待了三周终于可以出门了 无论是月耳的鸟鸣声 还是顺着清风飘来的宜人花香 这一切都显得格外的美好 谁又会愿意困在房间里二十多天呢 虽然艾莎只能在午饭后散步短短三十分钟 但与过去的三周相比 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一只美丽的蝴蝶顿时把艾莎吸引住 白绒绒的薄衣裳略有些透明 宛如纯白的薄纱 艾莎蹲在蝴蝶面前不经等她 真漂亮啊 艾莎能享受如此美景 这都多亏了御医告诉母亲 每天晒三十分钟太阳有利于恢复健康 就在艾莎默默感情于衣食 后方传来一阵阵紧呼声 原来依西斯也来到了这里散步 两人一见面就一口同声地担心双方的病情 你的身体好点吗 两人在树荫下有说有笑 彼此吐槽整天待在房间 一个不能练剑 一个被迫喂粉 其实艾莎来找艾莎是有目的 艾莎告诉艾莎 那个被抓住的伯爵并不是真正的反应 幕后主使令有欺人 艾莎听到这番话并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艾莎也推断出幕后主使令有欺人 反而是艾莎有点惊讶 你好像一点都不吃惊 艾莎蛋蛋的回答 哥哥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你 艾莎向艾莎解释 一直以来 你总是表现得像个大人一般了 但你现在才七岁 我们想好好保护你 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任何创伤 父亲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所以才没告诉你事情的真情 艾莎目不转急地看着哥 既然你现在提到了这件事 那是不是想告诉我真正的幕后主使吗 艾莎前一世被伊登贝尔帝国陷害杀死 如今没开二度 伊西斯并不想把真正的幕后主使告诉艾莎 在哥哥的眼里 妹妹还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是啊 就算艾莎出生在皇室家族 那也是还不到七岁的孩子 伊西斯也只是想守护艾莎 守护所有人的珍宝而已 尽管如此 艾莎还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想知道真相 哥哥 艾莎那双清澈的蓝宝石眼睛非常坚定 其实我也想保护你 哪怕我还是个孩子也能保护你 你还记得上次我帮你治病的事吗 我也拥有非同一般的力量 你告诉我真相并不是一件坏事 为了变得更强大 我会继续努力的 艾莎说这番话的时候感到十分自豪 这一刻 拥有精灵之力让艾莎觉得无比幸 伊西斯再三确认 不会后悔的 艾莎没有改变主意 我不会 随后伊西斯慢吞吞地告知艾莎真相 经过父亲的调查得知 幕后主使就是伊顿贝尔帝国的皇族了 艾莎听到这番话后 脸色开始渐渐变白 是的 此前艾莎也很努力推理这件事的主使 但艾莎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听到那个 艾莎神情变得有些好 一脸难以置信的 真的是他们在背后捣鬼 伊西斯点了点 没错 虽然不清楚到底是谁谋划了 但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嫌疑人 现在伊顿贝尔帝国内部矛盾 因为皇太子拉齐亚斯的无 贵族们分成了好几盘 什么污点 他的亲妹妹爱丽莎 曾因杀害皇族成员魏瑟尔被准决 没等伊西斯说完 听到那个名字的艾莎赶上一阵寒战 整个人倒在了哥哥面前 艾莎就像丢了魂一样全身不惊哆 伊西斯感到情况不对 立马大声传疑 艾莎颤抖着抓住哥哥的一脚哀求的问 这和下毒的是有什么联系 伊西斯并没有回答 艾莎 现在你的状态不太好 还是等之后再说吧 突然 艾莎情绪非常激动 快点告诉我 他们为什么想杀我 伊西斯看着艾莎咽了咽口水 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 可能是伊顿贝尔的皇太子 是为了将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外 想在我们国家挑起事端 而那个伯爵就是伊顿贝尔帝国的奸行 伊顿贝尔皇族命令他杀死 伊西斯感到十分愧疚 没想到还连累了妹妹 这绝对是艾莎感到最恶心的一次 哥哥说出的真相和过去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 杀掉了上一世的艾莎也就算了 如今又想来家害艾莎这一世的家人 甚至还再一次地伤害到了艾莎 憎恨的火焰从艾莎身上沸腾 艾莎紧紧咬住牙关 努力地用急速呼吸来缓解心中的愤怒 伊西斯也一直试图让艾莎镇静下 但好像艾莎的情绪根本控制不住 伊顿贝尔帝国的家人给艾莎留下的阴影 就没有抹住 也许我们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艾莎在死亡前的恐惧 无论是一旁的仆人 还是面前的伊西斯都显得十分坦克 看来我就不应该告诉你真相 我们回去吧 散步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伊西斯试图让艾莎回房间休息 但此时的艾莎告诉你 雷娜你帮我转到如梅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 我有事要和哥哥商量 雷娜在行李后便离开了 艾莎紧紧抓住哥哥的神壁 神情像丢了回你啊 哥哥 我有话要对你说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是的 艾莎终于要和伊西斯坦白自己重生的秘密 但艾莎还是有些担忧 说出的话 他真的会信吗 伊西斯不明白艾莎的意义 艾莎 是什么事会让你这么 没等伊西斯说完 艾莎就打断了哥哥 我从出生开始就带着记忆 正想用手去安慰艾莎的伊西斯顿时停了下来 不仅如此 我还对前世发生的事无法忘了 我上辈子是伊登贝尔帝国的四公子 我被人诬陷想要毒死妹妹玛丽安的 可我明明是清白的 他们却一直苦苦相逼 还说从我的衣柜里找到了毒量 我根本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 所有人都认定我就是凶手 最终我被处以死刑 艾莎淡淡地说着 至今我还没有摆脱那狭窄黑暗的地下监狱 那段每天只能喝服水的记忆 艾莎描述的声音渐渐像是在风浪中漂泊的小船一样软弱 可伊西斯会相信艾莎说的话吗 即使伊西斯相信了 作为下一任国王的他会为了自己帝国的安全 而让艾莎再现梦魇了 艾莎向伊西斯坦白自己重生的秘密 但这无比痛苦的故事 听起来却又是那么荒荡无稽 曾经爱着的家人竟然会因为微薄的证据 就冤枉并杀害自己 艾莎私生那喊着 我从没有想过要杀死玛丽安哪 我从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 滚烫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艾莎握紧拳头 眼神十分坚定地看着哥哥 但我是清白的 请相信我 艾莎似乎心里有些担忧 我把实情都告诉了哥哥 他会说什么呢 他会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伊西斯坑腔有力地回答 让艾莎猛地抬头 那双不可动摇的绿宝石般的眼睛望着艾莎 我相信你曾是伊顿贝尔帝国的公主 并且你从未想要杀害自己的妹妹 我相信你的话 艾莎有些不知所措 但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我竟然重生了 我的妹妹很善良 不可能对别人起杀心的 伊西斯的微笑似乎温暖的艾莎 艾莎小小的身体被伊西斯紧紧抱住 伊西斯再一次强调 我相信你 艾莎不知不觉已经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 在哥哥的怀抱里嚎啕大哭起 重生后的艾莎一直摆脱不了上一世的阴摆 感觉时间好像一直停在14岁那年 但由于伊西斯的信任 时间的沙漏好像又重启开始流动 跟哥哥和盘拖出后 艾莎那些不为人知的冤屈仿佛发出了声音 向这个世界宣告着艾莎的清白 埋藏在艾莎心里七年的梦魇终于被打破 艾莎紧紧握住拳头 向哥哥坦白自己心中的想法 哥哥 我想复仇 我想要揭开真相证明我的清白 艾莎始终是过去的 我不能再逃避这个事实了 无论是艾莎的语言 还是艾莎的眼神都表明了这次复仇的决心 伊西斯从她的兜里掏出手 擦了擦艾莎被泪水沾满的脸蛋 一切都会如你所愿 我来帮你洗刷冤屈 我要让全世界记住你的存在 让所有伊顿贝尔帝国的人都祈求得到你的宽恕 艾莎和伊西斯在树荫下躺下来 宽宽的树之间可以看到蓝天和白云 细色的阳光很温暖 艾莎竭力遏制住困倦的精神跟哥哥说 我感觉现在的生活就像梦一样 但就算是梦也无妨 伊西斯慢悠悠地抚摸着艾莎的小手 这一切并不是梦 我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是因为现在太幸福了 艾莎害怕会失去这份幸福 误以为这只是一场梦 如果真的是你的梦 我就陪你一直坐下去 好好睡吧 我可爱的妹妹 伊西斯的话就像一首摇篮曲 话另一转来到了艾莎的梦境 漆黑的空间让年纪上小的艾莎失去了方向 是伊西斯的一只手牵住了艾莎 两人彼此微笑 携手朝着那道耀眼的光芒走去 他就是策划毒杀伊西斯和艾莎的伊顿贝尔帝国皇子 也是艾莎上一世的哥哥拉基亚斯 由于前几周毒杀埃米勒帝国皇太子失败 导致他现在十分忧愁 同时还失去了作为重要间谍培养的埃米勒帝国的伯爵 对于拉基亚斯来说 这不仅是巨大的损失 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经历 如果被人知道这件事与伊顿贝尔帝国有关 那么两国不仅会很难再维持和平状态 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战争 拉基亚斯本想毒害伊西斯让艾莎帝国陷入混乱 然后趁这个机会慢慢积累自己的努力 而自己的污点也会逐渐被人遗忘 不会成为自己登上帝位的绊脚石 甚至自己还可以一如反掌地将其吞进 拉基亚斯扎舌道 听说埃米勒帝国的皇帝不是一个会善罢甘休的男人 如果他们拿到了证据 不出几年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彻底破裂 不过伊登贝尔帝国也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 不会惧怕埃米勒帝国 可惜暗杀伊西斯的计划失败了 埃米勒帝国应该也会防备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吧 正因为如此 拉基亚斯才要冷静下来 理智地来应付最坏的结果 做出最适合的解决办法 拉基亚斯慢慢地抬起脚继续往神庙深处走去 塞琳那神庙里有一个巨大的祈祷室 通常都能看到一群人聚集在这里 但是今天这里被一个人独占 他头上戴着洁白的面纱 双手合十祈祷显得无比的虔诚 但皇太子拉基亚斯却一脸不满 看你 你又在这里祈祷啊 奥拉弗尼哥哥 他用甜美的嗓音叫着拉基亚斯并回头看过去 洁白的面纱和美不胜收的银色长发 还有帝国最推崇的金黄色童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那么的亲切 他就是拉基亚斯同父异母的妹妹玛丽安娜 你知道艾莎为什么能重生吗 你知道艾莎上一世的国家最崇拜的神明是谁呢 在艾莎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信仰的神明 埃米勒帝国信仰的神明是光之神路米纳斯 也就是传说中的精灵王 他象征着胜利和荣誉 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 也被人们称为生命之神 而伊顿贝尔帝国与埃米勒帝国崇拜的神明截然不同 伊顿贝尔帝国信仰的神明是塞琳娜 被称为月神和复仇之神 据说她的性格极度冷静 甚至可以说是冷酷 但是在多变的神明中 她是最公正的神 所以伊顿贝尔人把她奉为第一神 塞琳娜拥有蓝宝石色头发和俯瞰世界的金色眼眸 在遭遇不公平事情时 人们都会最先跑到塞琳娜的神庙祈祷 祈祷公平的她为自己讨回公道 但令人觉得最讽刺的是 就是这么一个崇拜塞琳娜的帝国 在艾莎被陷害时 却没有给予一个所谓的公道 伊顿贝尔帝国有这样一句俗语 在塞琳娜的神殿前等着 仇人的尸体会出现在那里 换句话来说就是 如果做出不义行为 就会遭到塞琳娜的爆发 这也许就是玛丽安娜 经常独占塞琳娜神庙的原因吗 在艾莎被戳瞎双眼后 艾莎曾向塞琳娜大人祈祷过 我真的没有复仇和申冤的机会吗 既然如此 那就请您立即让我死去 并且下辈子也不要让我重生为人 就让我成为一只没人爱 没人会在意的重一把 玛丽安娜为什么经常要独占塞琳娜神庙 难道就因为她被众人尊为圣女吗 拉基亚斯很好奇 明明在伊顿贝尔皇宫里也有祈祷事 却还是要在塞琳娜神庙祈祷 玛丽安娜望着塞琳娜大人 用充满渴望的声音回答拉基亚斯 但我还是觉得在这里祈祷 更能感受到塞琳娜大人的存在 紧接着 玛丽安娜微笑着问拉基亚斯 今天也是特意来看我的吗 是的 玛丽安娜为此感到十分开心 拉基亚斯看着微笑的玛丽安娜 莫名感到脑壳一阵刺痛 眼前开始浮现出爱沙上一世的样子 记忆中她应该是温柔又可爱的声音 春风吹着她特有的黑色长发 散发光彩的绿色眼睛总是开心的眨 还不时的向人们露出笑容 大家那时都很喜欢她 想到那里的拉基亚斯 突然皱起了眉头无端的开始偷偷 拉基亚斯感到十分困惑 为什么我每次一想起她就会偷偷 一旁的玛丽安娜担忧地问 哥哥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拉基亚斯还没反应过来 她的脑海仍然在不停地醒着那个孩子的声音 我没事 我来找你是想聊聊爱你的帝国的事情 拉基亚斯把毒杀伊西斯的事情告诉了玛丽安娜 但玛丽安娜的回答让拉基亚斯感到很走私 身为圣女的她竟然会为了毒杀失败而感到可惜 为什么拉基亚斯一想到爱丽莎就会偷偷 难道是被玛丽安娜下了诅咒呢 拉基亚斯回想起当年 爱丽莎企图毒死玛丽安娜并被处以死刑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 而且她的生母当时虽然是皇后 但为了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 还亲自将伊丽莎送上断头台 而作为爱丽莎亲哥哥的自己 仍然不能摆脱协助她加害玛丽安娜的嫌疑 自古以来 要想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帝 就不能有任何污点 幸好其他兄弟姐妹都支持自己继承皇位 但其他贵族却不一定 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我的污点 而推举其他皇族成员为候选 贵族们和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一向激烈 所以他们攻击自己也是必然的 为了让贵族们无话可说 自己一定要立下大功 比如征服埃米勒帝国 爱丽莎不仅试图杀害玛丽安娜 甚至还连累了我 真烦人 拉基亚斯看着自己的手掌 不禁回忆起那段时光 小时候我们兄妹的关系确实很不错 这时 拉基亚斯突然又迎来了一阵头痛 我们曾经关系很好 拉基亚斯的表情像极了被诅咒一样 算了 不过是无用的想法 对已经死去的人的记忆想起来也没用 就这样他下了结论不再声响 并向玛丽安伸出了手 如果你祈祷完了 我们就回宫吧 玛丽安娜小心翼翼地从祈祷室的长椅上站起 握住拉基亚斯的手 就在被握住的那一瞬间 拉基亚斯感觉手有些刺口 他的手实在是太冷了 与现在冷冰冰的脸庞相对应 而自己记得爱丽莎的手是很温暖的 拉基亚斯缓缓向大门走去 身后的玛丽安娜静静地望着他 露出了邪恶的笑意 但转过身的拉基亚斯却错过了他的表情 拉基亚斯撞回去的时候 玛丽安娜正笑得非常开心 就像是一只美丽的毒蝴蝶一样 你知道伊西斯为什么从小就失去母亲吗 其实伊西斯的母亲从小就体弱多病 在生下伊西斯之后 他的身体就变得更糟糕了 年幼的伊西斯每天都会陪伴在母亲身边 鼓励自己的母亲 母亲去世后 伊西斯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了自己身上 整天闷闷不乐 而伊西斯的外祖父为了帮伊西斯得到皇位 也开始了他的行动 在贵族们争权夺利的期间 伊西斯遭到了无数次的攻击 伊西斯不明白的是 外祖父为何这么执着于皇位 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伊西斯身为帝国的敌长 在母亲去世后 伊西斯的地位仍有可能会受到动摇 即使皇帝说了会立伊西斯一人为皇太子 但没人能说得准 外祖父一家会不会出什么事 或者下一任皇后生下孩子 伊西斯会变成什么样 这也使得伊西斯一直不相信任何人 只能为了坐上皇太子的位置一个人默默努力 然而 最近的形势更加严峻了 爱丽丝成了皇后殿下之后 外祖父每次见到伊西斯都会叮嘱自己要小心心皇后 但伊西斯觉得爱丽丝是个好 不管是他说话的语气 还是他的表情都很温柔 伊西斯并不想卷入大人们的权力斗争 一直躲着爱丽丝皇后母亲去世后 伊西斯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惩开心扉了 新上任的爱丽丝皇后多次想与伊西斯皇子拉近距离 可两人一见面 伊西斯就会故意躲着爱丽丝皇后 这使得爱丽丝皇后对伊西斯的未来感到十分担忧 但爱丽丝皇后并没有就此放弃 自己可以尝试用书信的方式开导伊西斯 还会主动和伊西斯搭话 但伊西斯每次都表现得很敷衍 而且对爱丽丝皇后送来的东西也不会珍惜 其实这些行为并不是伊西斯的本意 伊西斯曾想过 如果有人抛开自己是皇子的身份 只当自己是伊西斯这个人就好了 而如果真有那样的人出现的话 不管是付出金钱还是生命 自己都会在所不惜 时间飞逝 爱丽丝皇后进宫已经有一年了 此时宫殿内爱丽丝皇后正在与陛下讨论自己怀孕的事 众人为此感到十分期待 都在讨论孩子会是皇子还是公主 为了迎接新生命 独人表示自己要去布置一下新宫殿了 殊不知殿内的谈话刚好被伊西斯听到 其实伊西斯很喜欢一个人去新宫殿附近的小山坡外 看来以后自己是没法再去 伊西斯失望的转身离去 心想明天就再去最后一次 门外渐行渐远的脚步上 似乎让爱丽丝皇后察觉到了什么 第二天的天气十分晴朗 但伊西斯一想到今天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就十分不舍 这时身后传来爱丽丝皇后的声音 伊西斯十分惊讶 您来这里做什么 既然您来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 伊西斯大步离去 却不料被石头绊倒 整个人都滚下了坡底 你还记得爱莎第一次对家人开口说话吗 在生日宴会结束后 爱丽丝皇后早早就派人给伊西斯送去了邀请 主要内容是明天下午没事的话就一起去交友 伊西斯看了信后立马派人回复皇后自己会暗示到的 第二天天气晴朗 在春天里盛开的花儿们都在冲着太阳微笑 爱丽丝皇后抱着爱莎进入了花园 这时 在爱莎眼前慢慢展现出埃米勒帝国令人自豪的花园 无人很早就为爱莎一家人准备好了食物 从爱莎的角度看过去有好吃的巧克力蛋糕和甜甜的水果 还有泡好的红茶等等 事实上 爱莎和伊西斯每天都会见面 但一直没有正式的一起吃过饭 这次的交友让他们都很开心 爱莎自从接受了新的家庭后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伴随着春风徐徐的吹哺 爱莎感受到伊西斯的寒意还有一点点倦意 便轻轻地闭上眼睛 而伊西斯似乎还很兴奋地玩着 虽然爱莎还很想多陪陪伊西斯 但自己还是小孩的身体却不可控制的有些累 就在这时伊西斯突然问起皇后孩子是怎样产生的 听到伊西斯的问题的爱莎从困倦中惊醒 垫子里的空气被瞬间动起 伊西斯眨着单纯的绿色眼睛 脸上竟是好奇的神情 虽然找了各种书籍 但都没有记录孩子是怎样产生的 所以很想问你 孩子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伊西斯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是怎样寻找孩子的方法 爱莎皇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而爱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赶紧闭上眼睛 事实上 在爱莎的前一世是有学过这方面的教育 而伊西斯只有九岁 她还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很快 爱莎皇后就做出了解释 在爱莎出生之前 我的肚子不是圆圆的吗 孩子就像种子一样 在妈妈的体内生长十个月之后 就会自己成熟地出来 爱莎很疑惑 这个解释哥哥会相信吗 虽然是安慰小孩子的解释 但可以看出皇后也是尽力了 伊西斯整个人滚下斜坡后 爱莎皇后十分担心 不顾自己有孕在身 急匆匆地奔向伊西斯 她这样跑过来的话 伊西斯还没想完便大声喊到威胁 下一个瞬间 爱莎皇后双手捧住伊西斯的脸 左右摇晃查看伊西斯有没有受伤 最后得知伊西斯的膝盖被划破后 爱莎皇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说完 爱莎皇后的眼泪沾满了眼眶 而伊西斯依旧摆出一副高冷的样子 甩掉爱莎皇后的双手 您不用担心我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流了那么多血 没等爱莎皇后说完就被伊西斯打断了 不就是磕破了膝盖吗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您别再管我了 您这样担心我 只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而且您还怀孕在身 刚才不应该跑得这么急 说完 伊西斯垫得紧张起来 心想 他生气了吗 我故意说了伤人的话 他肯定会生气吧 之前我怎么没想到要这么作证 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逃避 而是伤人后翼走两只 伊西斯缓缓站起身子 那我先告退了 您别再管我了 还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吧 伊西斯说完便转身离去 爱莎皇后在身后喊着伊西斯的名字 试图想让伊西斯停下 伊西斯再一次又一次叫唤下 忍心地闭上了双眼 他肯定被自己冷酷无情的反应伤害到 他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给自己写信 也不会妨碍自己了 甚至不会再对自己笑 伊西斯紧紧咬住牙关 强忍着泪手 可下一秒 爱丽丝皇后大声叫住了伊西斯 伊西斯被封为皇太子 而爱丽丝皇后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伊西斯以为说了伤人的话 爱丽丝皇后就不会再搭理自己 可下一秒 爱丽丝皇后一把就抱起了伊西斯 并严肃地告诉伊西斯不要乱动 随后爱丽丝皇后把伊西斯抱到了石头上 从自己衣服上扯下一块骨 对伊西斯的伤口进行包扎 而伊西斯对于自己被一把抱起的情况 爱丽丝自己的身体 看到你膝盖流血我真的很生气 伊西斯惊呆了 皇后是因为我才这么难过的吗 真的是因为我吗 爱丽丝皇后继续说道 你知道自己有多重要吗 我是你如珍宝 结果你竟然让我别关心你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吗 听完爱丽丝皇后的话 伊西斯有些愧疚 那天过后 伊西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 爱丽丝皇后的任何消息 不久过后 伊西斯就要参加皇太子即位仪式 伊西斯他知道 之所以这么快就举行即位仪式 应该是为了在皇后殿下的孩子出生前 巩固自己的地位吧 这样一来 外祖父肯定会很开心 但是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会替自己开心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皇太子即位仪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己要一辈子当外祖父的提线末尔吗 想到这里 伊西斯有些烦躁 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这里 但自己也没有其他容身之处 伊西斯向窗外望去 好想变成鸟飞走啊 这时 伊西斯拿起爱丽丝皇后给的手 不由想起了爱丽丝皇后对自己说不得话 伊西斯望着手中的手帕 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见过面了 再过几个月爱莎就要降生了 在爱丽丝皇后的宫殿里到处都是宝宝的物品 今天 爱丽丝皇后特意邀请伊西斯进宫喝茶 但爱丽丝皇后很快就进入了主题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听到这句话的伊西斯愣住 果然外祖父说的没错 自己即将要成为皇太子时 爱丽丝皇后肯定会有时要求自己帮忙的 但接下来爱丽丝拜托的是 彻底让伊西斯打破自己对皇后的遗形 等我的孩子出生后 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好哥 伊西斯感到十分意外 是的 这个孩子很可能是女 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好好相聚 这还是伊西斯第一次有人希望自己 不是以皇子的身份为他人办事 爱丽丝皇后看到伊西斯并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一些紧张 是不是太为难你了 伊西斯沉默了一下 没有 我可以考虑一下 那天过后 伊西斯经常出入皇后的宫殿 曾经的伊西斯以为自己无处可去 而现实却出乎伊西斯的意料 皇后的宫殿很温暖 伊西斯每天都会趴在爱丽丝皇后的肚子上聆听妹妹的动静 宝宝在皇后的肚子里伸手踢脚 扭动身体 这一切既让伊西斯惊奇 又让伊西斯觉得幸福 这也是第一次成为哥哥这件事 让伊西斯十分满足 埃米勒帝国为伊西斯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皇太子册封仪式 但伊西斯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皇太子 他只是想在权力斗争中活下去 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外祖父逼迫自己 伊西斯低着头 用一句话向外祖父发泄自己在权力斗争中所不该承受的压力 我真的很累 此时此刻 伊西斯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他紧紧握住拳头 外祖父他会理解我吗 虽然自己不知道他将作何反应 但自己真的很想说出口 自己并不是为了成为别人的棋子才出生的 就算外祖父不理解自己 伊西斯也不后悔说出自己的想法 就在伊西斯紧闭眼睛 鼓起勇气想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外祖父却缓缓蹲下身子 向伊西斯说了一声对不起 孩子 我早就知道你并不想成为皇太子 伊西斯十分疑惑 那您为什么一直 你可能觉得我在狡辩 但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而你是他唯一留下的孩子 外祖父双手握住伊西斯的手臂 我只是想拼尽全力保护你 然而却显得像是自己想满足自己的野心一样 你的眼睛和泰蒂斯的一模一样 看着你的眼睛 我就会提醒自己要尽全力守护女儿的孩子 听到这里 伊西斯不由想起母亲去世前的画面 但很快伊西斯就告诉外祖父 您之前警告我说皇后是敌人是错的 爱丽丝皇后是个好 外祖父低下了头 你说的没错 是外祖父错怪的爱丽丝皇后 她应该还在宫里 估计正忙着准备你的即位仪式 你要去见见她吗 伊西斯笑得十分灿烂 我现在就去 时间飞逝 艾莎与伊西斯坦白重生的秘密已经过去七年了 今天是艾莎的第十四个生日 乳母早早就来到艾莎房间催促着艾莎起床 但艾莎在床上赖着不想起床 乳母告诉艾莎 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 艾莎在似睡非睡之中慢慢地想着 艾莎终于想起今天是她的生日 乳母的脸上出现了慈爱的笑容 温柔地抱着艾莎说 祝你十四岁生日快乐 不知不觉间 艾莎已经长到了成年人肩膀那么高了 银丝斑的长发也已经急腰了 但最让艾莎开心的是 再过几年就成年了 艾莎来到了皇宫的接待室 陛下和皇后在里面坐着 看着微笑的父母 艾莎用亲切的声音向他们问候 但陛下一眼就看出艾莎有些疲惫 原来是艾莎的生日礼物都堆满了整个屋子 被迫忙了一早上 而这些礼物都是各国给艾莎送来 陛下建议艾莎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把他们通通放在仓库里 听了陛下的话 艾莉丝皇后开心地笑了起 皇后从小就担心艾莎作为皇女在皇宫的地位 自己被这么多人重视她也安心下来 艾莎七岁的时候就获得圣女的称号 而艾米勒帝国时隔几十年都没有出现圣女 神殿突然出现圣女人们都为之疯狂 因此关注艾莎的人就更多了 但艾莎还是有些抱怨收到的礼物太夸张了 这时陛下突然说话 现在该轮到我送礼物了 陛下拿出一张地图 艾莎很好奇 父亲不可能只送一张地图吧 但很快艾莎就反应过了 是的 陛下送的礼物是一座具有钻石资源的岛 你知道艾莎十四岁的生日礼物大到什么程度吗 父亲和哥哥送的是具有钻石资源的钻石岛 母亲送的是外出旅行 以及帝国南部的别墅 然而钻石岛是李奥登公国唯一的经纪来源 本不应该给予埃米勒帝国的 但在伊西斯外交测史的努力行 还是把钻石岛拿下 这时外面传来咚咚的响声 原来是伊西斯因为晨练导致来往 伊西斯今年已经22岁了 在参加过成人仪式之后 伊西斯就正式称呼艾莎的妈妈为母亲了 现在的伊西斯简直帅得让艾莎无法直视 她既温柔又真诚 整个人还散发着一种独有的魅力 再加上文武双全和无可挑剔的外面 伊西斯就好像变成了童话故事中的王子 他有着无数的追求者 是整个帝国排行第一的新郎人选 但伊西斯拒绝了那些络绎不绝的求婚者 也幸好他还没有未婚妻 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陪艾莎呢 在艾莎高兴之后又想起了那件事 李奥登公国的钻石岛是怎样得到内省呢 伊西斯宠意地看着艾莎 多数人都通过了 我希望你能喜欢这个礼物 艾莎还是感到很惊讶 竟然能让国家的重要大臣 都同意把钻石岛送给自己 虽然真的很称自己心意的礼物 不过14岁生日礼物就是钻石岛 那下个生日礼物会可怕到什么程度啊 艾莎心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赶紧摇了摇头 一堂的皇后突然放下手中的茶杯 我不反对你们炫耀自己的礼物 但我的礼物还没公开呢 艾莎很好奇妈妈会给什么礼物 紧接着艾莎皇后温柔地笑了笑 接着说道 我要送给你的礼物是旅行 我还在帝国的南部 为你准备了一栋别墅 那里的气候温暖 风景宜人 是一个很适合放松休闲的地方 由于家人对自己的保护过于出格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让艾莎去皇宫外面 然而 这也是艾莎最不满的地方 就是在于不能出宫 作为继承人的伊西斯也出去过几次了 只有自己从来都没有出去过 但艾莉丝皇后好像会读新术一样 看破了艾莎的心思 一转眼 艾莎的生日宴会已经到了晚上 所有贵族都期待本次宴会的最后一个流程 由艾莎亲自使用圣女之力治愈受伤的民众 然而各个国家的礼物不断送过来 关注艾莎的人除了艾米勒帝国的百姓 还有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这种事实让艾莎感到巨大的压力 在宴会开始前艾莎就已经开始害怕 因为艾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出错 现在的艾莎不仅代表的是艾米勒皇室 还代表了信仰路米达斯的帝国神殿 帝国神殿那边虽然答应让艾莎留在世所 但是却要求艾莎每年在过生日的时候 要为帝国的老百姓治病 事实上艾莎并不想拥有圣女称号 也不想得到别人的过分关注 但艾莎毕竟还享有着路米纳斯大人的精灵之力 为了证明她的权能 并且分享这份恩惠 作为公主的艾莎必须承担这份义务 人们给了自己这么多的爱 我非常的感谢 如果帝国的百姓因为疾病在痛苦的身影 我又有能力治愈他们 那我有什么理由能够推脱呢 在中毒事件之后 艾莎承接了光明之神的力量 来治疗百姓的故事 开始轰动了整个大路 并带来了巨大的反响 从八岁那年开始 艾莎就一直在不断地学习 如何正确使用精灵的力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精神力的增加 艾莎的治愈能力变得更强 在这光环的作用下 每个国家都知道了艾莎的名字 不管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 艾莎都会使用精灵之力治疗他们 这也多亏了路尔的安慰 才使艾莎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开门声 艾莎回头一看 一个男孩子站在那边 他如同火焰一般的红色短发 在灯光的照耀下一声灰 被温的到来 让艾莎感到十分惊讶 他依旧是伊西斯的治友 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 皇室禁卫队的副团长 那天为了救伊西斯 艾莎向他借了红色魔力石 而那块魔力石至今仍放在 艾莎的手势盒里 本来艾莎打算还给他 但听到他笑着说 希望他能给您带来好玉石 艾莎也就只好收下 所以艾莎手上 一共有两块魔力石 一个是被温公子给的 另一个是上一世的好友阿尔森送的 在简单的行礼后 被温告知艾莎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在找您 艾莎高兴地回答 那我们走吧 被温望着艾莎的背影 不由感到公主殿下有心事 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随时告诉我 毕竟我们都在您身边 肯定会帮您的 艾莎转身回应 当然 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被温公子 谢谢你 神圣的仪式终于开始了 艾莎深吸一口气 用清脆的声音 召唤终极精灵 利米爱 随即空气中 呈现一道金黄色的光芒 一位金发少女 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神奇的现象 使得贵族们惊叹不已 这就是精灵吗 和七岁的时候不同 现在的艾莎 已经足够召唤终极精灵 这可能是因为艾莎 每天都在召唤 他们谈话有关系 在不断的尝试中 艾莎的魔力 也在不断地增加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精神力也在自然地增加 也多亏了这一点 艾莎的治疗能力逐年增强 艾莎询问利米爱 你能为她治病吗 利米爱来到病人面前 一道金黄色的光芒 再次呈现在众人面前 与此同时 艾莎能感觉到 自己体内输送的魔力非常充足 所以艾莎不需要 以消耗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也能治好病人 伴随着绷带缓缓脱落 病人的眼睛 在治疗魔法下得到了恢复 这时 整个宴会厅传来一阵 震耳欲聋的掌声 以及光芙声 圣女万岁 利米爱结束了治疗后 回到了艾莎身边 谢谢你 利米爱 艾莎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 被艾莎治疗好的病人 一脸不肯相信 本以为自己这辈子 将会在黑暗中度过一生 谢谢你 公主殿下 在她的感染之下 整个宴会厅都充斥着 圣女万岁的光芙声 艾莎高兴地看着她们 在艾莎中毒事件之后 伊顿贝尔帝国 在过去的七年里 并没有什么异常行动 但伊西斯却没有闲着 她为了帮艾莎复仇 更加努力地练剑 而艾莎为了能熟练 运用自己的能力 一直埋头钻研精灵术 他们如此拼命 就是为了不再像上次那样 毫无防备地被人算计 由于艾莎昨天过度 使用精灵之力 导致现在自己浑身酸透 不过只要休息几天 就能恢复了 艾莎躺在床上 若有所思 却发现自己有些无聊 便让如母帮自己拿个东西 艾莎邪妹一笑 是的 艾莎要去的地方 就是父母送的生日礼物 一张是钻石岛的地图 另一张是南部别墅的地图 但两个地方 自己要先去哪个呢 听说钻石岛是里奥登公国 为了和我们结成同盟才割让 而里奥登公国 从埃米勒帝国独立出去 已经快一百年了 但他们的国力 并没有强大起来 里奥登公国的根基 在埃米勒帝国 所以他们应该是想通过帝国 让本国得到发展 再加上埃米勒帝国的宿敌 伊顿贝尔帝国就位于北部边境 因此里奥登公国 很需要本国的同盟 每当听到有关帝国局势的消息 艾莎就会变得很明淡 幸亏爱丽丝皇后 送了一栋别墅给自己 因此自己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南部别墅气候温暖 还有着美丽的自然景观 一到夏天 贵族们就会来到这里度假 并开展各种社交活动 而艾莎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此处 这是艾莎第一次踏上旅行 即使是上一世的艾莎 也未曾旅行过一次 在与家人告别后 艾莎便踏上了 从皇城出发去往南部别墅的路 这也是艾莎第一次看到空间移动门 陛下因为皇室投毒事件 中大神官无法及时到场 而深刻明白了交通工具的重要性 从那以后 他在移动魔法镇上投入了大量经费 所以艾莎这次才有幸乘坐 新制作的空间移动门 只需几分钟就能达到南部 但从移动门到别墅 还要走三个小时 崎岖不平的小路 反倒增加了旅行的趣味 不一会 艾莎闭上了眼睛 在温暖的阳光下陶醉地睡着了 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公主殿下 我们到了 在车夫的叫声中 艾莎揉着眼睛努力从睡梦中清醒 随即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风景如画的庄园 庄园里耸立着闭色的别墅 夏天里徐徐微风和金色阳光下花正在盛开着 这座别墅整个都是用大理石建造的 虽然艾莎每天都看着豪华的皇宫 但看到眼前的景象还是忍不住连连等 真的好美啊 而且和皇宫建筑华丽的风格截然不同 相信自己一定会爱上这里 当公主殿下住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别墅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花园有香气扑鼻的白玫瑰 室内有热情的庸人和美味的晚餐 就连整栋别墅都处于保护魔法的屏障之下 其实魔法师在帝国的地位很高 所以魔法保护网要投入的成本也很巨大 这时 侍女突然告诉艾莎有人给您寄来了邀请函 艾莎感到很意外 明明今天才来到这里 这么快就有人寄来了邀请函 侍女端着厚重的邀请函来到艾莎面前 这数量简直把艾莎吓下一条 很快 侍女告诉艾莎这风是布莱尔家族寄来的 他们是南部最有威望的家族之一 而且布莱尔侯爵有一个和您年纪相仿的女儿 布莱尔侯爵的女儿叫罗斯布莱尔 她今年13岁 由于布莱尔家族本身的知名度 她在社交界已经颇有名气了 但目前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交界 对于艾莎来说 旅行时结交的朋友可是非同一般的 我决定了 我要去布莱尔家族 到了晚上 艾莎和路尔在阳台感受着夜色 艾莎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皇宫里 根本没有机会交到新朋友 以前皇后也让艾莎出席了一些社交场 但比起交朋友 当时的艾莎更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 想到这里 艾莎不由想起自己的唯一一个朋友阿尔森 艾莎呆呆的望着月亮 希望自己和罗斯布莱尔能成为朋友 没有朋友的话确实太孤单了 路尔 你算是我的朋友吧 艾莎用真诚的眼神看着路尔 路尔从桌子上缓缓飞起 当然了 在精灵界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召唤过我 所以我在第一次听到您的声音时 真的很开心 从很久以前开始 自己就寻找需要自己的人 最后找到了你 这让我觉得很幸福 不知不觉再次拥抱阳光的第一季 已经接近尾声了 许久未见的精灵王 也逐渐出现在了观众面前 然而 精灵王的出现并非是在艾莎的现实里 而是在梦境中 梦里只见艾莎独自一人躺在悬崖上 眼前开着大大小小的花 花瓣飞舞着向艾莎飞过来 这里是哪里 艾莎呆呆地支撑着坐了起来 很快 艾莎看到远处有一个金发少年站在悬崖边 内心不禁发出疑问他是谁 没等艾莎反应过来 一只金黄色的鸟从天空中飞到少年的手上 随后 一人一鸟彼此轻轻地碰了一下额头 这应该是小鸟向主人表达喜爱之情吧 艾莎在另一边直勾勾地盯着那个男人 突然 那位金发少年竟然回头与艾莎对视了一番 这也导致艾莎突然从梦中惊醒 醒来的艾莎并没有平静下来 心率也逐渐在上升 经过几次深呼吸后终于平静了下来 但这个梦一直让艾莎感到很疑 画面一转 艾莎已然坐上了前往观景的马车 由于南部的天气要比北部炎热一些 艾莎穿上了蓝色条纹的小裙子 身旁的侍女告诉艾莎今天的行程 首先是去安德烈平原绕一圈 再观赏一下峡谷 我们能在峡谷中看到倒峭的悬崖和优美的景色 在整个大陆那里是出了名的险剧 所以人际寒致 听到悬崖两字的艾莎不禁想起了梦境中的悬崖 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艾莎一行员很快就到达了卡斯卡峡谷 这是大陆最高的山脉下的一个分支 艾莎仰在头望着眼前的景色不禁发出感叹的声音 但很快艾莎的表情逐渐凝固 原来悬疑上的那朵花就是艾莎在梦里见到的花 乍一看 这个悬崖也和梦中的一模一样 一旁的侍女解释道 关于这个悬崖还有一个传说 据说那里人迹很智 生活着一些神秘的物种 艾莎很疑惑 神秘的物种 脑海中不禁想起了那个金发少年 侍女回答 是的 所以人类不踏入此地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公主殿下 您要是看够的话 我们就回去吧 然而艾莎还沉浸在自己的脑海中 下一秒 艾莎握紧拳头 好想爬上去看看吧 我敢说 到了悬崖上面就能遇见梦中的少年了 但由于悬崖太危险了 这个念头很快就被侍女打消了 艾莎只好回去之后让路尔去调查一下 她是受人敬仰的帝国公主 刚一下马车就被质疑是冒牌货 因为假公主一早就来到了会场 并向众人展示了自己的魔法 艾莎公主听到这消息不由一惊 难道那是玛丽安娜在冒充自己吗 下一秒 艾莎就被旁边的女孩叫住 你是艾米勒帝国的艾莎公主吗 艾莎立马十分坚定地告诉她 我就是艾米勒帝国的公主 听到这是真的公主 罗斯小姐不带一丝犹豫地提起裙子 向艾莎跪拜 见过帝国唯一的公主殿下 我是布莱尔家族的小姐罗斯 她是带蒙德公爵的小姐克罗艾 艾莎也礼貌性地向他们问好 对了 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下 听说布莱尔家族的舞会场中 出现了一名冒充我的精灵师 这是真的吗 布莱尔家族的小姐 直直无无地不敢说出原有 旁边的克罗艾见此情景 率先回答了艾莎 是的 公主殿下 那个假冒您的人就在舞会会场里面 没等克罗艾解释那个冒牌或是谁 罗斯小姐就打断了 但现在已经没事了 因为真正的公主殿下来 艾莎眉头一皱 真正的 罗斯小姐被艾莎公主的神情吓了一跳 而艾莎也看出了她有难言之隐也没多问 决定自己亲自进去看个究竟 艾莎当走进会场大门 华丽的装修映入眼帘 不愧是掌管南部地区的布莱尔大家族 但仔细一想 罗斯小姐说的真正的公主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帝国也就最有可能是玛丽安娜 会利用自己是帝国唯一的精灵师这一点来冒充自己 但由于假公主一早就展示了召唤精灵的能力 导致会场里的人都信以为真 如果艾莎这时冲进去说自己还是真正的公主 会场的气氛肯定会搞砸的 还会败坏会场的主办方布莱尔家族的名声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不做的好 所以艾莎决定让两名小姐给自己隐藏身份 你们就暂时称呼我为爱奈吧 两名小姐惊慌至极 我们怎么敢呢 在艾莎的强调下他们也答应 对于艾莎来说 大家都没有见过自己 只要自己利用这一点 就能在下面确定是不是玛丽安娜 两名侯爵小姐惶恐地跟着艾莎走向大门 艾莎定睛一看 那个人竟然不是玛丽安娜 在艾莎震惊过后 罗斯小姐终于说出了实话 她向艾莎解释 眼前正在展示魔法的是叫阿什利 是罗兰侯爵的二女 在您公开自己是精灵师的时候 贵族小姐之间就经常举办精灵术聚会 来确定自己是否拥有精灵之力 而不久前我们三人都参加了精灵术聚会 当时的魔法师老师说阿什利很有天赋 本来没有人能成功召唤精灵的 可不知为何她今天突然就召唤成功了 听完罗斯的解释 艾莎也一场震惊和意外 同时也十分头痛 自从自己获得圣女的称号后 百姓们对精灵的关注度急剧上升 没想到贵族会聘请魔法师举办这种巨鬼 但想想这个人不是玛丽安娜 能召唤出精灵确实是一名精灵师 但她为什么顶着诸九族的风险来冒充自己是公主 根据罗斯所述 她应该是短时间内培养出了亲和力和魔力的 并且那是低级水智精灵奈伊纳斯 理论上来说不可能召唤出来 艾莎对这人产生了怀疑 总感觉事情背后没那么简单 于是询问身边的两名小姐 近期阿什利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结果两人很坚定地告诉艾莎 阿什利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行为 而我们都是好朋友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自己肯定能看出来 艾莎听到他们说和阿什利是好朋友才反应过来 罗斯之前之所以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好朋友会因自称皇族而受罚才这样 那股莫名的魔力总让艾莎觉得不对劲 无奈的艾莎只好悄悄地召唤路尔 路尔你看那里 他就是人们口中说的那个精灵师 而且还召唤了那伊纳斯 我总感觉有种莫名的违和感 路尔马上飞到上空 仔细打量着那个精灵师 果然有端倪 他是用了魔法手镯 而魔法手镯是一种能暂存增强魔力的道具 很容易被使用者的负面情绪影响 而使用他必须以使用者的生命作为担保 稍有不慎就会丧命 还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失控 所以这是帝国禁止的魔法道具 而那个魔法手镯他又是怎么来的呢 艾莎赶紧四处张望着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就在这一瞬间 艾莎看到了一名金发少年 他怎么看起来很像我梦里的那个人 下一瞬 金发少年又消失在艾莎眼前 只见阿什利正在和众人闲聊着 精灵也需要休息的 现在我要和精灵一起去休息了 艾莎意识到自己必须跟上去看看 就在阿什利上楼的时候 艾莎发现她手中的魔法手镯散发出了一阵阵飞气 这怎么看都很不寻常了 但艾莎正想跟上去 却被罗斯叫住 您怎么突然离开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艾莎没把魔法手镯的事告诉他们 罗斯的父母突然出现 他们询问罗斯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罗兰家族的小姐是公主殿下 罗斯不知如何解释 艾莎便向罗斯的父母行礼问了 克罗埃也连忙告诉罗斯的父母 她就是埃米勒帝国的公主 罗斯的父母吓了一跳 赶紧向艾莎鞠躬 于是艾莎询问他们最近的休息是在哪里 而另一边的阿什利也出现了状况 她发现这就是真正的艾莎公主吧 要不是精灵气息 自己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她就是公主 而且那种气息和自己召唤内衣纳斯的时候很像 不应该说她的气息更强 阿什利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公主殿下惩罚的话 母亲肯定会 水之精灵发现阿什利的情绪有些变化便安慰道 主人 您快把魔法手镯摘掉吧 不然会有危险的 阿什利却笑着说 没事的 而且自己摘掉手镯的话 你很快就会消失的 毕竟我没有多少魔力 就让我们多相处一会吧 为了得到母亲的认可 她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假冒帝国的公主 享受公主般众星捧月的待遇 而这也是女孩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使用召唤魔法 她不于一力的一次次向众人展示 但真公主的到来让她十分害怕 于是找了个借口躲了起来 却不知道真公主在为她使用魔法手镯而担心她 舞会会场实在太大 就算艾莎公主吩咐数名手下都没法找到她 幸好克罗爱在关键时候想起了一个地方 她告诉艾莎公主 那里人尽罕至 阿什利极有可能是去了那里 魔法手镯的即将暴走让艾莎十分担心 就在三人正想出发的时候 那个金发少年突然出现拦住了去路 我知道你正在找那个白发少女 艾莎用惊讶的语气询问她 你见过她吗 少年一脸冷漠地回答艾莎 那个女孩为了召唤精灵用尽了全力 说不定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这让艾莎产生了怀疑 这人明知道魔法手镯即将暴走 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呢 这让艾莎忍不住质问金发少年 难道是你把那个给了阿什利吗 金发少年一脸不屑 你觉得我会有魔法手镯这么危险的东西吗 艾莎明明从来没有提到过魔法手镯 你究竟是谁 在会场里面的时候就觉得你有问题 所有人都好奇精灵 你却在一旁无动于衷 就好像你早就见过了精灵一样 我的确很了解精灵 少年的回答再次让艾莎一惊 说不定这人不是普通人 他和自己梦中的那个人一样 给人带来一种神秘的 艾莎大声质问他 你这么了解精灵 那在阿什利使用魔法手镯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阻拦他 我为什么要出面阻止他 使用魔法手镯召唤精灵 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可是艾莎正想回答 却被外面的一股强大气息打断了 艾莎明白 阿什利使用魔法手镯 才能召唤低级的精灵 这说明他的魔力十分低 身体状况肯定很糟糕 而外面的强大气息究竟怎么回事 是魔法手镯出现暴走了吗 神秘人示意阿什利杀了艾莎公主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公主 阿什利解释 那都是他们误会 并承认自己完全可以向他们解释 自己不是公主 阿什利十分后悔 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为自己欢呼 一时鬼迷心窍才没有澄清真相 阿什利留下悔恨的泪水 到头来自己既不是真正的精灵师 也不是真正的公主 神秘人却皱了一下眉头 神情阴深地告诉阿什利 只要你变成真的不就行了吗 阿什利惊呆了 您不会想让我假冒真正的精灵师吧 但想想自己还是算了 就算这样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都不会变成真的 却不料阿什利的话激怒了神秘人 一句闭嘴直接让阿什利神情该治 我还以为你会有所进步 却没想到你尽是这副德行 我就不该对你抱有期待 神秘人指着阿什利手上的魔法手镯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就把魔法手镯还给我吧 阿什利犹豫地捂住魔法手镯 他舍不得水智精灵就这么离开自己 神秘人哈哈大笑嘲讽道 真让人难以置信 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和精灵竟然培养出了感情 下一秒 神秘人要亲手杀了阿什利 贪出自己没能力得到的东西 是要付出代价 伴随着魔法手镯的催动 一道黑紫色的攻击朝阿什利飞去 阿什利无奈地放弃抵抗 做好被杀的准备 就在千军一发间 艾莎及时救场 发动精灵之力挡下了攻击 很高兴见到你 阿什利 这一刻阿什利感动万分 明明自己假冒公主 已是犯下天条 艾莎公主却没有因此计较 反而还救下了自己 而自己的母亲 却是那样对我 阿什利高高兴兴地告诉母亲 自己能召唤出低级水之精灵吗 等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夸赞 没想到却迎来母亲的一个耳光 还被怒斥到 大家为什么会认为 自己是公主殿下 不给罗兰家族争光就算了 还闹出这种乱子 水之精灵都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在阿什利背后吓得直哆嗦 阿什利赶紧为自己的错向母亲道歉 但为力士图的母亲 并没有停止谩骂 既然你成功召唤了精灵 就应该利用自己是精灵师的身份 和公主搞好关系才对 艾莎召唤终极精灵利米 为阿什利抵挡神秘人的攻击 神秘人见对方 也是精灵师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 便想把攻击目标 转换为一旁的贵族小姐 艾莎赶忙叫他们不要靠近正 但现在提醒他们已经晚了 神秘人再次催动魔法手掌 却想不到那个精发少年 也是一名精灵师 神秘人见状不妙撒嘴就好 罗斯向前安慰阿什利 问他为什么明知魔法手掌 有危险的情况下还使用他 要是你真的受了伤怎么办 为了区区一个精灵 你就 没等罗斯说完阿什利就打断了 怒斥罗斯不懂就不要随意指责我自己 你们根本不懂我的处境 你们可以轻轻松松就能得到家人的爱 可我呢 阿什利一边流泪一边解释 你们知道我为了得到家人的认可有多努力吗 艾莎听了后也感同身手 上一世的自己也和阿什利一样 为了得到母亲的爱也曾拼命努力 但就算自己只是犯了很小的错误 母亲对我也是非打击嘛 艾莎是以阿什利把手镯摘掉进行治疗 可这遭到阿什利的拒绝 还被阿什利说自己的不是 您已经拥有强大的力量 您是不会理解我的苦衷的 而像我这种为了得到精灵而不择手段的人 阿什利突然停止说话 露出难受的表情 随后转身就跑进了森林 艾莎也立马追了上去 这时 金发少年却阻止了艾莎 都说艾莎之所以能重生是金灵王给予的 但金灵王对艾莎的人品并不了解 也不知道让他重生是否正确 也许金灵王需要一个答案 金灵王拦住正想追寻阿什利的艾莎询问 你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事 明明这一切都是阿什利自己选择的 而且你救了他 他反倒这样对你无理 真的有必要追过去吗 你这样做又能得到什么呢 面对金发少年的问题 艾莎发出灵魂拷问 难道一定需要什么理由吗 很快艾莎又给出答案 有些人需要帮助 而自己又恰巧有能力帮助他们 这不就行了吗 所以家人们给我投投票吧 第一名才有入场券的机会 还差一万多票 求求了 听完艾莎的回答 金灵王感到既意外又惊喜 艾莎转过深散问道 刚才你也使用魔法保护了罗斯和克罗爱 按你的话来说 他们的性命明明和你无关 那你为什么又要出手相救呢 金发少年被问得哑口无言 那是因为你有能力帮助他们不是吗 其实我也一样 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由 因为我并不打算成为多么了不起的圣人 说完 艾莎转头望向阿实利离开的方向 想想这里这么大 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找呢 还是说自己先回去 就在艾莎纠结万分时 金发少年又开口 艾莎就要被他烦死了 却没想到眼前迎来一道耀眼的光芒 一只巨大的金雕飞过头顶 原来这是金发少年召唤出来的精灵 我把他借给你 你可以骑着他去找人 艾莎连忙道谢 于是骑着金雕飞向天空寻找阿实利 在寻找中 艾莎不由想起刚刚对金发少年所说的话 自己回答的话听上去就像帮助别人不需要理由一样 但自己帮助阿实利完全是出于私心 在自己还是伊顿贝尔的公主时 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 那时候多希望有人能听听自己的倾诉 不过多亏了现在的家人们 自己才能成功克服过去的伤痛 我知道阿实利那时候的感受 所以哪怕帮不上很大的忙也没关系 我只想向家人对待自己一样 听听阿实利的故事 尽可能帮助他 毕竟自己很想向他伸出援手 而另一边 阿实利跑到了会场外 想着自己不仅假冒公主 还对真正的公主大吼大叫 想必自己很受到很重的惩罚吧 母亲会不会因此直接抛弃我呀 毕竟自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废物 还经常惹麻烦 阿实利跪倒在地 向着天空大哭 难道自己真的不值得被爱吗 这一系列的行为引起群众的注意 他不是公主殿下吗 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烧 快点叫下人过来 另一个贵族阻止的 你咱说什么呀 他怎么可能是公主殿下 他明明是罗兰家的小姐 阿实利听着众人议论纷纷不由颤抖 现在是最好的解释 总不能一错再错了 可阿实利压抑不住自己心中的恐惧 我好害怕 谁来帮帮我呀 阿实利无助地闭上眼睛 突然 身后传来声音呼唤自己 阿实利抬头一看 艾莎公主的出现就像曙光守护者一样 现在没事了 我来帮你 艾莎化身为曙光守护者拯救迷途的阿实利 得亏有了精灵王的帮助 艾莎才得以快速找到阿实利 贵族们都猜测着艾莎身边那个鸟是不是精灵 结果当看到金雕在一瞬间就消失时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那个少女难道就是帝国唯一的公主殿下吗 见艾莎公主没有否认贵族的猜测 他们受宠若惊地向艾莎行李 既然真正的公主出现了 那她又是怎么一回事 贵族把矛头指向了阿实利 就在阿实利以为自己将会受到贵族们的指责时 艾莎集中生智 想出了一个完美的办法 她微笑地走过去 将阿实利扶起说道 我感觉到赠予你的魔法非常不稳定 我才过来看看呢 你还是太努力了 阿实利小姐 即便今天是这种日子 你也躲去森林里一个人独自练习魔法 但你还是要劳逸结合呀 贵族们听到艾莎的话 又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什么 是公主殿下赠予的魔力吗 艾莎连忙点头 我听说贵族小姐之间很流行精灵球聚会 而刚好我发现这位小姐骨骼惊奇 为了让帝国增加精灵师的数量 我便把魔力赠予了阿实利 艾莎一边召唤终极精灵 一边继续解释 看来是因为我的迟到 导致大家才产生了误会 阿实利小姐 你说是吧 阿实利看到公主并没有责怪自己 反而主动为自己解围 还愿意使用魔力治疗自己 阿实利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便真诚地向艾莎道歉 艾莎选择原谅并理解阿实利 我知道你很痛苦 你一定不想和精灵分开吧 它不仅是你得到别人认可的方式 还是你珍贵的朋友 所以你下次能用自己的力量召唤它吗 召唤出那只属于你自己的精灵 有了艾莎的鼓励 阿实利与水之精灵约好了 自己会努力的 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把你召唤回来 想必那时我不仅会变强 心智也会更加成熟 那伊内斯你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当然了 我会永远陪伴着你 阿实利依不舍地向精灵道别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暂 但真的很感谢 阿实利摘下了魔法手镯 水之精灵也随之消失在了阿实利眼前 刚好罗斯和克罗埃也赶过来 还好阿实利身边还有朋友 假冒公主这件事也告一段落 艾莎向路尔感慨今天发生了好多事 为什么坏人总想利用别人陷入绝境的时候做坏事 如果这世上只有光明就好 就在这时 桌子上的魔法手镯突然发出黑气 这气息不应该在阿实利摘掉后而消失的吗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那是因为这里面汇集的是他负面的气息 艾莎被突然出现的金发少年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后退了几步 艾莎这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男人看到精灵并不惊讶 反而是一副司空剑惯的样子 再加上他还能召唤出高级精灵精雕 最重要的还是他身上的光之气息十分强大 自己可以肯定 他就是光之精灵王 路米纳斯 万万没想到 精灵王不再隐藏自己的气息 出现在艾莎面前 这着实让艾莎和路尔大吃一惊 立马提起裙子向精灵王行礼 而路尔更是飞到精灵王脸上求抱抱 王 我可想死你了 艾莎看着眼前的精灵王心想 他居然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年轻 而且他的光之气息十分强大 怎么之前就没认出他呢 艾莎生怕精灵王责怪 也是赶紧对自己的无理之举道歉 表示自己只顾着担心阿什利 所以无意冒犯了您 精灵王耸了耸肩 是自己故意隐藏了气息 再加上现在这副样子很难认出来了 说完 精灵王关心起了艾莎 对了 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艾莎一脸猛逼 不知精灵王为什么要这样问自己 精灵王向艾莎走近了一步 伸手摸着艾莎的脸蛋说道 你不是为了治疗阿什利消耗许多力量吗 你现在的气息有些不稳定 艾莎看着帅气的精灵王感到有些害羞 慌疆地向后退了几步 我没事 谢谢您的关心 不过您说魔法手镯中 都是阿什利的负面气息是什么意思 精灵王皱了皱眉头解释道 那些魔法师并不只是提高佩戴者的能力 更多的是为了收集佩戴者的负面情绪 精灵只是他们实现目的的噱头版 艾莎听完精灵王的解释直言太过分 他们怎么能将精灵用在这种地方 艾莎记得握紧拳头 这时精灵王试探性地询问艾莎 你一直都对精灵很感兴趣吗 艾莎不知道精灵王此话的意思 你帮助那个女孩的时候 好像还很担心她的精灵 艾莎连忙解释 那是因为自己一出生就和精灵们待在一起 不管是自己开心还是难过 精灵总是时刻陪伴着我 所以我担心阿什利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到精灵 毕竟精灵一直都是自己很珍贵的朋友 精灵王听完艾莎的解释有些吃惊 毕竟召唤师和精灵是主妇关系 而她居然把精灵当成自己的朋友 艾莎很好奇精灵王来人间的目的 您是专门为了阿什利来到人间的吗 精灵王没有否认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自己发现有人想利用精灵做坏事 但自己来这里也是为了见你 为了见我 艾莎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你很特别 为了别人挺身而出 还很珍惜精灵 而普通人并不会担心精灵 大胆拿出花朵向艾莎坦白 这也是艾莎第一次收到男孩子送的花 其实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对你还不够了解 艾莎害羞地接过小花花 谢谢您 心想 这不是那时开到悬崖上最想要的花吗 感觉这一切就像做梦般 竟然会在机缘巧合下见到这个帅气的精灵王 也许光是见这一面都用尽了作为精灵师的运情 艾莎依依不舍地询问精灵王 您现在就要走了吗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精灵王点了点头 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艾莎心满意足地向精灵王告别 一转眼 艾莎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 明天就要回皇宫了 本想着能在这里交到一些朋友 结果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导致自己都没有交到一个朋友 就在艾莎抱怨时 侍女告诉艾莎 罗斯克罗埃和阿什利提交了面见您的申请 艾莎感觉很遗憾 自己明天就要回去了 只能等到下次 这时 路尔阻止了艾莎 主人 您不能就这样回去 一股劲地推着艾莎快去和他们见面 而三人早已等候多时 我们已经提交了申请 等时间定下来之后会再来见您的 艾莎尴尬地笑了笑 可我明天就要回皇宫了 三人听完艾莎的话 互相看了看对方 既然如此 我们正打算去市区逛逛 您要不要一起去呢 艾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她是帝国唯一的公主 拥有无与伦比的魔法 所以她对精灵术颇有研究 刚好朋友们都想更了解精灵术 自然的 艾莎就成了他们的老师 罗斯三人将艾莎带到了他们从小到大 都在用的秘密基地 别看外表破就不堪 但里面的装饰都是罗斯三人精心布置 承载他们无数的回忆 艾莎也没想到 他们会邀请自己来到这么有意义的地 内心感到无比开心 艾莎也不忘自己的精灵 询问罗斯他们自己能召唤路尔吗 罗斯满眼期待 随着召唤结束 路尔优雅地向众人行礼 谢谢大家允许我出来 看到可爱的路尔三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 这时 阿什利突然感到有些愧疚 她再次向艾莎道歉 对于昨天在舞会上发生的事 自己真的很抱歉 阿什利握住自己的手继续说出原有 自己为了得到母亲的爱 才做了错事 而且自己也没有控制好情绪 如此出言不逊冒犯了您 可即便这样 您还选择原谅我 并从黑暗中把我拉出来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 艾莎惊响 她只是个13岁的女孩 犯错也是在所难免的 艾莎伸手安慰阿什利 没关系 你已经道过歉了 在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 一个孤零零的情况下 不管是谁都会觉得痛苦 所以我能理解你的选择 而且责任不全在你 毕竟魔法手镯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 所以我希望你能遵守和水精灵的约定 以后不再为诱惑所动 用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活下去 而且水精灵一直都会陪在主人身边的 阿什利惊奇地问 那伊内斯在这里是吗 路尔率先回答 没错 阿什利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流下了眼泪 他们度过了一天的快乐时光 艾莎也到了告别的时候 谢谢你们带我逛了那么多地方 下次我会在皇宫里招待你 一定要来哦 罗斯开心地回答 我们肯定会去的 毕竟我们是朋友吗 朋友 艾莎听到这次愣住了 又忍不住扑撕一笑 没错 我们是朋友 毕竟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家族徽章放在了秘密基地 精灵王竟然要和艾莎公主做朋友 果然喜欢一个人都是要从朋友做起 原本艾莎以为这次舞会只交到三个朋友 却没想到在离开的时候 发现精灵王居然坐在自己的马车上 这把艾莎吓得眼睛都没有了 不知情的是女孩一脸猛逼 四处瞻望马车里面的情况 却什么也没看见 原来只有艾莎才能看到精灵王 艾莎立马询问精灵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坐在我的马车上 精灵王却不急不躁地回答 我不是说了吗 我觉得你十分有趣 毕竟精灵王原本并没有家人和朋友 但看到你大大咧咧地说精灵们是你的朋友 我突然也想结交你这个朋友 艾莎被吓得直冒冷汗 明想和我交朋友 所以你打算和我一起去皇宫吗 是你要去皇宫 我只好跟着去 毕竟我们说好了要做朋友吗 艾莎又是一惊心想 精灵王肯定不懂人类世界的常识 怎么办 自己又不能跟家人说他是陆米娜斯大人 如果我带着陌生男子回皇宫的话 哥哥肯定气得病倒在床 父皇更是要把他塌叉掉的 不行 这种情况不能发生 艾莎试图用语言改变精灵王的想法 其实朋友之间 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待在一起的 毕竟每个人都有私生活 私生活 精灵王一脸猛逼 不禁感叹人类真的活得好复杂 这时的艾莎已经泪崩了 难道不是您太单纯了吗 精灵王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 突然艾莎想到一个注意 要不您时不时过来找我玩怎么样 毕竟自己是公主 您还是最好有个明确的身份 精灵王立马点了点头 也只好这样了 伊西斯和精灵王都在为艾莎争风吃醋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首都移动门刚结束 艾莎就得知哥哥来迎接他了 这把艾莎高兴的直冒泡泡 看起来你好像很兴奋 他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艾莎有些愣住了 但很快告诉精灵王 那当然了 哥哥在自己心中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说完艾莎立马跳下马车 开心的向哥哥奔去 伊西斯一把抱住自己的妹妹问道 看来你很适应南部的生活呢 脸色都比之前好多了 那是个好地方 要是能有机会和你一起去吧 两人互相寒暄几句后 伊西斯提议要和妹妹一起坐马车回皇宫 这把艾莎吓得叮当响 路米内斯大人还在马车上 哥哥应该看不见他吧 伊西斯还没等艾莎回话 就拉着他一起去坐马车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伊西斯看着马车里面突然停了下来 艾莎这一刻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哥哥的眼睛立马警惕起来 艾莎 这位绅士的男子是谁 艾莎越想越紧张 难道哥哥也能看到精灵王大人吗 那他之前是怎么让是你们看不见的 艾莎假装不知道 什么绅士 哥哥你在说什么呀 伊西斯没有理会 直勾勾的盯着路米内斯 算了吧 还是让这位绅士自己回答吧 这位是陆 伊西斯看着妹妹结巴的样子有些怀疑 他叫陆温先生 在路上发生了一些事 然后就同坐一辆马车了 他不是坏人 你放心吧 艾莎忐忑地编了出来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毕竟自己没有信心解释路米内思想和人类做朋友的事 伊西斯的脸突然暗了下 语气沉重地询问道 你对他一见钟情了吗 艾莎都傻眼了 难道你们在派对上命运般的相遇后私定终身 为了求婚一起乘坐马车回皇宫 画风逐渐离谱 伊西斯都眼泪汪汪了 艾莎更是一惊 哥哥你在说什么呀 伊西斯完全听不进艾莎的话 如果我们不答应 你们就要私奔了 呜呜不行 你现在年纪太小了 还不能结婚 路米内思看着两兄妹不禁笑了 我是路米内思 两人惊呆了 伊西斯立马严肃道 你说你是路米内思 你在开什么玩笑 路米内思微微一笑 我是路米内思的信徒 这样你能理解了吗 也就是说你是光之神官 路米内思轻松地回答 可以这么说 但看你的样子 应该不是普通的司机 一旁的艾莎 忍不住心中吐槽 当然不是 他可是神殿的主人 伊西斯询问艾莎 怎么认识他的 艾莎又随意编了一个理由 他想去圣殿 所以我就答应在他一程了 那他可以坐别的马车呀 艾莎解释 毕竟他是我的客人 当然要隆重一点 伊西斯还是有些介意 当面询问路米内思 你打算一直坐在这里吗 路米内思也不逊色 不然呢 我会给你安排一辆马车 你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 没必要 我要和圣女聊天 两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烈 一旁的艾莎都不知如何是好 一边是随意对待皇太子的神官 一边是随意对待光之神的哥哥 艾莎都累奔了 路尔 我们能平安到达圣殿吗 路尔反倒很开心 这样好像交由 艾莎把精灵王送到圣殿后 伊西斯就开始对艾莎进行严厉的批评 就算他是圣殿里的人 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同乘马车很危险 你身为帝国唯一的公主 又是帝国唯一的精灵师 肯定会有许多人对你虎视眈眈 尤其是男人 你要离他们远一点 艾莎礼貌性的笑了笑 哥哥你真是的 可伊西斯再次严肃告诉艾莎 自己是认真的 刚才那个神官看上去并不简单 突然在路上偶遇这种人是最可疑的 艾莎意识到哥哥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自己 道歉让哥哥担心了 回到皇宫后 父皇和母亲看着眼前的一幕都惊呆了 艾莎给他们带的礼物都能堆成一座小山 艾莎特别像皇后 原来是艾莎专门给母亲挑选 还有哥哥和父皇专门挑选的礼物 这把他们一家人高兴坏了 没想到艾莎在旅途中也想着我们 艾莎表示自己还交到了一些朋友 一个很开朗 一个很体贴 还有一个令人想为她加油 艾莎发自内心的嘀咕着 母亲为艾莎交到朋友感到自豪 既然是你的朋友 那他们肯定也都是好孩子 而且我们已经听说了舞会上发生的事 你能圆满地解决问题 说明你得到了成长 你和她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吧 艾莎有些欣慰 表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帮助她 自己作为公主 必应按照王法来处理这件事的 父皇对艾莎摇了摇头 你不用在意这些 你作为公主 你的所作所为就是皇宫的礼品 哥哥也敢忙安慰道 你是个聪明善良的孩子 既然你把她当成朋友 那我也愿意接受她成为你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你别受伤就好 母亲也走向艾莎安慰道 有时候懂得温柔包容的人 也懂得坚定的战胜困难 艾莎 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 看样子这次旅行让你受益飞起 我真的很开心 伊西斯也不忘补上一举 艾莎 恭喜你圆满完成第一次旅行 埃尼勒帝国的夏至宴会就要到了 艾莎邀请了精灵王在内的光之神官们 但宴会还没开始 精灵王就偷偷来拜访艾莎了 这把艾莎吓一跳 这里可是三楼呀 但比起这个 精灵王这样突然出现 很容易被当成刺客 艾莎连忙把目光转向是你们 还好都没有发现 随即艾莎命令侍女出去一下 自己有事想一个人思考 带到侍女全部出去哄 艾莎打开窗户惊讶地询问 路米内斯大人 你怎么来了 而且您还穿了神官的衣服 难道你要成为下一任的大神官了吗 路米内斯笑了笑没有回答 艾莎突然注意到自己太无礼了 对不起 您先进来吧 没关系 是我不对吓到你了 紧接着询问道 我即将成为大神官的消息都传开了吗 原来 在精灵王到达圣殿时 他只是稍微施展了一下光之力 没想到圣殿的教徒兴奋不已 一直求精灵王做他们的大神官 而精灵王也只好答应 艾莎刚好在神官名单上看到了路温的名字 没想到真是精灵王 精灵王坐下询问艾莎 你说人类有私生活 所以我想知道几周来找你一次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艾莎恍然大悟 心想 不枉自己上次那么努力劝说他 看来还是有点用的 但想让他彻底理解人类的私生活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自己还是知足了 便表示您这个频率找我不会影响的 对了 那天在马车上 我哥哥实在太无礼了 我替他向您道歉 可您为什么要显现出实体化呢 精灵王看了看艾莎说道 我只是好奇而已 你说哥哥对你很重要 我好奇你如此真实的哥哥究竟是怎样的人 这种的艾莎不好意思 总说对自己很好奇 这次还涉及到了自己很真实的人 一堂睡醒的路尔打了一个哈欠 突然发现精灵王到房吓了一跳 大声喊了一声王 扑隆的飞到精灵王面前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您最近过得好吗 您为什么穿着神官的衣服啊 路尔连续的提问把艾莎也吓到 精灵王一把拎起路尔 笑着看着艾莎嘲讽道 我仿佛从路尔身上看到了某人的样子 精灵果然和主人很像呀 艾莎连忙解释 刚才是因为您突然出现我才这样的 你还记得艾莎第一次梦见精灵王吗 艾莎很好奇 明明自己从未与精灵王见面 却能和自己梦见的人一模一样 艾莎询问精灵王 这是不是他创造的梦 可精灵王否认 虽然自己经常去卡斯卡侠 但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说不定是我们的气息相互作用 告诉艾莎 你可以用肉眼看到精灵的这件事 不也很惊人吗 精灵王突然皱下眉头 在很久以前 自己就听说过一个故事 艾莎十分好奇 是什么故事 可精灵王似乎故意吊着艾莎的胃口 我好像该走了 艾莎不爽的压了一声 突然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你们为什么都站在这里 原来是哥哥来了 精灵王立马起身询问 我是不是该走吗 艾莎有些不知所措 精灵王和低级精灵不一样 精灵王没有实体发挥 会散发出强烈的精灵气息 因此现在的精灵王 不会被哥哥发现 但自己却没有勇气 同时面对路米娜斯和哥哥 艾莎礼貌的向精灵王行礼 十分抱歉 您可能确实要走啊 精灵王转身就走 伊西斯着急的大喊艾莎的名字 地板推开大门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想一个人待在这里啊 艾莎连忙解释 我没事 只是想一个人 安静的思考关于宴会的事 可伊西斯敏锐的发现 多出一个茶杯 是不是有人来过这里 艾莎惊慌地解释 我刚才是在和路尔一起合唱 你说是吧 路尔 路尔赶紧疯狂点头 艾莎生怕穿帮下的直冒冷汗 伊西斯听了解释 这才如是重负 吓我一跳 原来是这样 毕竟你很少独处 但真正吓一跳的还是艾莎 你怎么过来了 伊西斯回答道 不是快到和父母用餐的时间了吗 正好今天早早结束了建树练习 我就想着过来接你一起过去 艾莎很好奇 他们应该正忙着筹办下支宴会 却抽时间和我们一起吃饭 难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正如艾莎所猜的那样 便会上将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不过这个惊喜你一定会喜欢 艾莎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是我会喜欢的惊喜吗 艾莎的家人为他准备了惊喜 可哥哥已经知道是什么惊喜了 就是不告诉艾莎 艾莎气得嘟着小嘴道 真小气 就不能告诉我吗 伊西斯被艾莎可爱的一目惊呆了 连忙后退了两步白手道 就算你这样看着我也不行 我绝对不能被你的眼神索迷过 随后又摸了摸艾莎的脑壳安慰的 反正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到了餐前 父亲告诉艾莎 我们打算在这次宴会为你举办园园舞会 艾莎被父母的话吓了一条 什么 让我参加园园舞会 上一世的艾莎都没有参加过园园舞会 而参加园园舞会就相当于正式进入社交界 之后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社交场 还代表着当事人即将成年 因此这是一场十分重要的仪式 母亲担心艾莎有压力 便提出园园舞会可以推迟 艾莎觉得在夏至宴会举行园园舞会 确实实无前例 自己还是有些压力的 不过这是一生一次的园园舞会 自己真的很开心 从以前自己就一直好奇什么时候 才能参加园园舞会 想不到是这次宴会 我真的很期待 父亲听到艾莎能这么说 自己也放心了 并表示在园园舞会上 下一任的大神官候选人会为你送上祝福 母亲解释道 那个人具备成为大神官的胜利 他的祝福效果并不逊色于大神官 艾莎沾沾自喜 下一任大神官可是精灵王呀 他亲自为参加园园舞会的精灵师降下祝福 这实在是太荣幸了 艾莎高兴的表情把他们都愣住 随后三人敲咪咪的讨论 这次园园舞会还是低调点 万一整个帝国的贵族都被艾莎迷到了怎么办 父母两人都一致认为哥哥说的有道理 艾莎气得大喊 你们不会想出而反而吧 三人愣是装傻听不见 既然艾莎也同意了 那应该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伊西斯自告奋勇表示 自己也要来帮忙 毕竟我可是最了解艾莎的人 艾莎看到三人温馨的一幕不禁感动 一旁的路尔也凑上来抢戏 主人 我也很了解您的 艾莎被路尔逗得哈哈大笑 路尔 我当然知道呀 阿什利使用魔法手镯的事并没有结束 为了找出幕后黑手 艾莎把魔法手镯交给了伊西斯 拜托他把这件事彻查到底 并表示有可能与伊顿贝尔有关 最终在伊西斯的仔细调查下 魔法手镯确实是来自伊顿贝尔帝国 就连负责教授精灵术的课程老师 也来自伊顿贝尔 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幕后主使 就是伊顿贝尔王世子 这一切只不过都是猜测的 伊西斯告诉艾莎 也许阿什利能验证这个猜测 艾莎握紧拳头 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邀请阿什利参加这次下职宴会 通过阿什利应该就能确认 给魔法手镯的人是否来自伊顿贝尔 反正自己也有打算邀请朋友们参加这个宴会 但艾莎担心这件事会牵连到阿什利 便让哥哥将此事守口如平 哥哥也明白艾莎的意图 他不希望这件事被攻之于众 更不想让阿什利受到惩罚 而且这样一来也能让伊顿贝尔放松紧闭 经过上次的下毒事件后 两国之间的和平协议就已经名存是亡了 埃尼勒帝国之所以没有废除这个协议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百姓 另一方面是在等待伊顿贝尔露出马脚 艾莎明白 要想准确知道对方到底有什么阴谋 就必须更慎重的行动 艾莎能这么想 作为哥哥也十分欣慰 有时候你看起来比我自己还成熟 当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错觉时 比起惊讶 自己更多的是理解 现在你已经14岁了 比当年还要成熟 无论伊顿贝尔在打什么算盘 我都会保护好即将迎来15岁的女后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一定会守护你 艾莎被伊西斯的语言震惊到了 哥哥还是这么疼自己 艾莎恋爱了 艾莎真的恋爱了 由于精灵王经常都偷偷找艾莎玩 每当这个时候 艾莎就会影响谷处的理由让侍女离开 然后和精灵王谈笑风生 结果日久生情 艾莎总是一脸期待的看着窗外 等待精灵王的到来 也正因为如此 不知缘由的侍女们传开了一个谣言 一定是艾莎公主的青春期到 这才想让自己独处 艾莎突然出现 侍女的讨论也到此为止 迅速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 异常行为让艾莎感到不对劲 你们两个刚才在聊什么呀 侍女询问艾莎 您今天也想一个人待着吗 问的有点唐突 艾莎有些慌张 暂时还说不准 心想 毕竟精灵王大人每次都是突然造化 可侍女根本不知情 一旦到了您这个年龄段 就需要独处的时间 我们也都经历过那种特殊时期 你说是吧 侍女长也肯定了回答 而艾莎听得一脸猛逼 你们在说什么呀 特殊时期都是什么 总想独处 心神不定并且思绪万千 这就是处在青春期的表现呀 艾莎惊讶万分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没想到自己为了见精灵王的借口 竟然引起了这种误会 艾莎连忙解释 你们好像误会了 这和青春期无关 可是你们都不愿相信艾莎的话 就在这时 艾莎的一家人都冲了进来 艾莎 难道你到了青春期了吗 艾莎赶紧表态 才不是 这和青春期无关 依西斯类崩倒 好吧 我相信你 而母亲则表示 艾莎真的眨眼间就长大了 但怎么看他们都不相信艾莎说的话呢 就连一直待在艾莎身边的蕾娜也不相信 艾莎真的要彻底崩溃了呀 这都怪露米娜斯大人 专门为艾莎准备的圆圆舞会即将开始 是你们都在为艾莎穿什么样的礼服而发愁 一边是流行于社交界的浅绿色礼服 另一边是既复古又华丽的粉红色礼服 侍女长认为 艾莎公主穿上浅绿色的礼服会变得更加可爱 就像夏日精灵一样 蕾娜侍女觉得 粉红色礼服都是少女们的最爱 传统以来都是如此 两边的侍女都各持一词没法说服对方 导致两人一直在争吵 就连艾莎自己也没法拿定主意 屏幕前的你们觉得浅绿色的好看 还是粉红色的好看呢 艾莎坐在一旁不禁叹了一口气 挑礼服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而且还要像淘汰赛一样挑出被选礼服 就在艾莎正在发愁时 一位侍女告知艾莎 远在南部的朋友们都分别寄来了一封信 艾莎听到这个消息 立马把礼服的是抛之脑红 满怀期待地拆开信封 这是罗斯小姐写给艾莎的 先是问候艾莎 并感谢艾莎邀请她去参加宴会 艾莎看着信封的内容不禁笑出了诸声 圆圆的字体像极了罗斯卡本人 克罗爱也感谢艾莎的邀请 让艾莎在舞会上不用这么紧张 最后的就是阿什利写的信 给您回信真的让我很开心 上次舞会之后 我总是回味您说过的话 虽然还是很害怕母亲 但我已经不再这么心急了 毕竟我知道水之精灵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刚好填补了她内心的空缺 信上还写到关于魔法手拓的事 阿什利也觉得有一些疑点 希望与艾莎见面后再详说 艾莎很期待这次宴会 无论是家人们 还是精灵或者朋友都很用心 祝这次宴会能圆满举行 就连路米娜斯大人都会为自己送上祝福 所以这次宴会格外有意义 艾莎也想通过这次宴会 让大家知道路温就是精灵王大人 这时侍女的闯入打破了宁静 公主殿下您休息好了吗 我们继续挑礼服吧 艾莎崩溃极了 侍女就像恶魔一样 挑选礼服永远是宴会的开端 艾莎的成年礼开始 精灵王亲自为艾莎送上祝福 刚一进场 路米娜斯的气质立马引起了陛下的忠议 想必这就是下一任大神官候选人吧 你以前难道不是贵族吗 精灵王张口就回答 把陛下用你自来称呼 这把艾莎和依稀私下的直冒的态 他们都知道精灵王之前 就是用出言不信的态度对待皇子 但精灵王还是有些自知之明 即使自己受世人瞩目 他还是对陛下很尊重 您猜错了 我不是贵族 艾莎他们听到精灵王是这个态度松了一口气 这时陛下意识到自己有些失灵 对不起 我不该问已经抛弃俗世过往的大神官这种问题 精灵王没有介意 反而说出的话像是专门说给艾莎听一样 对某个人产生了兴趣 当然会想更了解对方的 艾莎心想 他怎么能看着我说这种话呢 于是艾莎硬着头皮假装是和他第一次见面 很荣幸能在圆圆舞会上得到您的祝福 今后请您多多关照 精灵王也配合起了艾莎 该感到荣幸的人数 却一刻 艾莎突然发现精灵王大人竟然对人类如此恭敬 甚至还表现得这么自然 但他和哥哥说话的时候却显得很随 没等艾莎多想 大神官就对路米纳斯夸夸其他 为公主殿下的圆圆舞会送上祝福 没人比他更合适 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神官都比不上 既然大神官都这么说了 我都觉得这个人更可靠 母亲也拍手叫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正式聊聊要如何准备宴会吧 就这样他们讨论起了宴会的安排 精灵王又一次偷偷跑到艾莎的房间 两人深耕淡夜独处一室实属尴尬 本来艾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处理会议的文件 但不知不觉困意来袭 艾莎强撑着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 却没想到还是闭上了眼睛睡着呢 就在这时 精灵王突然出现在背后 原来你还没睡啊 这把艾莎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的解释自己还要整理一些东西 随后询问精灵王 您怎么在这个时间来找我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吗 精灵王靠在一边回答 精灵本来就可以不睡觉的 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你 毕竟白天没有机会和你独处 艾莎突然想一件事 您究竟是怎么学会用尊称的 原来 精灵王来到人间后 发现人类有着各自的地位和关系 也需要对应的礼节 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艾莎 便遵守了人类的规则 精灵王也有一件很好奇的事 对于你来说 白天见到的那群人也很重要吗 艾莎回忆起白天的事 在会议结束后 精灵王和哥哥又开始了伴子 彼此都看不起对方 精灵王对皇太子的态度 依旧还是不尊敬 这让伊西斯很是生气 但对精灵王又无可奈何了 只好挥手作伴 和艾莎走在一起的大神官很感叹 没想到曾经那个公主竟然长这么大 自己还记得艾莎公主 第一次展现胜利的那一刻 现在您作为帝国的圣女 尽知尽子 真的为您和艾米勒帝国感到骄傲了 要是自己今后 能一直见证您的成长就好了 但自己已然衰老 以后只能在背后默默关注您了 真让人遗憾了 大神官的一片真心 让艾莎感动不已 一想到有人默默关注着我 自己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刚好艾莎和大神官的这一幕 精灵王一直都在默默地观察 面对精灵王的问题 艾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无论是家人还是大神官 每当自己在黑暗中徘徊时 他们就像太阳一般 照亮了我的内心 也多亏了他们 自己才能逃离那片黑暗 但精灵王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没等艾莎把话说完就打断了 但我觉得你心中的黑暗 仍然留在你心中 精灵王的话一针见血 面对精灵王的话 艾莎有些不知所措 精灵王也看出艾莎有些为难 你看起来有点累 我就先走了 随后精灵王用魔法 轻轻点了一下艾莎的额头 你一觉醒来后 疲惫就会一扫而空 艾莎疑惑地说了一声谢谢 待到精灵王离开后 艾莎心事重重地躺下了 精灵王使用魔法 为艾莎抹去心中的杂念 经过魔法的洗礼 第二天醒来的艾莎活力满满 心中不禁感叹 这就是精灵王的力量吗 还能探穿自己鲜为人知的秘密 精灵王的能力真的是深不可测 艾莎有些担心 精灵王他应该不知道 我上一世的秘密了 就在艾莎正在思考的时候 是你们又出来了 没想到上一次选礼服的事 还没有决定 艾莎不知如何是好 况且还多了件礼服 在这里询问屏幕前的家人们 你们觉得艾莎会选哪一套礼服呢 是女长询问艾莎 是不是都不喜欢这些衣服 艾莎怕姑父是你们的一片好心便赶忙解释 这三件礼服都很美 但自己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 这时如母提议 要不您去问问皇后殿下的意见吧 她肯定有好主意 艾莎觉得这个提议就很不错 于是开心地跑到母亲面前 却没想到被母亲房间中的礼服震撼到 母亲向艾莎解释 这可是自己十四岁时 圆圆舞会上穿过的衣服 艾莎大吃一惊 这既然是二十年前的礼服 想不到即使过了那么久 这件礼服依旧显得大方得体 同时这也激起艾莎的好奇心 母亲 您能讲讲您以前在圆圆舞会上那天的事吗 母亲坐在沙发上说起十四岁时的事 因为北部气候寒冷 所以一般都在夏天举行圆圆舞会 但就在圆圆舞会的几天前开始下起了那一 导致没有人来参加这次的圆圆舞会 皇后那是独自一人躲在角落哭泣着 也就在那是皇后遇到了爱她仪式的人 我虽然没办法让你停下来 但我可以做你的舞伴 见艾莉丝没有反应 特莱温丹西跪下重新询问艾莉丝 那我能有幸成为你的舞伴吗 那一刻 艾莉丝直接被特莱温的行为感动 仿佛就是种下业之梦一样 说到这里艾莎不禁调侃道 那您就是在那一刻迷上了父亲吗 母亲害羞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 才不是呢 当时她已经是皇太子了 我哪敢失望和她在一起呢 随后母亲又承认了 当时自己确实有些喜欢上她了 她对我伸出援手的情景 让自己毕生难以忘回 可惜的是 这些是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 而那件礼服也没有机会再穿上了 说到这里 艾莎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母亲您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艾莎邪妹一笑 想必屏幕前的你们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那就是拒绝是你们挑选出来的三件礼服 所以家人们 你们猜对了吗 艾莎结婚了 艾莎真的和精灵王结婚了 两人手挽着手 在众人的瞩目下走向礼堂 而面前的正是艾莎的父母 他们要在老百姓的见证下拜父母拜天地 下面的老百姓不禁感叹 真是女大事八变呀 旁边的那个应该就是神官候选人吧 两人在一起看起来真是天地一对呀 实在太完美了 听说在评论区打出七夕节快乐这几个字 你会发现什么特效都没有 不信你们试一试 克莱温看着艾莎的礼服突然一惊 艾莉丝 那件礼服不是你的吗 艾莉丝皇后有些羞涩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十四岁时的礼服 那是艾莎拜托我把礼服借给她穿的 艾莎想穿着她参加自己的圆圆舞会 我不 日伦说错了 是婚礼是婚礼 艾莎要让母亲重新回忆起和父亲相遇的那一天 艾莉丝皇后也尝试劝说艾莎 这次婚礼你才是主角呀 那么多漂亮的礼服为什么非要穿我这件旧的 艾莎摇了摇头表示 虽然礼服有些年头了 但这件礼服依旧这么干净 可见母亲明有多爱惜她 而且这件礼服承载着您和父亲的回忆 最终艾莉丝皇后劝说不成反被劝 如果这件礼服能给我女儿带来幸福的回忆 作为母亲我也会很开心的 艾莉丝皇后把这件事的过程都告诉了特莱温 特莱温十分欣慰 不知不觉自己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懂事又漂亮的姑娘 带到艾莎和精灵王来到父母面前时 接下来就是婚礼的主题了 那就是两人结拜的情节 艾莎先是拜见父母 艾米勒帝国的公主向帝国的太阳和月亮问好 特莱温欣慰地询问艾莎紧不紧张 确定艾莎不紧张后 特莱温站在舞台上开始祝福艾莎 希望你以后能多见世面 积累更多的经验 作为父亲 我会成为你坚实的后盾 让你成为艾米勒帝国最闪耀的星星 艾莎赶忙谢谢父亲的祝福 最后在特莱温宣布下 艾莎的婚礼终于正式开始 相信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 拜天帝是个很复杂的仪式 所以日轮在这里给你们省略了 但我是不会告诉你们这都是我编出来的 好了下期见 上一集已经说了艾莎和精灵王要结婚了 结果评论区都在问尊都假都 那肯定都是假都假都 虽然大家都很想刻他们 但艾莎的追求者可是很多的 回到正题 艾莎双手合适真诚地跪在精灵王面前 终于让艾莎等到了接受精灵王祝福的光荣时刻 精灵王伸出双手 在魔力的作用下 会敞亮起一道耀眼的光芒 一个刺眼的魔力球出现在精灵王手中 据说点赞越多作者更新越快哟 无信大可在评论区打出崔凳两字试一试 随后精灵王开始真诚地为艾莎祝福 埃米勒帝国的唯一公主 愿好运一直伴随着你 魔力球的光点开始一点点围绕着艾莎 好温暖 难道这就是来自路米纳斯大人的祝福吗 接着还没完 精灵王小声念叨着 除了公主之外 我还祝福那些祝贺您的人 精灵王开始加大魔力的加持 而祝福光点开始慢慢地扩散到会场里的每个人身上 艾莎既欣慰又惊讶 明明说好的只为艾莎祝福 却没想到精灵王如此大了 耗费巨大的魔力为大家祝福 众人赶忙纷纷拍手表示感谢 精灵王轻轻地挽起艾莎的右手 估计到了戴戒指求分的环节 这时艾莎丝皇后告诉精灵王 按照惯例 想娶我家的宝贝公主 你还要和她跳一支舞蹈哟 此话一出直接把两兄妹吓呆了 艾莎丝皇后继续劝说 希望陆温神官能接受我的提议 就和我的女儿跳第一支舞吧 艾莎有些尴尬 内心不禁偷偷看向精灵王 让我和陆明亮斯大人跳舞吗 精灵王正想答应皇后的邀请 却被伊西斯拒绝了 这绝对不行 一直以来都是我和妹妹跳舞的 而且这是圆圆舞会的第一支舞蹈 我是不可能让步的 艾莎看到哥哥这么为自己争取 内心开心极了 看来哥哥还是很疼我的呢 虽然他这么做是为了牵制精灵王大人 于是艾莎告诉母亲 自己也很想和哥哥一起跳舞 下一刻艾莎主动牵着哥哥的手 我的第一支舞会永远留给哥哥的 在动人的音乐下 两兄妹开始了圆圆舞会的第一支舞蹈 他们一边跳舞一边有说有笑 让在场的观众羡慕万分 一旁的精灵王酸了 他真的酸了 带到他们的舞蹈结束后 伊西斯为了不让精灵王成为艾莎的舞伴 居然把贝温公子推给了艾莎 我妹妹就交给你了 你给他当舞伴吧 这是命令 贝温公子惊呆了 站在艾莎面前不知所措 直勾勾地盯着艾莎公主 最终艾莎率先提出 贝温公子 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贝温害羞地接受了 两人开始了优雅的舞蹈 但在跳舞的过程中 贝温不小心踩到艾莎的脚 两人差点就亲上了 贝温公子连忙道歉 对不起 其实我不怎么会跳舞 艾莎安慰道 其实舞蹈的实力不重要 在今天的宴会上 你只需要放轻松尽情享受就好 两人跳完后 艾莎不仁吐槽 你最后一脚踩的我真疼你 伊西斯开始驯化贝温 难怪你每次在舞会上都不积极跳舞 这时 精灵王走到艾莎面前伸出手 公主殿下 我可没有拒绝艾莎皇后的提议 让我们两人一起结婚吧 作为团宠的她 三大美男抢着要和她跳舞 艾莎来者不拒 精灵王真诚地发出邀请 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事情发生的有些突然 艾莎有些呆滞地答应我 旁边的吃醋王真的气死 本以为把贝温公子推给艾莎 就能阻止精灵王 却没想到还是让他得逞 艾莎询问精灵王 路米娜斯大人 您会跳舞吗 对于精灵来说 跳舞是最基本的技能 所以每次举办宴会的时候 路尔都会不知不觉地跳起舞 精灵王突然搂住艾莎的腰 别叫我路米娜斯 你应该叫我路温才对 精灵王靠近艾莎的这个画面 真的磕死我 听说在评论发出要壁纸这几个字 日轮就会在下一个作品 发给你们当壁纸 精灵王接着对艾莎说 我在人类世界的名字叫路温 但不管是不是在人类的世界 我都希望别人能叫我路温 毕竟这个名字是你给我起 精灵王的话有些暧昧 艾莎都惊呆了 随后觉得能得到精灵王的认可 自己也十分开心 好的 以后就叫您路温先生了 带到两人的舞蹈结束后 艾莎开始四处张望寻找哥哥 怎么不见哥哥他们了 我记得刚才就在这里的呀 却没想到伊西斯这个吃醋王 一直在二楼盯着他们两个跳舞 艾莎不经意一瞥 看到无数的贵族小姐 围绕着精灵王团团转 您就是路温神官吧 没想到近看您更英俊了呢 艾莎也很无奈 长得这么帅 要是不被人群包围才奇怪 艾莎只能含泪脱身 路米内斯大人 对不起 我也没办法帮您脱身呀 艾莎前脚刚和精灵王跳完舞蹈 后脚就遇到了三个好朋友 他们开始互相寒暄 只从和您分开后 我们真的都很想念您 罗斯开始打去着阿什利 尤其是阿什利 每天都在念叨着您 公主殿下现在在做什么 吃过饭了吗之类的话 说得阿什利脸都缝了起来 赫罗埃直接拆穿罗斯 阿什利不在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这样吗 艾莎露出得瑟的表情 你们俩就这么想我吗 突然罗斯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艾莎忍不住哈哈大笑 连忙带着他们前往大厅吃甜品 他们有说有笑 艾莎询问阿什利精灵术学得怎么样 提出需要什么书都可以问她借 阿什利解释 其实那天之后就不再举办精灵术聚会 而相关的书籍也很难再找到 艾莎直入主题 询问魔法手镯 是不是在精灵术聚会得到 阿什利犹豫不决 是的 是老师介绍导师送给我 听到重点 艾莎立马认真起来 你能详细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阿什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老师以阿什利的能力出众为借口 待到导师面前 那位导师身穿黑袍看起来很年轻 他直接询问阿什利想不想成为精灵师 自己可以帮助她 阿什利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兴奋 真的吗 那我要怎么做呢 却没想到是导师试探阿什利 没想到你是认真的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成为精灵师呢 阿什利瞬间垂下了头 因为自己成了精灵师就能得到母亲的爱 也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 一直没能满足母亲的期待 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我想满足母亲的期待 导师告诉阿什利 只要足够迫切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了 随后导师直接拿出魔法手镯送给了阿什利 以后你就是埃米勒帝国的精灵师了 她不仅是艾莎上一世的亲妹妹 还是这一世的死对头 为了杀死艾莎 曾经派过奸细士荼毒害艾莎俩兄妹 而这次利用阿什利使用魔法手镯收集负面情绪 但目的不得而知 为了弄清楚玛丽安娜的目的 艾莎带着阿什利来到皇家图书馆寻找魔法手镯的信息 在两人的仔细寻找下 终于找到了有关魔法手镯的书籍 艾莎打开书籍的那一刻惊呆了 要想召唤魔族并使用黑魔法 就必须要用愤怒和极度等负面气息作为燃料 一开始艾莎并没有把握确定玛丽安娜就是幕后黑手 但看了魔法手镯的用途后 艾莎不得不确定就是她了 毕竟能搞到魔法手镯的地位肯定很高 还有那白发红铜这一特征的伊顿贝尔 除了玛丽安娜没有其他人了 不 现在应该称呼她为飞魔法师了 但玛丽安娜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这一度让艾莎陷入沉思中 阿什利看到艾莎憔悴不堪的样子甚是担心 连忙用双手握住艾莎询问道 公主殿下您没事吧 怎么一直在发暴 艾莎的情绪突然降到冰点 你能让我依靠一会吗 就一会就好了 这一刻 阿什利不由想起上次艾莎牵自己的手的时候 那时艾莎公主手上传来的温暖融化了自己的心 那天之后 自己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可以给别人带去温暖的 特别是像现在这样 能带给需要帮助的人真是太好了 等到艾莎情绪稳定后 两人一起走出了图书馆 艾莎心想 没想到让阿什利看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 真让人害羞呀 但有了阿什利的安慰 自己的心情好了很多 这时 罗斯他们也来到了艾莎面前 不停地夸赞皇宫的甜品实在是太美味了 这是什么书 罗斯好奇地询问阿什利 这是公主殿下把精灵相关的书借给我 真的吗 这可太好了 只要你好好利用这些书 应该就很快能重新召唤水之精灵了 我也很期待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艾莎十分欣慰 我会为你好好加油的 就在他们有说有笑时 艾莎敏锐地发现 后方似乎有什么东西看着他们 万万没想到 艾莎的帝国即将要发生战争了 为了保护艾莎 作为哥哥的他要亲自出征 而挑起战争的正是艾莎上一世的帝国 自从艾莎上一世的哥哥也就是拉基亚斯 他登上地位后就开始四处征兵 想通过扩张领土来建立功勋 从而安抚贵族并巩固自己的地位 伊西斯认为 他自己说不定可以借助这次战争替艾莎报仇 毕竟自己在艾莎坦白重生的秘密的那一天 他就下定决心誓死保护艾莎 为妹妹报仇并走出那段埋藏已久的阴影 伊西斯告诉贝温公子 他要亲自出征了结这段尘封已久的恩怨 却没想到伊西斯的话刚好被躲在门后的艾莎听到了 艾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敌国的玛丽安娜掌握了黑魔法 而且玛丽安娜是最听拉基亚斯的话 他必定会全力辅助拉基亚斯 艾莎不能让自己的哥哥去白败送死 他要阻止哥哥出征 伊西斯刚想征求艾莎的同意 却没等把话说完 艾莎就大声拒绝了 你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如果参与到李奥登与伊顿贝尔的战争中 国内的形势会变得很不稳定 这反而给了敌国可乘之机 更重要的是 我不想失去唯一的哥哥 艾莎说着说着眼泪不争气地留下 伊西斯一把抱住艾莎安慰道 艾莎 你先冷静一下 艾莎可不管 直接质问伊西斯 你和我约定未来的那天 你就已经预想到了一切 并做好决定了吧 如果不是今天对我偶然听到你们的谈话 你肯定会一直对我保密的哥哥 伊西斯被艾莎说得哑口无言 艾莎明白这一切哥哥都是为了守护自己 但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艾莎把魔法手镯是来自伊顿贝尔的这件事 告诉了伊西斯 并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 既然伊顿贝尔在为战争做准备 那么魔法手镯事件估计也是他们计划的一步 他们很清楚 埃尼勒帝国有精灵师 使用魔法手镯的精灵师势必会在帝国掀起波兰 但没想到自己保护了阿什利 在这段时间自己一直在专心研究精灵术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躲在你身后被你保护 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哥哥别背着我默默守护了 请向我伸出援手吧 伊西斯突然醒悟 妹妹是不想让自己独自承受这一切 但艾莎的梦 作为哥哥的他想继续守护着妹妹这个幸福的梦 他告诉艾莎 只要能在和平美好的地方能看到你灿烂的笑容 听到你快乐的谈笑 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这对于伊西斯来说就是一切 随后伊西斯连忙道歉 对不起艾莎 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一时冲动才说要出征的 这个决定果然太草率了 但我们还是一起寻找其他方法了 艾莎瞬间开心起来 那你以后有事可不能再瞒着我 伊西斯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了 真是败给你了 哥哥为了守护艾莎 不惜丢掉性命也要护仇 可作为被守护的 不想失去唯一的哥哥 他要用自己精灵师的力量 与哥哥共同承担这一切 但黑魔法不得不引起艾莎的注意 就算皇宫图书馆汇集了很多历史资料 但大部分都被艾莎看过 已经很难在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这时艾莎想起 贝温公子的家族世代都是魔剑士 说不定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但没想到贝温公子表示 仅仅是精灵的消息就已经够稀有了 更别说黑魔法 艾莎瞬间沮丧万分 就算是魔剑士也不一定熟知 早在古代就消失的黑魔法 艾莎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拥有黑魔法的玛丽安 凭自己的力量能对抗得了吗 这时灯火庆典开始了 人们会点亮承载着愿望的苦名灯 贝温告诉艾莎 许愿本身就是一个确认 自己内心迫切渴望之事的过程 你想好要许什么愿望了吗 艾莎有些犹豫 心想自己迫切渴望的事情是 艾莎没有继续想下去 遗憾地告诉贝温 庆典都开始了 自己还没有确定要许什么愿望 这可怎么办呀 贝温连忙安慰 没关系 就算不在灯火庆典上许愿 您的愿望也一定会实现 毕竟照耀万物的光之神 一直与我们同在 而屏幕前的你们有什么愿望呢 把你们的愿望发在评论区上 也许在这个灯火庆典上也会实现哦 艾莎感慨道 是啊 光之神总在离我们最远又最近的地方 关爱着我 他一定会帮我们实现愿望 在贝温和艾莎里边时 艾莎询问贝温 你已经确定好要许什么愿望了吗 是的 就在刚刚我有了自己的愿望 回到了伊西斯这边 贝温向他汇报 我已经把公主安全送回去 随后两人又谈起战争的事情 贝温公子也觉得 伊西斯这个决定实在是太草率了 就算公主不出面 自己也会阻止您的 伊西斯不耐烦地表示 自己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真唠叨呀 贝温冷笑一声 您弄得公主这么伤心 这点唠叨就忍忍吧 伊西斯突然间愣住了 没想到除了自己 还有人这么在意艾莎 但一想到艾莎又多了一个追求者 自己就很气 这时贝温公子表示 李奥登公国战争 一是自己作为副团长也会出征的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实力吧 伊西斯笑着肯定 你的剑术实力我还是认可 还不忘调侃一下 但你跳舞的水平真的一塌糊涂 贝温公子真是气急败坏 您干嘛哟 伊西斯继续调侃 谁知道呢 万一你舞蹈水平高一点 说不定能把伊顿贝尔那帮家伙迷倒了 万万没想到 艾莎为了打败玛丽安 决定要召唤精灵王 让穆米娜斯大人奉艾莎为主 从而提升自己的战力 精灵王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 你想召唤我 精灵王一脸严肃地告诉艾莎 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类 能成功召唤过精灵王 艾莎不甘地握紧拳头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 区区人类想召唤精灵王 这种事有多么荒谬 哪怕看起来不可能 但为了哥哥 为了守护这个幸福美好的家庭 艾莎还是决定要尝试召唤精灵王 她大声地向精灵王成功 自己会认真学习 努力精进自己的精灵术 会比现在更加卖力 并表示自己愿意付出一切 也要不遗余力召唤你 精灵王不明白艾莎 为什么要执意召唤自己 现在的她明明已经拥有了 很强的实力 而且还有哥哥这个剑士保护着 即便往事会对她产生威胁 但在那些保护艾莎的人 所创造的祥和中 她依旧可以享受当下的幸福 其实这些艾莎很早就考虑过 家庭的温暖 让她产生不想复仇的念头 像现在这样继续享受 幸福美好的生活 但看到伊顿贝尔的所作所为 艾莎才彻底明白了 只有彻底铲除伊顿贝尔 自己的幸福才能圆满 艾莎把心中的想法告诉精灵王 对于自己来说 真正的幸福始于斩断过去的孽云 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自己所珍视的人 目前自己还不够强大 不够为了变强 我愿意做任何事 哪怕是以身相许嫁给你 我也要召唤你 玛丽安娜的真实身份 是什么并不重要 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就不会输给任何人 她人为主人好像也不错 但她的身份自己应该叫主人好 还是老婆好了 两人望着在满愿望的孔明灯 一个个飞向天空 此时此景是多么的美丽 艾莎来到了罗斯这边 他们正在讨论着自己的愿望 罗斯告诉阿什利 语言是有力量的 把愿望说出来会更加灵验 结果三人一同偏向艾莎 试图示意艾莎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 艾莎察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 连忙岔开话题 好渴啊 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呢 大家一人来一杯果汁吧 艾莎拿起杯子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直到喝完艾莎才意识到果汁有问题 嗓子还火烧火了呢 艾莎捂住了嘴巴 难道这是 没等艾莎把话说完就跪倒在地了 公主殿下 您没事吧 所有人都奔向了艾莎 另一边的依西斯魂都吓出来 难道有人吓毒 依西斯一把搂住艾莎 正做点艾莎 神官 快叫神官过来 依西斯激动地呼喊着 却不料艾莎一抬头 颠送地笑着 捧着艾莎的脸蛋笑着喊哥哥 艾莎被这暧昧的举动整太羞了 贝文公子闻了闻杯子里的液体解释 公主殿下喝的不是饮料 而是高度数的葡萄酒 看来是公主喝醉了 还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艾莎就这样憨憨地对着艾莎笑 突然又指着艾莎胡说八道 贝文看到艾莎这势力的举动 怕影响自己的名义 于是就询问精灵王有没有办法消除人们的记忆 精灵王表示 这只能在紧急情况才可以使用 那可以解救吗 突然得知艾莎晕倒的父母也打患了 艾莎你没事吧 却没想到艾莎直接把他的 为了召唤精灵王 艾莎开始全方面提升自己 首先将自己的治愈魔法转化为是打实的攻击魔法 他分别召唤了路尔和利米艾 让路尔制造弓箭 而利米艾制作弓 剩余的射击就交给艾莎 艾莎集中精神瞄准目标 放手 弓箭快速从手中射出 带到金光慢慢散去 大树直接被艾莎打出了一个凹子 成功了 这是在他们三个配合下成功打出攻击魔法 于是在夏至宴会结束后 艾莎日复一日的练习精灵魔法 为了终有一天能召唤路米纳斯 艾莎将短期的目标定成了召唤高级精灵 此外 在培养精灵力的同时 艾莎也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将光之精灵术的治愈效果转化为攻击时 这种训练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还好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 这种负担正在逐渐减轻 艾莎贪倒在地抱怨着 真的好累啊 突然在这个闲暇时刻 艾莎想精灵王了 自从夏日宴会结束后 自己和精灵王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但艾莎每次一想到精灵王的时候 精灵王总会出现在艾莎面前 似乎永远离不开这个定律 同时也再一次吓到了艾莎 陆温 你怎么在这里 精灵王没有回答 看来你是真的想召唤我 你还是继续休息吧 艾莎紧张地挠了挠后紧 我还要抓紧时间变强呢 已经不能再耽搁了 精灵王看到艾莎积极的态度十分欣慰 又一次的使用魔法为艾莎消除疲劳 这把路尔和利米爱羡慕极了 随后精灵王扶起艾莎说道 对于人类而言 他有着跟工作同样重要的事 艾莎很好奇什么事 那当然是休息和兴趣爱好呀 随后两人一起出现在了街道上 精灵王询问艾莎 非要打扮成这样吗 艾莎自信地回答 那是当然 您不是说想逛逛首都吗 既然我们不带侍卫偷偷出来 就必须乔装打扮呀 原本精灵王是想召唤精雕一起飞去首都的 结果这遭到了艾莎的阻挠 不免吐槽道 你还要多多学习才能更了解人类 这次出门尽量不要引人注意 要表现得自然一点 即使他们很小心翼翼 但还是被老百姓发现了 这妥妥是不折不扣的贵族金之玉叶 艾莎把责任怪到了精灵王头上 都怪您太显眼了 精灵王也不示弱 你不也一样很显眼吗 这是精灵王第一次和艾莎逛街约会 为了不引人注意 精灵王把自己金色的头发变成了浅棕色 还和艾莎在商店穿上衣袖 精灵王害羞地挠了挠头询问道 现在自己没那么显眼吧 却没想到精灵王的帅气 引起了周围人的惊讶 艾莎立马拉着精灵王跑出商店 现在已经不是头发和神官服的问题了 您还是快点戴上帽子吧 来到外面 艾莎一边帮精灵王调整帽子 一边嘱咐道 虽然有点热 但您还是忍忍吧 千万不要摘下帽子 艾莎刚把话说完 精灵王大人就把帽子摘了 这可不是路敏奈斯反骨 而是他用魔法调整了周围的光线 这样一来 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不会引人主动 艾莎被精灵王整无语了 那您干嘛一开始不早点使用魔法 突然艾莎身边冒出一群孩子 他们焦急地讨论着 怎么办 再等一会就要开始了 这次绝对不能错误 艾莎看向热闹的前方 好奇心驱动着自己 那边好像有好玩的 我们过去看看吧 这一刻 艾莎甜美的微笑 深深地吸引住了精灵王 到了表演台这边 台上的人正在表演着 艾莎以前召唤精灵的情景 看到此景的艾莎都僵住了 精灵王小声调侃道 演得似乎是你的故事呢 艾莎尴尬的头皮发麻 连忙用帽子盖住自己的面红耳饰 心想虽然自己知道 百姓们都很崇拜精灵师的身份 但自己是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还把这个编成了戏剧 戏剧让艾莎很不好意思 但对于小孩来说 却是刚刚好 他们都想成为公主殿下 那样帅气的精灵师 精灵王看向害羞的艾莎说道 你还很受欢迎你啊 艾莎回答道 您在捉弄我吗 这时 一阵香气逼人的味道传来 忍不住美食诱惑的艾莎跑过去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的样子 请问这个香肠需要多少钱 只需要一银币 艾莎惊呆了 要一个银币 不知缘由的老板 以为顾客嫌自己卖贵了 我们是这附近用料最好的店 艾莎连忙买手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原来 艾莎在买一袍的时候 已经把银币用光了 现在只剩下金币了 刚好这是一个买报纸的小女孩 也被美食诱惑了 可这遭到了老板的驱逐 很明显 她已经不是一两次没钱买吃的了 也就在这时 艾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她告诉老板 我只有一个金币 这把老板吓一跳 一个金币 那我可没办法给您找零钱啊 艾莎假装思考 钱太多了 那我只能把这些食物全部买下来 但我们两个人吃好像吃不完 艾莎突然看向小孩 温柔地询问道 小朋友 我需要有人帮我一起吃 你愿意帮忙吗 小女孩高兴询问 真的可以吗 但很快艾莎又意识到 即使三个人吃好像也吃不完呀 小女孩支支吾吾询问道 如果还有吃剩下的 我可以拿回家给弟弟妹妹吃吗 艾莎拿不定主意撇向金币王 金币王连忙事宜可以 小女孩开心地笑出了花 于是艾莎提出把食物带回小孩家里一起吃 在三大美男中谁能成为艾莎心仪的对象 就在艾莎前往小孩家的过程中 不小心把自己的耳环弄掉 刚好被正在躲避部位的男子剪刀 这也为接下的剧情做了铺垫 另一边艾莎来到了小女孩的家 小女孩刚一打开门 妹妹就迎面破烂 姐姐你回来了 姐姐连忙打开袋子 妹妹你看我带回来了什么 妹妹看到一袋子美食高兴起了 但弟弟可不一样 她立马质问姐姐 他们是谁 你明明是去送报纸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食物 还带了两个陌生人 卡兰娜连忙向弟弟解释 他们买的食物剩了很多 所以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些 弟弟很惊讶同时也很紧僻 难道你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能买下这么多食物的人应该是贵族 谁知道他们想对我们做什么 你难道一点都不怀疑的吗 艾莎上前走了两步解释道 很抱歉 突然找上门来 我们在街上偶遇 是我让他帮忙一起吃掉这些食物的 而且量实在太大 我们觉得卡兰娜一个人可能拎不动才跟来 弟弟还是不相信 像你这样的贵族 怎么可能会偶遇我们这些穷孩子 毕竟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交集 随后弟弟转身就走 但艾莎他们立马拿着这些食物离开着 却不料自己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而妹妹才不管这么多 直接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吗 真的太好吃了 弟弟还是没有屈服 这有什么好吃的 你们一点自尊心都没有吗 这时 妹妹直接用美食堵住了弟弟的嘴 下一秒弟弟就被美食打败了 引得艾莎他们哈哈大笑 随后艾莎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不免有些同情 这里只是简单准备了吃饭睡觉的地方 如此恶劣的环境真的很危险 他们的父母都去哪里了 卡兰那向艾莎解释 我们都是父母抛弃的孤儿 因为处境相同 所以我们就像家人一样相依为命 这时弟弟很不满地站了起来 从你们莫名跟过来送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原来是娇生惯养的贵族 对平民的生活很好奇 所以才过来见识一下的呀 和你们的吃穿用度比起来 这里是不是又脏又不值一提呢 你觉得在街上卖报纸的小孩很悲惨 所以才大发慈悲地买了香肠呢 请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同情我们 弟弟的话让艾莎想起了上一世的经历 开始喃喃道 怎么想是你的自由 但我并不是你口中娇生惯养的贵族 而且我并没有同情你们 如果非要说的话 这不是同情 而是爱 艾莎站起身继续说道 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继续吃吧 这时 心灵王望着倔强的男孩感叹道 人类总是错过挽回的机会 即使那些机会就在眼前也抓不住 看着渐行渐远的背景 男孩开始纠结地握紧拳头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错 连忙跑到门口打开门 却不料用力过猛 把门口上的灯阵掉了 就在即将砸到男孩头顶时 一个陌生男人救下了他 孩子 你没事吧 男人为了寻找尔氏的施主来到了艾莎面前 他大步靠近艾莎感叹道 没想到丢失尔氏的主人竟然这么可怜 突然的靠近让艾莎有些不适 机灵王快速来到男人面前用手挡住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机灵王的行为让艾莎感到满满的安全 男人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途 连忙弯下腰向艾莎道歉 就在刚刚 男人在门灯掉下来前舍身救下了伊顿 卡莱娜把弟弟带到男人面前道歉 谢谢哥哥刚刚救了我 男人看到伊顿这个害羞的样子 故人调坦了 刚才你明明对这个姐姐很凶矮着 怎么现在还会道歉了 而莱切觉得这个男子居然在外面偷听 实在是太无耻 男子解释 刚刚里面的气氛这么严肃 自己总不能说我是来找尔是主人的吧 随后询问起伊顿 你为什么那么急着跑得出来 伊顿羞红了脸 您不需要知道 然而是伊顿想跑出来向艾莎道歉的 但被询问起又不肯放下面子道歉 就在这时 艾莎突然发现伊顿的小腿有异 拉起裤腿才知道伊顿受伤了 艾莎心想 如果用草药治疗的话 起码要图好几天才能起效 这让艾莎不得不想起自己的治愈能力 但艾莎并不想在众人面前使用光之能力 于是以清水清洗伤口 唯有支开了两姐妹 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人 他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坏心眼 但从穿着打扮就能知道不是普通人 艾莎试图用一念让精灵王帮忙 路米内斯大人 您可以帮忙转移这个男子的注意力吗 精灵王点了点头 于是以天上的云朵 向香肠唯有引开男子的注意 艾莎趁这时为伊顿包扎伤口 在包扎的时候偷偷使用了光之治愈 艾莎仔细想了想 如果一下子就治好伤口肯定会被怀疑 先治好八成让他慢慢自愈吧 也就在时 伊顿向艾莎道歉 对不起 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凶 只是不相信世上存在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人 连父母都因为不爱我才选择抛弃我 而初见的人就更不可能出于爱心而对自己好 伊顿就这样向艾莎倾诉自己对陌生人的想法 艾莎告诉伊顿 自己曾经有段时间也像你一样不相信任何人 因为被深爱的人背叛让我很伤心 所以自己下定决心不接受任何人的爱 伊顿感到很惊讶 姐姐明明是贵族出生 看上去是多么的幸福呀 艾莎继续解释 这和身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黑暗中独自排舞 但现在不一样 艾莎脑海中开始浮现出哥哥的画面 因为有人让我明白了 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无条件的爱 随后艾莎询问伊顿 听说是你把卡莱娜和莱切带到这里 你是出于怜悯才这么做的吗 伊顿开始回忆其与他们相见的时候 那时卡莱娜和莱切在大雪纷飞下蜷缩在大街上 被伊顿遇见后就带进了阵 他们虽然经常吃不上饭 但也不会因为贫寒而不开心 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就在伊顿正想说出缘由时 卡莱娜一把抱住了伊顿 替伊顿说了出来 是因为艾莎看到这个温馨的情景也不经意笑了 艾莎分手了 艾莎真的和精灵王分手了 仅因为精灵王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让艾莎有了和精灵王分手的念头 对于路米纳斯来说 让上天不下雨也是弹指之间的事 毕竟精灵王是俯视昼夜的绝对存在 而艾莎只是一个帝国的公主 也许是艾莎已经习惯和精灵王相处的原因 才导致在这段时间忘记了他是神的身份 艾莎也意识到自己和精灵王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他只是留在人间学习关于人类的知识 和他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但艾莎不后悔与精灵王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他询问精灵王最后要不要尝试一下新事物 没等精灵王开口答应 艾莎就主动拉住精灵王的手 把他拉出屋檐 一起尝试第一次淋雨的感觉 怎么样 很凉快吧 看到艾莎能这么开心 精灵王也笑了 而站在一旁吃狗粮的男子就不乐意了 他把目光投向卡莱娜 怎么看你都像没淋过雨的富家小姐了 下一名 男子就抱起卡莱娜奔向艾莎他们 喂 不要抛笑我们呀 就这样 他们在大雨下欢快地进行狂欢 大雨过后也到了他们离别的时间 伊顿再次向艾莎道歉 对不起 另外我想对您道生谢 我相信让您受伤的那个人迟早会向您道歉 艾莎蹲下身子摸了摸伊顿的脑壳 好 希望如此 接下来就到了男子与艾莎离别的时候 他们相互询问名字 艾莎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便慌称自己叫沙劳伦 而男子叫阿尔迪 最后阿尔迪告诉艾莎 既然这儿是被你丢掉的 就送给我做纪念吧 刚说完就迅速离开了这里 艾莎都傻眼了 结果事情发生了反准 阿尔迪居然能感受到艾莎有与众不同的气息 这时阿尔迪的妹妹出现了 身后还带了十几名护卫 护卫给阿尔迪穿上了衣袍 而衣袍上居然刻着某个国家的国徽 从他们的对话中 他们的目的是要前往艾莎的皇宫 艾莎当和精灵王分手 就有人向艾莎和伊西斯送来的求婚书 正在喝茶的艾莎听到这个消息 吓得把口中的茶都喷了出 伊西斯也不敢相信居然有人向自己求婚 父亲给他们解释 这是李奥登公国想趁这次机会让王子和公主来送 还送来了求婚书 伊西斯有些气愤 艾莎才十四岁 怎么会在这么小的年纪结婚呢 但父亲明得知求婚书的时候怎么如此淡定 父亲还是淡定地告诉伊西斯 对方只是想学习艾米勒帝国的文化 顺便巩固与各国的关系 至于求婚书 我想应该是友邦表达自己的诚意吧 突然父亲的语气变得很严肃 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以国王的身份即可赶往李奥登把求婚书丢回去 这是伊西斯立马咳了两声打破父亲严肃的场面 那您应该早点说呀 真是把我们吓了一跳 随后母亲却开口说话了 虽然艾莎年纪还小 但作为哥哥的你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伊西斯一脸应付地回了一句知道 父亲告诉他们 李奥登公国将在一周后抵达 并且在这里停留几天 紧接着父亲吩咐了任务给两兄妹 伊西斯负责陪同李奥登的公主 而艾莎负责陪同王子 为了两国稳定的邦交 希望你们能尽心招待 等次访问我国的公国王子 艾莎心想 伊顿贝尔一开始就挑衅李奥登公国 在这个阶级也还选择派使者拜访我 看来这并不单纯是为了邦交稳定和文化交流 当然没想到 艾莎的未来老公竟然是阿尔迪 他不仅是李奥登公国唯一的王子 同时还是这个国家的继承人 艾莎能和他结为夫妻也算是门当户对 艾莎就这样看着阿尔迪的资料 他还喜欢鉴赏美丽的艺术品 看起来是个热爱艺术的文雅绅士 艾莎心想他应该不是那种凡人的家伙吧 不过这个名字怎么和前天见到的那个人的名字一样 浅绿色头发和紫色的眼睛 难道真的是他吗 据说使者团还有一周才到的 那天见到的他应该不会提前来到了埃米勒 艾莎默默祈祷着最好无视他 再说那么轻浮的人 怎么会是公国的王子呢 这时 是你打断了艾莎的胡思乱想 公主殿下 需要我为您准备马车吗 原来在夏制宴会过后 艾莎需要参加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多了 还要协助处理皇宫的日常事务 来到社交场地 贵族小姐都在讨论着陆温公子的颜值 由于长得太帅 导致自己站在那里看了好久 等回过神来才发现饮料都散到膝盖上 没参与夏制宴会的小姐都羡慕极了 竟然好看到这种程度吗 贵族小姐们都激动不已 这架是巴布的荡城嫁给陆温 还好光之神殿并不禁止帝国的人组建家庭 就算不像生育之神那样提倡结婚 但帝国百姓依然可以在神殿举办婚礼并得到祝福 所以严格来讲 爱慕光之神官并不是亵渎神明 这时贵族小姐开始询问起艾莎公主殿下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能告诉我们这三位中有您的理想情吗 艾莎公主刚回到皇宫 侍女就告诉艾莎 她的未来老公为了见她已经提前到达皇宫了 艾莎疑惑不已 明明距离他们到达时间还有很久 为什么如此着急见我呢 艾莎带着疑问走进了宫殿 可刚一进门就被熟悉的背影盖住 那个人不正是阿尔迪吗 阿尔迪拿着鲜花笑着和艾莎打招 两人互相寒暄过后就开始坐下歌唱 艾莎喝着手中的茶心想 没想到自己在首都偶遇的男人真的是阿尔迪王子 虽然他当时看起来就不普通 但并没有现在这种王子气质 阿尔迪突然看向艾莎 心虚的艾莎吓了一跳 原来之前精灵王施展的魔法更换了两人的样貌 这才导致阿尔迪没有第一时间认出艾莎就是当时遇见的女孩 这时阿尔迪注意到了地上有一张纸 这东西掉在地上了 艾莎赶紧连忙接过纸张解释 自己经常在这里和母亲开会 所以有些文件掉到地上没来得及整理 这是推荐儿童公益事业的计划书 原来在艾莎遇到卡莱娜之后 她就开始意识到了儿童公益的必要性 为了能让无父无母的孩子们维持生计并继续上学 艾莎开始着手为公益事业做准备 也多亏了有母亲的支持 这次计划才比想象中推进的更加容易 阿尔迪也表示认同这种公益事业 就连李奥东的百姓都知道 艾米勒的皇族十分体恤百姓 随即表示自己对儿童公益也很感兴趣 便斗胆向艾莎提出一个建议 要让那些居住环境恶劣的孩子们建一个公益设施 在那里集中解决孩子们衣食住行的方面 艾莎怎么也没想到阿尔迪看起来这么轻松 但在事情上竟然已经想得比自己还要远 心想说不定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了 这时侍女前来禀告 皇太子和李奥登的公主已经在庭院中等待艾莎过去 阿尔迪连忙解释 本来他想让大家在那里一起磕茶聊天的 都怪自己太想见您了 所以这才是了李树提前来到这里找您 阿尔迪害羞地挠了挠头 我想和您单独相处久一点才这样的 艾莎不禁吐槽 他说这话还真是一点都不愧疚了 我还是收回刚刚那句觉得他不错的那句话吧 为了获得伊西斯的芳心 艾美娜公主竟然对伊西斯施展了美容计 她以天气太热为由脱下了连衣裙的吊带 露出自己完美的身材 这把伊西斯迷得神魂颠倒 而这一幕刚好被闯入的艾莎看了 艾莎震惊不已 艾美娜公主连忙调整自己的举止 笑着走向艾莎介绍道 很高兴见到您 我是李奥登公国的公主艾美娜 身后的伊西斯露出一脸听我解释的表情 艾美娜表现得十分好奇 对着艾莎绕来绕去打人家 见了伊西斯皇太子如此帅气后 自己还在想公主殿下会有多漂亮呢 没想到您这么美 一旁的阿尔迪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简直是皇帝和皇后的优点急于一身 对于两人的夸赞 艾莎也连忙道谢 结果两人像似唤了一个人似的 哥娜开始自言自语还跳起舞 艾莎强忍着面部表情 心里却暗自吐槽 这两兄妹的性格真是互相上下呀 随后阿尔迪拿起自家的名茶 泡给艾莎喝 表示这茶也是此次 要进行协商关税的物品之一 阿尔迪露出帅气的脸庞 试图吸引艾莎 这茶很香对吧 但艾莎已然看破了这一切 不是说李奥登公国的求婚书 只是走个形式吗 怎么阿尔迪也对自己使用美男计 感觉对方对于求婚书都是认真的 随后艾莎开始对李奥登公主的目的 开始揣测 虽然艾莎与李奥登签了军事同盟的协议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 伊顿贝尔不断的挑衅 证明毫不畏惧李奥登的军力 为了增强李奥登公国的博力 联姻是最快最简单的方法 而这也刚好推翻了父亲的猜测 他们并没有把求婚书当成一个形式 而是让两兄妹尽全力拿下自己和伊西斯 如果两人其中能有一个联姻成功 那么李奥登公国就有了一直心心念念的监视后盾 艾莎淡定的边喝茶边猜测着 这时伊西斯表示这次茶话会十分愉快 艾美娜摆出一副娇羞的样子 表示自己也很开心 随后伊西斯开始提议两位 为了顺利参加晚宴 还是回到宫中休息一下比较好 艾莎你也准备一下吧 没想到伊西斯为了尽快摆脱艾美娜 也不忘和妹妹打配的 艾莎赶忙接上 是啊 我也觉得可以结束这次茶话会 这时的艾美娜还想继续待下去开始解释的 其实还有很多时间 要不要再吃点水果 话还没说完就被阿尔迪打断了 我也惦记着要为婉宴做准备呢 随后开始哄骗艾美娜 艾美娜 既然你要做皇太子的舞伴 肯定得比平时做更多准备 艾美娜突然醒悟 两人就这样离开了茶话会 这时的伊西斯才如众释放 他向艾莎吐槽道 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女孩 看着疲惫的哥哥 艾莎心里不禁想起贵族的要求 要自己帮他们询问一下哥哥的理想性 很多人都在问精灵王是不是艾莎的官配 以及伊西斯这么宠溺艾莎 后面的剧情会不会因为保护艾莎而死 为了解答粉丝的问题 我带着这些疑问反复观看了漫画的剧情 众所周知 这部漫画是以复仇为主线展开的 而艾莎从坦白自己重生的秘密 就决定和哥哥一起投入复仇中 所以在没完成复仇前 艾莎是不会沉溺于男女爱情中的 所以至少在复仇前 艾莎和精灵王是不会官宣的 但复仇完成后会不会官宣就不得而知了 刚好今天是葡萄的两周年生日 就连艾莎和精灵王也在为葡萄庆生 据说在评论区打出生日快乐 为葡萄庆生会得到精灵王的祝福呢 所以我们把伊西斯的问题放在后面再阐述 现在讲讲日伦和粉丝的相遇故事 粉丝宝宝们还记得是因为什么才关注日伦的吗 是再次拥抱阳光这部漫画 还是宫女的危险哥哥们 又或者是被恶女驯服的野兽这部漫画认识日伦的 而我是从去年二月底开始认识葡萄的 也因为葡萄的作品再次拥抱阳光 让我突破了50万粉丝 让我与更多粉丝宝宝们认识 没有葡萄就没有今天的日轮 同时也谢谢粉丝们的一路支持与厚爱 在此祝葡萄两周年生日快乐 祝贵公司蓬勃发展 日盛一日回到正题 都说剧情前面越暖后面就越虐 伊西斯会不会为了保护艾莎而牺牲 在艾莎一出生起 伊西斯就给予她无私的宠爱 在伊西斯得知艾莎重生的秘密后 为了守护妹妹 她更加的努力练剑 这也使得粉丝有疑问 哥哥会不会在两国交战中不幸牺牲呢 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剧透性 不会阐述太多 所以答案是伊西斯不会死 即使伊顿贝尔是一个魔法帝国 玛丽安娜有着黑魔法 但艾莎也在变强 一直以成功召唤精灵王为目标 所以粉丝们可以大胆往后追 后面不会出现让粉丝感到反感的剧情 天大的误会 艾莎以为自己的哥哥喜欢精灵王 而伊西斯以为妹妹喜欢贝温公子 就在刚刚 艾莎通过哥哥来询问贝温公子的理想性 伊西斯听到这话简直不可置信 颤抖地再次确认道 你想知道贝温喜欢什么样的人是真的吗 艾莎笑着告诉哥哥 自己是认真的 伊西斯沮丧地垂下了头 心想 上次自己就有所察觉 但真没想到他竟然敢对艾莎下手 伊西斯暂时没有回答贝温的理想性 反而询问起艾莎 上次那个陆温神官在夏制宴会结束后 还有联系吗 艾莎支支吾吾的显得十分纠结 脑海中出现一个天使告诉艾莎 你不让哥哥有事瞒着你 那你也不能对哥哥说谎吧 下一秒恶魔出现 一脚把天使踹到一边 这有什么不能的 天使连忙劝说 总不能说艾莎和陆温是朋友吧 而且万一被发现他们两个私下见面就完了 艾莎脑海中的天使和恶魔哥说一词 但艾莎很快就清醒过来 迅速在两者中做出判断 我们没再联系过 我一直在皇宫 而他在神殿 哪有时间联系对方呢 依西斯摸了摸下把接受了艾莎的回答 好吧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突然依西斯一脸严肃 你知道陆温神观的理想型吗 艾莎一脸震惊惊惊 不会吧不会吧 难道那段时间以来 哥哥老是和他担走 老是被他惹生气 还拒绝所有的婚约 这难道是因为哥哥喜欢上了陆温大人了吗 艾莎突然不敢再想下去 突然站起来直拍桌子 哥哥不可以是陆温大人 虽然他拥有让男女老少都为青岛的容貌 但我没想到连你也喜欢 被误会的依西斯反驳道 艾莎你在说什么呀 我只是觉得既然你喜欢贝温公子 就不能让那个神官在你周围乱话 如果问清楚陆温的理想型 我就可以帮他介绍类似的女生 依西斯秉承着就算把艾莎拱给猪 也不要拱给陆温那小子 突然艾莎意识到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我喜欢贝温公子 再次拥抱阳光第三季强势回归 在送走李奥登王国的始堂后 陆明内斯为了让艾莎克服心中的恐惧 让他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梦 开启了他被隐藏的记忆 还有他需要面对的一道坎 自此之后 艾莎心烦道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做事 他不明白那个梦是什么意思 根据上次通过阿什利的调查 艾莎确定了玛丽安娜会用黑魔法 从那天开始 只有有时间就会调查非魔法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这个影响到了梦境吗 可是有点过于真实了 仔细一想 上次在梦境中还在悬崖上碰见了陆明内斯 随后就见到了真人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女普蕾娜告诉艾莎 李奥登公国派来了特别使节团 深情与皇室见面 李奥登公国使别团神情严肃地说道 伊顿贝尔军队已经越过了李奥登公国的国境 尽管与他们进行了紧急商谈 但是对方的要求太过于离谱 特莱文问道 他们要什么呢 使团的人回道 公国的东海和海上所有的岛 伊西斯思考片刻后说道 东海是与埃米勒北部接壤的地区 而且那里的钻石岛是属于埃米勒的 我敢肯定 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埃米勒帝国 特莱文冷静地说道 终于露出真念末 这时使者团拿出了一个盒子 盒子里装着的正是艾莎公主 送给艾莓娜公主的信用 这个羽毛代表着埃米勒帝国会无条件支援 看来李奥登公国的情况十分严峻 可是自己现在又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 此时特莱文说道 这是公主的信用 那我们就按照约定向李奥登派遣 派遣50万的兵力 并派出司机和治疗使者 父亲的这一决定让艾莎有些惊讶 特莱文表示 派遣使节团仪式还要再考虑下 现在协商阶段 如果埃米勒突然介入 对伊顿贝尔是一种挑衅吗 李奥登的使者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实上次的会谈就已经破裂 我们都以为免不了一战的时候 他们却突然要求二次会谈 但是离谱的条件估计不会有任何改变 因此我们想要借助埃米勒帝国的力量 来增加会谈的筹码 这是记录伊顿贝尔军行迹的影像球 他们有120万兵力 如果埃米勒帝国介入这次会谈 相信他们会有所让 特莱文明白这只是权益之计 但也只能答应 于是特莱文决定派出特别使节图 就在这时 伊西斯突然注意到伊顿贝尔大军的领域 这个人是谁 总感觉在哪里见得 艾莎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影像球上 使节团回到 他是伊顿贝尔的总司令官 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 艾莎非常震惊 这个人就是阿尔森工具 艾莎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阿尔森与艾莎是什么关系 他为何会如此惊讶 看我们下期再见 上一集我们说到 艾莎通过影像球 看到伊顿贝尔总司令官为阿尔森时 表现得非常震惊 艾莎言语激动问道 战场屠杀者 说的真的是他吗 艾莎觉得这不可思议 肯定是有什么误误 比奥登公国使节团的人痛苦地回忆 他就像个恶魔 就连手无寸铁的孩子和老人都不放手 如果这次不拦住他 面对这场战争我们就无计可施 艾莎已经无法冷静地思考 他的内心只有惊慌 阿尔森是艾莎在伊顿贝尔时的玩伴 他明明是一个人出无害的小人 特莱温问道 如果是总司令官 应该会亲自出席会谈的 在得到使节团肯定的答复后 特莱温打算立刻下令召集使节团 艾莎内心非常纠结 他不清楚阿尔森在这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 想必在艾莎从伊顿贝尔死后 他也痛苦万分 就在特莱温宣布使节团成员的时候 艾莎说道我要去 在一众惊讶的目光下 艾莎眼神坚定地再次说道 我要去参加会谈 他要去亲自问问阿尔森 并查清楚阿尔森为什么会出展 艾莎的这一决定允起了王室的骚动 特莱温不解的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艾莎解释道 公国现在面临生死关头 我认为帝国应该也全力 特莱温再次提问 为什么派你过去就算全力 艾莎轻声说道 因为和李奥登公主约定的事 所以我必须去 特莱温没有做出回应 思考片刻后说道 你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皇族代表着国家 既然艾米勒回应了李奥登的情侣 就已经代表你遵旨的约定 你的回应已经足够了 所以放弃这个想法吧 艾莎还想继续解释 但是特莱温严肃地说道 你需要思考一下自己作为公主该有的心态 会谈结束后 艾莎沉默许久 此时伊西斯来到了艾莎身边 艾莎一脸委屈地抬头望去 伊西斯心疼地说道 我们单独聊聊吧 两人来到会议室外 伊西斯首先开口说道 你的表情看起来很糟糕 是因为父亲的反对而伤心目 艾莎点头回应 其实我还有必须要参加这次会谈的原因 伊西斯听完淡淡地说道 就算父亲同意 我也会反对 还记得上次我想要偷偷出征 结果却被你拦住了的事情 此时艾莎心里有些愧疚 同样是出征战争 我竟然还想让哥哥同意 我真是不会换位思考 伊西斯轻开艾莎的肩膀温柔地说道 我不是在责怪你 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被我们拒绝而伤心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都没有人想将深爱的佳人送去战争 就算你有什么紧张妙计 这件事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此时的艾莎选择向哥哥伊西斯看 阿尔森是我在伊顿贝尔时期唯一的朋友 他不是那种会被称为战场狐杀者的性命 比起自己 他总是为别人优先考虑 从来没有任何偏见 伊西斯打断的 但是看过刚才的影像走后 你还能说他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吗 我以前也见过他 之前他看到你哭泣 想要安抚你 满脸写着善良 然而影像球里的他仿佛像是另外一对 艾莎内心觉得哥哥说的没错 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 阿尔森完全有可能改变 但是艾莎注意到影像球中 阿尔森表情很痛 艾莎向伊西斯保证道 我不会上战场 我一定会平安归来 如果不放心 那就拍贝温公子做我们护卫了 伊西斯激动地说道 那我也不能让你去如此危险的地区 艾莎这次没有退让 就这一次 求求你相信我 帮助我去前往李奥登的 毕竟能说服总司令官的人 应该就只有我了 伊西斯在艾莎的软磨硬泡之间 终于勉强答应他参加李奥登的会谈 伊西斯叫来贝温一起喝酒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我真不想你连酒都不会喝的 贝温淡淡地回道 我知道您一直这样 但请您不要出来撒气 伊西斯沉默片刻后 放下了酒杯 贝温开口问道 既然您这么担心 要不要再劝劝公主电信 伊西斯缓缓开口道 他有一定要去的礼物 这让贝温不知该如何打我 伊西斯叹气道 你就理解一下吧 我真的很难受 所以才会在这里喝酒 虽然他保证会平安回来 但如果那么久 那就不叫战场 贝温说道 我能理解 其实您刚才忐忑不安地来找我的事 我就已经猜到您拜扁公主殿下 伊西斯反对道 你说谁忐忑不安吗 贝温继续开口说道 您来找我不是想命令我保护好他 您不用担心 我是埃米勒的骑士 保护皇室是我的事 我一定会护送公主殿下平安访回哀米 伊西斯笑了笑说道 你还真是自信 艾莎希望我指定你做他的护士 看来他比我更清楚 我对你有多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有信心保护好公主 贝温认真的打道 哪怕付出生命 我也会保证公主殿下的安全 伊西斯打拒道 你这架势简直像是做骑士门约 贝温微笑着说道 如果公主殿下愿意 那我当然求之不 伊西斯哈哈一想 你要记住 与艾莎签订盟约的人 有我一个就足够了 到了晚上 艾莎在花园里散步 因为明天就要出发去 里奥登公主 白天时艾莎和伊西斯 还有贝温 一起尝试说服特莱温 经历了漫长的劝说 在听完贝温公子的一番话后 特莱温终于点头答应 艾莎庆幸还好 那时有哥哥和贝温帮自己说话 哥哥明明都和贝温公子说好 却对我支支不提 艾莎想到这里就很开心 此时艾莎想单独去 感谢一下贝温 在去的路上碰到了一位神官 面对对方的行动 艾莎点头微笑示意 突然想到好久没看到路里面斯大人 不知道他过的是否 要是能在出发前和他打个招呼就好了 就在这时 忽然扑通一声吸引了艾莎的嘴 回头望去却让艾莎感到害怕 女托蕾娜毫无征兆地倒在了地上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忽然倒地声越来越来 艾莎非常惊喜 这已经超出了她的认知 忽然滴滴答答的水声响起 艾莎转身望去 一位陌生的人从她微笑开口 你好啊 这位神秘人又是谁 面对突然出现的神秘人 艾莎不知所措 这是你干的吗 男人摆了摆手说道 你不要用这么可怕的眼神动 我只是让他们小睡一会 艾莎偷瞄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门呢 看见她安然无恙 只是在熟睡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艾莎继续开口质问你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男人淡淡地说道 我对其他人不感兴趣 我只是来见你 艾莎 艾莎没想到此人竟然知道自己的性命 此时艾莎身边的水精灵 艾莎突然出现 艾莎有些惊讶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男人再次开口说道 你们认识吗 这孩子说想见一次 我就带他过来了 艾莎对着一脸惊讶的艾莎解释道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水智精灵王海纳大人 艾莎立即行李 海纳缓缓说道 不用多礼 抬起头吧 然后突然就靠近艾莎 仔细观察起来 你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又白又渴 不过比我想象中的情 内衣内丝则是袒护艾莎 艾莎开口打断道 您刚才说是来找我 难道之前就认识我 海纳打去道 当然了 你现在在精灵界可是相当出名了 艾莎捂着脸有些害羞 她想问海纳大人 为什么只有她能看见精灵 但是她又怕直接问不太好 就在她犹豫不绝时 海纳开口说道 好奇怪啊 我听说你生来就有很强的精灵亲和力 为什么却对我如此劫备 艾莎回道 因为您讨厌我呀 海纳努力挤出微笑说道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两人走了一会后 艾莎对着紧盯自己的海纳说道 海纳大人 您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 海纳淡淡地说道 真是越想越觉得无语 一般如果意识到别人不喜欢自己 难道不应该更加小心翼翼吗 随即话锋一转 你想召唤路明莱斯对吧 艾莎沉默片刻后认真的说道 我和路明莱斯大人说好 我一定会成功召唤 海纳打断道 够了 你还是放弃吧 我来就是想和你说这句 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求 艾莎有些愣着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至少要给我一个理由吧 海纳淡淡地说道 理由还不简单吗 因为你拥有的魔力不够 此时艾莎更是不明所以 海纳解释道 有些人魔力很多 但是容器很小 有些人则相反 并且这些都是天生的 无法通过后期努力 另外你的容器已经满了 要想召唤精灵王需要大量的名字 过去的精灵师们为此不出一声 然而在我看望 你的魔力远远比不上他们一生的机会 艾莎显然没有听见海纳的解释 海纳向前逼近艾莎 你怎么听不懂话 我的意思就是你的容器很紧 根本召唤不了路米纳斯 此时艾莎有些绝望 难难自语道怎么可能 海纳在艾莎耳边轻语道 所以艾莎 你还是让路米纳斯回精灵界吧 说完之后便消失不见 只留下不知所措的艾莎 上一集我们说到 艾莎为了参加会谈 查明昔日好友阿尔森变成屠宰者的真心 拜托哥哥伊西斯让贝温当自己的故事 虽然在出发的前一天 遭受水智精灵王的警告 以及自己无法召唤路米纳斯的绝望 但是艾莎依旧整理好心情 在阳光洒落庭院时 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贝蒂说道 公主殿下 贝温公子到了 在得到艾莎的同意 贝温深事地说道 殿下 出征准备已经全部结束 我来接您了 艾莎微笑问道 辛苦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过来一下吗 贝温有些疑惑地走过来 看着礼盒中的两枚宝石 贝温愣住 艾莎笑着说道 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 正好这次你来了 我就想拿给你看看 贝温淡淡地说道 里面应该没有魔力 想不到您还留着 艾莎温柔地说道 虽然魔力没有了 但还有幸运 听到这句话 让贝温内心颤动了一些 艾莎钻紧这两颗宝石说道 这次的事需要很多运气 所以我一直握着他们祈祷 希望能获得想要的结果 贝温发自内心地说道 一定会的 我认识的公主殿下 是一位在任何困境下 都不会认输 能聪明地解决问题的强者 艾莎神情认真地说道 那我可不能让你失望 我本来在纠结 要不要把这些当成 不申服嫌奈 不过好像只会增加行 看来只能放弃了 听到艾莎的话 贝温提议道 把两个魔石合并怎么样 反正有绳子 可以当成项链佩戴 这让艾莎有些惊讶 随后贝温缓缓缓靠近艾莎 然后两人双手贴在了一起 紧接着一阵白光上 两颗魔石就融合成 一颗紫色的闪光宝石 贝温看着艾莎开心的表情说道 可惜已经失效的魔力 始终不能再注入魔力 但我真诚地希望 幸运能常常伴随你 两人四目相对 周围洋溢着暧昧的气负 一旁的侍卫和女仆 看到都感到怜悯 贝温打量着其他人的神情 不解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盯着我 听着他们胡扯的礼 贝温严肃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一旁的艾莎陷入这一次 想着刚刚两人之间的亲密接触 有些害羞地说道 贝温公子 好像快到时间了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艾莎匆忙地解决了这尴尬场 内心叹气道 只是手合在一起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气氛搞得我都有点不推进 加在这些人中间 贝温公子应该也很心 艾莎回头望去 看着贝温认真做事的迷了 他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另外一边 逼顿贝尔的军队 停靠在了李奥登的边缘 李奥登公国的人 去埃米勒求助的事情 早就被发现 一旁的士官担心艾米勒的介入 会影响到战争的结果 想要拒绝这次会谈 但是司令官阿尔森神情淡漠 安静点 你们妨碍到我思考 随着声音渐渐安静 阿尔森睁开了眼睛说道 会谈案员计划进行 太草率只会导致计划出现差池 我早就料到艾米勒会帮助李奥登 我已经做好了应对意外的准备 事已至此 如果能让那些耍小聪明的家伙知道 他们的姓名到底掌握在谁手 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既然有了这么多前车之鉴 他们应该也学会要怎么战断 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越来越多 伊顿贝尔将这些人放在一起进行火化 就在这时 一只手从火焰中伸了出来 向一旁进行祷告的人下了一体 而那只手竟然在火焰中不断颤落 好似活了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 艾莎带领的使节团安全抵达李奥登公 阿尔迪和艾美娜急忙赶没凝结 两人热情地向艾莎打着招呼 艾莎微笑地说道 两位还真是一点都没别 看似调侃的一句话 却将三人的友情拉进了许子 片刻之后 阿尔迪开口道 我们进去聊吧 三人进到宫殿了 阿尔迪神情严肃地说道 前几天有一份紧急报告 报告上显示李奥登公伯又有三个地方受损 他们在短时间内进行了突袭 当我听到消息派出人力支援后 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地方已经被移为品 艾莎强忍着心理上的故事 随后艾美娜公主不知道 据报告称有一件奇怪的事 有记录显示 被当成死者处理的人 有一部分重新醒了过来 艾莎质疑道 难道不是在调查中出了差错吗 艾美娜摇头否定道 我们到现场后 那些人都已经没有了呼吸 当我们打算将尸体处理掉时 总共有28位死者重新活了过 艾莎有些疑惑地说道 在祈祷中醒来 就好像有神明在帮忙一样 艾美娜和阿尔迪也是这么想 但是这可不是什么童话故事 在对醒来的人进行调查时 他们都表示自己不记得任何袭击 不过也有个别人表示 听到了神的声音 当时一个五岁小女孩 躲在角落哭泣的时候 有一个人拉住了她的声音 艾莎问道 那个人就是人们称颂的声音 阿尔迪回答 目前不清楚 除了知道那人说了一句话 没有更多的描述 艾莎聚精会神地听着 艾美娜接着说道 她抓着小孩子的手说 艾莎听完后 内心很震惊 两国约谈的会议时间很快就到了 阿尔迪向艾莎汇报 一顿贝尔一行员已经敌了 艾莎淡淡地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目送着阿尔迪出去 艾莎长出一口气 贝温安慰道 您现在很紧张吗 艾莎甘渣地笑了起 毕竟是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 不过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艾莎妈撒着能带来幸运的项链 贝温在一旁默默陪伴着 突然一阵吵闹的声音打破了明镜 阿尔森气势汹汹地带着一行人走进来 艾莎强装镇定神情淡漠地看着他 阿尔森微笑道 原来各位已经到了 早知如此我就快马加鞭赶了 随后伊顿贝尔的士兵冒出来大声说道 这不是艾米勒的圣名吧 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 不过作为高贵的公主 竟然屈尊来到这偏远之地 看来还是太年轻了 艾莎鄙鄙视地看着他 不管到哪里 总会有这种不知体统擅自行动的人 艾莎刚想开口说话 一旁的阿尔森严肃地说道 如果再让我在会场里听到你胡言乱语 我会拔掉你的舌头 见识到阿尔森的冷酷无情 艾莎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士兵虽然不爽 却不敢还口 插曲过后会议正式开始 阿尔森拒绝了伊顿贝尔索要岛屿与公海的情景 另一方面他们愿意免去海上通行顺 同时海域内的海流观测权交给伊顿贝尔 阿尔森还在思考时 伊顿贝尔的外交官开口 听说你们拒绝我们提出的协商方案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岛屿中有属于艾米勒 那我可以理解为艾米勒同意了这次方案 艾莎淡淡地回到可以 可是这个外交官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李奥登公国交出海内观测权 这对于艾米勒来说不是好事情 他们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 李奥登和艾米勒的军事同盟竟然如此 对艾莎打断道 自古以来 伊顿贝尔都将塞琳那大人视为唯一神 为了不在神眼皮底下成为恶人 很多伊顿贝尔人都十分老实 受此影响 伊顿贝尔近五十年都在避免人员牺牲 然而面对这样的伊顿贝尔士兵 艾米勒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这句话说完气氛瞬间紧张到极点 阿尔森冷冷地开口道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 看来您并不是来协商的 艾莎对伊顿贝尔信仰的阐述 被阿尔森认为是一种挑衅 当即脸色冰冷地回怼道 看来您并不是来协商的 我知道您很聪明 但如果我说我不害怕神明呢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老老实实地并不会得到奖 至于您说崇高的精神 在我看来只不过是 贾介神的民意传出的流言飞语吧 一旁的谈判官员急忙小声制止 您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然而阿尔森严肃地说道 你别插死 此时艾莎打断道 我认为你刚才那番话 不能代表整个伊顿贝尔 阿尔森也不打算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随后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认为李奥登并没有给出 我们想要的条件 海流观测权这个提议 和我们现在讨论的和平不沾边的 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打海战 听到这里阿尔森激动地站了起来 阿尔森继续说道 看您的反应 李奥登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那这次的提议我就当没有听 我最后再给你们三天时间 希望你们在此期间 能拿出明智的方案 艾莎一直握紧的双手终于可以放松 到了夜里 艾莎开始帮忙救助战争中的伤争 尽管贝温一直在劝艾莎早点休息 但是他还是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艾莎的表现让贝温忍不住想要劳到一起 随后滔滔不绝的 跟个老妈一样说个不停 艾莎急忙地敷衍了两下 贝温微微一笑说道 那您早点休息吧 艾莎也回以微笑 就在房门关上时 路尔从窗户外喊道 我回来了 艾莎怕路尔这一嗓子在把贝温叫我 于是急忙让他小点声 路尔汇报道 我按照您的分指 看到他确认纸条后才回来 艾莎眼神坚定地看向窗外 做得好 正好到了护卫们交班的时间 轮到我出马了 另外一边 在看到信件后的阿尔森 不顾谈判官的建议和劝阻 假装淡定地出了账坡 随后一路狂奔来到了约定地 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 眼前人并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人 在听到对方的声音后 阿尔森语气冰冷地说道 您为什么在准备 难道留下纸条的人是你 艾莎点头说道 是我叫你出来了 阿尔森彻底崩溃了 但依旧冷静地说道 果然是个陷阱 您用的是伊顿贝尔语 这是您亲自写的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阿尔森愤怒到了极点 虽然我不知道您得知了什么才这样 但有点过于清涮了 随后用魔法召唤出了武器 对着艾莎来了一击魔法炮弹 爆炸的余波将艾莎的帽子吹吹 脸上也受伤流血了 显然阿尔森已经手下流起 阿尔森继续说道 从纸条上的字迹能看出来 这是伊顿贝尔公主 我唯一的朋友所写的 我明知道这不是他写 明知道有人故意设下陷阱 我却还是来了 只为见他一面 您作为圣女这么残忍 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只会显得您很正 您到底为什么叫我过来 阿尔森趁机偷描了四周 没有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 如果是陷阱 他应该不会一个人过来吧 而艾莎在面对 曾经青梅竹马的谩骂后 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即使我龙貌一遍 时隔多年再次相遇 你还会一眼认出我吗 让我们下期再见 本是青梅竹马的两人 却在异国他乡再次相遇 然而两人所代表的国家 早已是仇敌 面对阿尔森咄咄逼人的指责 艾莎一时哽咽说不出话 阿尔森看着艾莎落泪的谜 不禁让她想起了艾莎 她有些不解的问道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我都不理解您为什么要骗我出来 我不知道您在耍什么手 但我不会再伤到 艾莎匆忙擦干眼角的泪水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艾莎在看到那个 哪怕是抓到蛛丝马迹 都露出那种表情 跑过来的阿尔森 她什么也说不出口 艾莎决定坦白一切 如果我说你想见的人就是我 你会相信吗 让你来这里的纸条是我写 没想到拥有相同的记忆 竟是如此残忍的事 虽然我再也不是你记忆中 那个唯一黑发的朋友 但你还是阿尔森吗 难道你认不出我吗 此时阿尔森脑袋一片空白 这个公主到底在说什么 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艾莎微笑着回答 在袭击中有一个幸存的小孩 当她躲在角落哭泣的时候 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安慰孩子 没事的 你慢慢尝试打开心扉 我来给你展示魔法 那个人是这样说的 阿尔森很清楚这段话 只有自己和她知道 在两人小时候 艾莎莎因为舍不得 阿尔森去出国流血 哭了整整三个小时 看着哭肿了眼睛的艾莎 阿尔森心疼坏了 艾莎哭着说道 阿尔森你能不能不要走 三年真的太久了 我真的会很孤单 阿尔森安慰道 不是还有玛丽安娜公主吗 可我每次和玛丽安娜待在一起 都会遭人议论 阿尔森没有继续计划 只是温柔地为她盖好被子 你可以闭上眼睛数到时吗 我给你展示一个魔法 尽管艾莎知道 这是阿尔森想哄自己睡觉 但她还是乖乖照做 阿尔森静静地陪伴艾莎身边 直到她入睡 看着艾莎熟睡的脸庞 阿尔森内心暗自发誓 艾莎再等等我 我会尽快变强 把你从这里带走 然而三年之后 却得到了艾莎被处死的消息 阿尔森急忙跑向教堂 打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棺子 她几乎不受控制地跪在了地上 双手忍不住颤抖起 她不敢相信艾莎已经死去 每天夜里都会像神气的 祈求复仇之神塞琳娜 能够将艾莎复获 承接那些假借塞琳娜名义的家儿 可惜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忆 至今为止那些恶心的笑声从未中断 阿尔森也下定决心 如果没有人来审判 那就由我亲手将这个 充满谎言的国家烧成灰激 绝对不能让你在人生的最后 只留下委屈和悲伤 再次见面的时候 我会送给你复仇这个礼物 这就是阿尔森性格变化的原因 相遇并且相认的两人 又会发生什么故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重逢的两人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呢 阿尔森温柔地坐在了艾莎的身边 现在冷静点了 艾莎笑着回道 好多了 阿尔森你没事吧 阿尔森像个小孩子一样 眼睛都哭肿 两人相视一笑 阿尔森看着艾莎脸上的伤 有些自责地说 艾莎你脸上的伤 是刚才被我伤到的吧 还疼吗 看着阿尔森手忙脚乱的样子 艾莎淡淡地说道 你来这里之前 听说关于我的消息了吗 阿尔森脱口而出 当然了 你实在太出名了 年仅七岁就成为了 唯一的精灵师 帝国的圣母 下一刻艾莎就用精灵术 将伤口治疗好 这时艾莎才明白 原来这些都是形容艾莉莎的 阿尔森如是重负地说道 知道了之后 觉得可惜的人反恕 你在不知不觉中 真的变强了好多 这时艾莎突然开口问道 你呢 现在的你是怎样的阿尔森呢 艾莎脑海中浮现了 许多传闻中描述 阿尔森的话语 她现在走着一条怎样的路呢 然而阿尔森却说道 你真的变得好强大 我很高兴 见到阿尔森打算起身离开 艾莎坚定地说道 我今天一定要听到你的回答 这样我才能进一步复仇 阿尔森吃惊地看着艾莎 你不是拥有了爱你的家人 和幸福的新生活吗 艾莎冷静地说道 你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吗 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吗 阿尔森急忙说道 我当然知道 但如果你的复仇对象是伊顿贝尔 无论过程如何 都太危险了 求你了艾莎 再给我一点时间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闯入阿尔森的房间 触发了那里的警报 阿尔森突然站起身说道 有人闯进了我的住处 应该是看准了我不在才这么做的 对不起 我没有时间跟你想说了 艾莎你听好了 到时候会以外海 而不是东海的群岛为中心部署兵力 伊顿贝尔在那里建造了一栋门 正准备攻打艾米勒帝国 可里奥登的摩擦只是障眼法 不久后就会爆发战争 不过你不用担心 在这场战争中 获胜的将是艾米勒帝国 而伊顿贝尔不久后就将会在历史中消失 艾莎有些担忧地问道 阿尔森你到底在谋划什么 他没有回答转身离去 艾莎急忙追了上去 想要一探究竟 阿尔森忽然转身抱住艾莎 能够再次见到你 我真的很开心 我要亲手将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你 随后便消失不见 艾莎看着远去的阿尔森愣了许久 第二天在阿尔森的提议下 进行了紧急协商 与李奥登约定四天内撤军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李奥登兄妹如释重负 纷纷对艾莎表示胆心 艾莎试图在伊顿贝尔军离开时 再次与阿尔森会面 但并不顺利 最后艾莎只能默默希望着 下次能再见了 另外一边埃米勒帝国内 特莱温看着报告说道 伊顿贝尔军接受了提议 协商圆满结束 伊西斯冷笑道 上面没有说其他内容吗 比如有没有人对艾莎出口狂言 或者傲慢无礼 特莱温回道 这种事情等贝温公子回来就知道 伊西斯有些意外地说道 艾莎竟然要求加强整个东海的警戒 看样子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特莱温称赞道 别看他人不大 却敢作敢为呢 伊西斯有些期待地说道 他预计两天后就可以到达 我去做迎接艾莎的准备 毕竟回来的路途很短 然而在艾莎回来的途中 正有一伙人埋伏其中 他们正是之前潜入阿尔森房间的人 艾莎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让我们下期再见 阿尔森终于再次遇见自己的心爱之鱼 可惜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 就被不速之客打断 阿尔森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大本营 在观察一阵后 他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 随后动用了桌子底下的魔法阵 地上的脚印立马就显现了出来 阿尔森怀疑是之前的副官 想要找自己造反的证据 但是自己只带了魔法 是他们应该找不到 一想到这里 阿尔森就感觉有种无力感 阿尔森曾向现如今伊顿贝尔的太子拉奇亚斯 献过一个计策 那就是建造一个人工岛屿 在设了大型移动门的人工岛上 使用隐身魔法进行埋伏 趁着埃米勒因为伊顿贝尔假装攻击李奥登 而警惕海陆的时候 可以集中攻击埃米勒 目前计划已经成功实施 但是并没有考虑埃米勒的损失规模 阿尔森心中想着艾莎 笑着嘀咕道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上天都在帮忙 接下来要争分夺秒了 在成功解决李奥登危机后 艾莎启程回埃米勒 贝温倾扣窗户说道 殿下 过了山脉就能看到去埃米勒的移动了吗 艾莎有些惊讶地说道 这么快吗 似乎比原定计划要走 贝温解释道 为了减少旅途劳顿 我特意选了一条禁路 不过这条路可能会比较颠簸 如果您觉得扛不住 可以随时告诉我 其实艾莎心里也想早点回去躺 这一趟累积的疲劳导致她浑身沉重 就在这时哐当一声 艾莎整个人都倒了下去 她一开始还以为是路太颠簸导致的 整理了一下着装后向窗外望去 却发现天地都在倒转 突然马车又传来一声巨响 此时艾莎发现马车周围是贝温公子的保护魔法 贝温急忙劝阻道 殿下我们遇到袭击了 您千万不要从马车上下来 与此同时路尔告诉艾莎 附近似乎有黑魔法的气息 还不带艾莎思考 窗外传来了埃米勒地博骑士的惨叫声 艾莎透过窗户看到 骑士们正在与袭击者厮杀 艾莎看到袭击者都穿着铠甲 显然是有备而来 艾莎知道此刻不能再等 必须出去参加战斗 她用精灵的力量破坏了贝温的保护魔法 贝温想阻止却来不及了 艾莎召唤出路尔去帮忙 我会保护你们 所以不要害怕放心进攻 艾莎的出现让骑士们士气大者 向着袭击者发起反攻 看着将战局反转的艾莎 贝温打从心里感到静美 可就在艾莎回应贝温的微笑时 贝温从惊恶到恐惧害怕 艾莎知道自己正在陷入极度的危险之中 同时耳边响起了一道冷漠的声音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与此同时 眼在艾莎的路米内斯 好似感应到了艾莎的威胁 下意识地朝艾莎的方向转头望去 艾莎会遭遇怎样的危机 路米内斯是否会出手相救呢 让我们下期再见 艾莎回帛路上突然遭遇袭击 就在即将伸手一触之时 贝温利用魔法抵挡在艾莎面前 男人不慌不忙地嘲笑的 还挺厉害 雕虫小技不足为惧 男人紧紧一击 贝温的防御魔法就被破坏掉 他迅速拉开了距离 来到艾莎身边 带着他远离战场 贝温让艾莎再后退一点 说完就朝着男人冲了上去 男人挥了灰箭淡淡地说道 看来只要对付你小子就够了 那就速战速决吧 艾莎因为刚才的惊吓已经开始浑身发动 身上也没有了力气 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定要振作起 目标在移动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治疗 那现在就只能进攻了 随后艾莎召唤出了另一台 幻化成了一把弓箭 并对着贝温说道 我来掩护你 贝温点头回应 艾莎知道自己的攻击不足以对敌人造成伤害 但是至少可以干扰对方 艾莎利用魔法向男人射出了许多箭矢 男人只是挥了一刀 就将所有魔法箭打断 艾莎见状感到有些棘手 他从内的男人身上感受不到任何魔力 只能说他的力量和速度太突出了 这时男人彻底丧失了耐心 他大吼一声真烦人 随后将巨剑朝着贝温扔了出去 这让贝温有些惊讶 但是他不敢大意急忙躲闪 但男人的目标一开始就不是他 而是贝温身后的树木 听着身后的剧情 贝温转过头看去 他顾不上眼睛的敌人 只能先砍断倒向自己的树木 男人看着那些自顾不暇的启示 冷哼了一声 他拿出自己的短剑准备逐个击 下一刻一把剑与他擦肩而过 看着远处的艾莎 男人彻底愤怒 这该死的凡人的丫头 现在没人保护你了 我先把你杀了 你死定了 即使男人逐渐接近 但是艾莎依旧不为所动 只是语气颤抖地说道 你是埃尔西斯吗 埃尔西斯愣住 也就是这一刻的愣神 贝温赶了过来 他再一次挡在了艾莎面前 但其实他还是来晚了 短剑已经刺了过来 只不过落在了艾莎的身旁 贝温有些诧异 短剑怎么偏离了方向 这可不是我男的 他竟然自己改变了我的剑 一旁的埃尔西斯身体颤抖地扶着马车残骂 为什么我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 随后一些往事从脑海中不断拧出 但那些都是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的剑 以及一个罪人最后的诉求 这些东西让埃尔西斯头痛远去 他疯狂地大叫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关于死去的罪人的剑 会在我脑海中不断折磨 几乎疯狂地埃尔西斯拿着另一把短剑 狠狠地向艾莎刺了过去 只不过在最后的时刻 剑鞘上的红绑石似乎自发地使出了魔法 但埃尔西斯这一击又快又准 贝温根本来不及粉 只看见一道亮光从眼前上 精准地命中了背后的艾莎 贝温惊恐地看向身后 同时惊讶地还有埃尔西斯 贝温急忙查看艾莎的伤势 而埃尔西斯下意识地开始后退 他感觉刚才就有什么东西在控制自己一样 就在这时一道光芒亮起 战场的敌人都同时倒地 看着身受重伤的艾莎 路米内斯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 他决定要制裁这些恶毒 在亲眼目睹艾莎受伤之后 路米内斯怒不渴 这是他第一次释放出自己的生命 埃尔西斯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也意识到了这根本不是人类能有的气息 看着路米内斯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来 他惊恐地喊道 等一下 这不是我干的 你找错人了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路米内斯回应道 我知道 突如其来的回答让埃尔西斯有些惊慌失足 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说道 刚才有东西冒出来击中了公主 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路米内斯继续回应道 这反倒是一件好事呢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稍微理解一点他的心情 还不带埃尔西斯思考 路米内斯的手指就已经触摸到他的眼睛 热烈的火焰灼烧着他的双眼 埃尔西斯的惨叫声响彻整片森林 连被温都感到恐惧 埃尔西斯不断挣扎 口里喃喃自语道 谁来救救我 骑士团你们为什么不吭声 你们这帮家伙在干什么 埃尔西斯在挣扎时碰到了路米内斯的鞋子 路米内斯神情冷漠地将他批翻在地 随后冷冷地讽刺道 你之所以看不见 都是你的愚蠢导致的 埃尔西斯怒吼道 该死的 我都说了不是我 不是我干的 随后便跌跌撞撞地转身考虑 路米内斯只是静静地看着 并没有打算下杀手 此时被温急忙地说道 请您帮帮我们 公主殿下的呼吸十分微弱 求您了 救救殿下吧 路米内斯看着奄奄一息的艾莎 她内心既自责又心疼 路米内斯用神力将艾莎拖了起 在治愈之力的作用下 艾莎的伤势逐渐温和 她惨白的脸色也在恢复红弱 在确认艾莎无误后 路米内斯温柔地将她放下 贝温小心翼翼地抱住艾莎 并下意识地搂几次 嘴中不断重复着泄击 路米内斯神情复杂地看着艾莎 就在此时一股神秘的力量 让路米内斯一惊 她对贝温说道 现在应该没事了 你带公主回去吧 贝温急忙问道 您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见路米内斯没有回应 贝温也是时去地点到为止 那我们先回去等 路米内斯只是站在远处 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此时的艾莎恢复了一些力气 她睁眼看到了路米内斯 只是下一刻就只剩下一道残影 艾莎也是再次陷入沉睡